女孩发现家里有动静 悄咪咪地抱了她 我正在家里打游戏 忽然两个警察刺激了 得善地给我戴上了银手镯 邀请我自驾游次开出所 而我明天就要去江城大学报名 姓名 零十八 性别 男 职业 学生 在哪上学 江城大学 明天去报名 小伙子长得挺帅 看上去倒也不像会犯错的人 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吗 不知道 那就解释解释你为什么私闯民宅吧 啥私闯民宅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教师公寓五栋四单元六百零四 六零四 那我家 小伙子 这是警察局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老实交代 你为什么在六百零四 那真是我家 零十八级了 为什么说实话没人信呢 难道他美好的大学生活还没开始 就要蹲橘子了吗 六百零四的业主 是江城大学的一位教授 这位教授将房间租给了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是女的 不是女 租 教授 那位教授是不是叫顾明轩 又喝 调查的还挺仔细 顾明轩是我哥 我再说一遍 这里是警察局 你姓林 他姓顾 边瞎话 边到警察局来了 零十八寻思了一下 这个时间顾明轩应该在飞机上 手机关机 所以警察联系不上 而他因为高中暗恋了三年的感恩答应 只要他能考上江城大学 就跟他在一起 其次 因为他哥顾明轩是江大的教授 他来江大干啥都方便 但是没想到 他哥把他扔在江大后 就坐飞机出国攻读第四个博士学位去了 所以他就去了学校分配给他哥的教师公寓 就是五栋四单元六百零四 也就是说 那间房子已经被我哥租出去 还租给了一个女生 所长 派出所老大亲自来审他 这下哪怕零十八真没犯事 心里也有一点阴险难忧 这是零十八的资料 烈士之子 父母都是警察 牺牲在任务中 有小姨复养长大 是顾明轩的表弟 难怪所长亲自来 小伙子 这次是我们误会你了 没 零十八弱弱的不敢说话 江大也是明小 以后好好学习 报效国家 明天就开学了 学校附近的酒店都被住满了 而教师公寓肯定是回不去了 这叫什么事 他跨越一千七百多公里 从京城来到江城上大学 还没开始就去派出所半日游 晚上还没地方住 nice 完美的开端 他将今天的事情分享给女神 但是对方并没有回复 自从他将自己考上江城大学的事情 告诉对方后 对方就没有理由他 也许 对方只是找了个拒绝他的理由 既然如此 也该开始新的生活 他来到学校对面的网咖 很方便 明天醒来就能直接去报名了 说起来 他也算是小有名气的网文作者 理名 落叶归根 第二天 依旧下着小雨 零十八先来到了教室公寓 看着眼前六百零四的房间 轻轻地敲了敲 没有回应 又敲了敲 还是没有 由于片刻 零十八拿出钥匙 打开了房门 自己昨晚留在这里的行李箱 还放在客厅中 上面 还有一张留言条 抱歉 我也是 最近刚租这间房子 因为房东已经出国了 听到屋子里有动静 我以为是小偷 来到江城大学 零十八完了报名 找到了自己的寝室 未来的三个室友还没有来 省内新生是九月二日 所以他们明天才会来 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来电人是顾明轩 十八 有件事情跟你说一下 教室公寓你别去了 我出国这两年期间 把他租出去了 我昨天去了 他没把你怎么样吧 没 就是给我整橘子里了 不 不愧是他 他是我学生 在江大 你以后早晚会认识他 小姑娘挺不错的 就是性格不太好相处 挂断了电话 零十八走到了阳台 一缕阳光照射进来 雨停了 出去溜达溜达吧 江大最宏伟的建筑 自然是图书馆 正对着学校大门 是江大的牌面 图书馆入口 看着眼前的人脸识别系统 零十八陷入沉思 学姐 你在叫我 零十八看到女生的长相 心中忍不住惊叹 她早就听说江城出美人 没想过刚来到学校 就遇到了如此美丽的女孩 学姐 能 能帮我刷 刷一下脸吗 你先进 谢谢学姐 零十八像个害羞的大男孩一样走了进去 雨生诧异地看了一眼零十八 没想到她叫住自己 竟然真的只是刷一下脸 说实话 零十八是她今天遇到的第五个新生 但是前四个新生 都是为了她的联系方式 周周 走那么快干嘛 另一个女孩小跑了过来 相比于前者 这个女孩并没有那么惊艳 但是依旧是一位不可多的美女 她叫秦玉文 金管学院大三年级 也是金管学院的院花 眼前这位是她的堆秘 名叫苏白舟 江城大学学生会会长 同时 也是江大唯一校花 以冰山美人著称的一位冰作狂 计算机专业十年难遇的绝世 新生的事情比较多 说起来 昨天那件事情的后续是什么 小偷有没有被绳之以法 一场误会 苏白舟面色不变 警察已经把前因后果跟她解释了一遍 零十八伸了个懒妙 看了看时间 发现自己已经在图书馆待了两个小时 今天的码字任务结束 走出图书馆 外面又下全小雨 这就是南方的天气嘛 如果军训的时候 也这样天天下雨就好了 零十八准备回寝室 身后 帮她刷脸的那个好看的学姐也怎么出来 周周 要不我们在图书馆待一会儿等雨婷 不了 新生那边有个东西 需要我到场过目 文文 电脑帮我看好 诶 周周 你真去啊 这时 已经走出图书馆的零十八 突然感觉到身后有动静 她回头一看 发现那个学姐正急通通的走着 原本的小雨越来越大 此时已经变成了倾盆大雨 江城的天气 竟然如此多变 大雨说来就来 学姐 谢谢 苏白舟的性格有些高了 她甚至没有看零十八的长相 学 学姐 这个好看的学姐原来害怕她 抱歉 雨下的更大了 零十八的伞不大 再加上学姐在跟她保持距离 所以一半的身子都被淋了 学姐 去那边躲一下雨吧 两人站在教学楼一楼的走廊中 沉默两久 要不要说点什么 学姐 你今年大级啊 大三 笨 学姐 你哪个专业的 计算机 笨 学姐 那个 那棵树看上去好粗壮 哈哈 零十八是真不擅长应付女生 她活了十八年 一场恋爱都没有谈过 零十八偷偷地看了一眼旁边的学姐 学姐一脸冷漠 苏白舟也觉得很尴尬 所以她选择了不说话 零十八习惯性地拿起手机 她看了看跟女神的聊天见面 由于片刻后 退了出去 点开了另一个人的聊天见面 这个人 是她以前跟她哥顾铭轩打游戏时 顾铭轩拉进来的两个朋友之一 说是打游戏很厉害 后来就主动摘了联系方式 没事就一起搭打游戏 聊聊日常 可以说是游戏搭子 我跟你讲 我现在和一个长得像仙女一样的学姐 在国语 女孩发现家里有动物 敲咪咪地抱了点 我正在家里打游戏 突然两个警察走了进来 和善地给我戴上了银手镯 邀请我自驾游去派出所 解开误会后 一场大雨 竟然让我有了一场黑药 有多好看 拍给我 偷拍不太好吧 你找机会啊 别让她发现不就好了 零十八没有回复 苏白舟很配合地转过头 假装在看外面的风景 很漂亮吧 苏白舟看着这张照片陷入沉思 这个世界真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经常跟他打游戏的男生 他知道是顾教授的弟弟 后者出国之前也跟他交代过 没事帮他照顾一下弟弟 但真的没想到 跟顾教授弟弟的第一次见面 竟然是这种情况 不知道过了多久 雷声渐远 落雨轻微 外面细雨绵绵 即便是出去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苏白舟什么都没有说 一脸平淡地离开了这 看着学姐的背影 零十八忍不住痴迷起来 学姐身材好 长得漂亮 就是性格有些冷漠 这么好看的学姐 应该早就有男朋友了吧 见色齐发了 是室友吗 你好 我叫李浩阳 土生土长的江城人 你好 我叫零十八 京城人 京城 兄弟 大城市来的呀 哈喽 一个极为帅气的男子 同间在门口 这个人帅极了 零十八甚至产生了 他和自己一样帅的感觉 你是明星吗 我不是明星 我是你室友 江神乔 你们好 我叫王大水 明天叫军训了 怕什么 军训锻炼不好吗 同学 我可以要一个 你的绿泡泡吗 抱歉 我有女朋友了 沈桥微笑着拒绝 这类事情 他显然已经轻车熟路 我第一天 怎么就没有女孩子 找我要微信 想要女孩子找你要微信 那就要锻炼啊 要做一个猛男 要忙 话说沈桥兄 你真的有女朋友了吗 我有女朋友 沈桥陈述了一句 语气很重 没有丝毫开玩笑的意思 吃完饭 几人进入了闲聊模式 咱们江大每一个学院 都有一个月花 例如今晚的月花 是咱们的大三学姐 叫做秦玉文 未须江大美女往地自卫 江大的贴本里 有秦学姐的照片 那长得是真的漂亮 十八兄 先说好了 秦大院花是我的 你少动心思 秦大院花旁边的女生是谁呢 那位可是如今江大的明星人物 她叫苏白舟 不过我劝你 还是少打听的比较好 她是计算机专业的才女 还拿了很多奖架 带领计算机系 成就了如今的辉煌 听说她的性格 高朗无比 无数像他表白的勇士 没有一位成功近身 所以你别想了 这样的天娇之女 咱真不配 那天遇到的学姐 竟然这么优秀呢 不过她没有男朋友 咱们新生之中 也有一个大美女啊 据说是新生孝花 名字叫做唐恩吉 虽然不如苏白舟 但也只是差上那么一点点而已 野娃子 别灰心 等我把这些女生一一拿下 然后分你一个 是你的 几人来到教室里并排座 同学们你们好 我是你们未来四年的辅导员 陈雄健 我知道大家都是第一次上大学 巧了 我也是第一次当辅导员 您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 老师也是刚刚研究生毕业 小生不才 勉强成为大家的辅导员 接下来的四年 咱们一起学习 另外 军训结束后 会进行班尾竞选 但是现在 我们需要暂时选出一个代理班长 有没有哪位同学自告奋勇 你去 你让我当代理班长 大锤兄啊 没想到你长得一表人才 背地里竟然是这样的人 第四排左边第一个同学 你是退伍军人吧 我不是啊 你这么壮实 老师还以为你是退伍军人呢 那没什么问题的话 代理班长就由你来做吧 说完 陈雄剑不给李浩阳反应的机会 大家刚刚也看清了这位同学的样子 军训期间的大小事 可以先跟他反应 他解决不了的事情 可以来找我 哦对了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 老师他叫李浩阳 王大锤大喊道 一副为兄弟两位插刀的样子 无比抗训 大家扫一下班群二维码 然后没啥事就可以回去了 李浩阳在班群里统计一下 不能军训的同学名单 好吧 李浩阳表示很无奈 全程他连拒绝的时间都没有 当然 他也不敢当着全班的面拒绝辅导员 只能说 辅导员这招玩得高啊 回寝室吗 回个屁 去操场看妹妹啊 在王大锤的怂恿下 几人来到操场 沈桥是拒绝的 因为他那宛如男明星一般的长相 过于招风影蝶 他出现在操场的那一刻 就吸引了所有操场妹子的目标 要联系方式的女孩子一波接着一波 这有点夸张了吧 王大锤终于忍不住了 操场上的女孩都看不到英俊潇洒的大锤哥吗 我们小鲜肉十八和健身教练都还没说话呢 你哪来的自信说自己英俊潇洒 蛙草 什么眼神 老子就开个玩笑 你不会真以为我喜欢男人吧 全方位无死角男神 周周你快来看 经常站着睡觉的都知道 只要军训时做白日梦 就会被罚跑 而今天这个人被操场十五圈 并且连累同学占军资一小时 全方位无死角男神 周周你快来看 咱们学校什么时候有这种帅哥了 周周来看看吧 他真的很帅 万一你就看上了呢 苏白周愣了一下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沈桥的照片 但是他的目光并没有落在沈桥的身上 怎么是他 另一边 十八兄就差你了 我拉你进队伍 你压的就是淘汰 再帮网一 无敌战神落叶归根 笨 大佬求败 我也想上战神 四排走起 军事基地求干 我靠 金色传说 愉快的夜晚 快上车 深夜 十八打开电脑 开始码字 这位同学 到 啥情况 我不是在床上吗 怎么就占军资了呢 这位同学貌似不太清醒 去 抛场十圈 我让你清醒清醒 教官 我 十五圈 是 可怜的垂胸 十五圈下来 他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是飘着的 垂胸 你还好吗 垂胸 坚持住啊 垂胸 你说什么 口渴 还是饿了 我 要 妹 直 猫草 狗儿子竟然背着我泡妹子 垂胸息怒啊 别破坏了浩阳兄的终身大事 男神 喝我的 我买的蜜桃味的脉动 那次我买蜜 男神 我要给你生猴子 台上唱歌的男生 说实话 唱得一般 零十八很喜欢唱歌 高中的时候 怎么也是个K歌王 脑海中 闪过那天和那位仙女学姐 一起躲雨的场景 十八不错 自觉地站了起来 你小子还没唱歌 周周 这个唱歌的男生 他唱得好好听啊 该怎么走 我却只想回头 除了你给的三 我再也没用 别的借口 只拥有你 嗯 我就说吧 周周 就算你是冰山女神 也不可能不喜欢歌声的 而且这个唱歌的男孩子 还有点小帅哦 但也只有苏白周知道 十八所唱的这首歌 是什么意思 雨天嘛 苏白周 也慢慢想起了那天的事情 军训终于结束了 八栋 五百一十五寝室 四人极度心思 度过了军训 他们美好的大学生活 才可以说是真正开始 聚餐 浩阳兄 江城这地方 你是本地人 有没有什么推荐 当然有 我带你们去健身房楼下的餐馆 吃营养餐 野娃子 我们三个都是本省人 只有你是外地的 这顿饭吃啥你来决定 那就吃火锅吧 OK 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 火锅走起 半个小时后 从今天开始 你我三人结拜为异性兄弟 大哥 二弟 三弟 二哥 八弟 晚上八点左右 四人回到了学校 想去厕所 哦 学姐 你在叫我 零十八看到女生的长相 才发现是那天的仙女学姐 我想去厕所 不知道在 在哪里 进去之后右转 一直走就是卫生间 谢谢学姐 这句谢谢学姐 倒是不会接吧 我刚刚好像见到了仙女学姐 还跟她说话了 错觉吧 真的是仙女学姐 看到她的样子 苏白周觉得这小男生还挺可爱的 喝酒了 笨 便宜这小子了 苏会长 你来得正好 彩排刚刚开始 嗯 没想到苏会长不仅精通计算机 还会唱歌 哦 我是谁 我在哪 我要干嘛 醒了 全寝室就沈桥一个人醒了 剩下两个人还在睡觉 沈桥兄 是我小看了南方人 没想到你才是隐藏大佬 酒量好 有时候未必是一件好事 不 在我们京城 能喝就是大佬 昨天晚上 你说梦话来着 嘟囔着什么仙女学姐 差点给我吓傻了 十八兄 你没谈过恋爱吧 嗯 你咋知道 怎么样 要不要哥哥教你几招 哦 秦沈老师指教 一 不去了解对方 二 金钱和物质要付出 现在这个社会 想空手掏白狼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嗯 等等 你为什么要看手机 因为 因为你看娘在百度 被你发现了 不得不说 沈桥表面上一表人才 实际上腹黑的一批 几点了 你干嘛一惊一罩 吓老子一跳 你懂什么 今天晚上六点半是迎新晚会啊 到时候肯定有好多 大二大三的小姐姐表演节目 听说齐一文学姐跳舞非常好 我要去看齐女神跳舞 锤兄 你可能不知道 咱们下午第一节有课 那又怎样 四休课 上课的是系主任 他说矿满三节课 就直接挂课 其实我最喜欢上课了 尤其是思修课 走 我们去吃饭 吃完上课 锤兄 迎新晚会真的那么好玩 我读书少 你可别骗我 一娃子 你锤哥子 怎么可能会骗你呢 你放心 迎新晚会的节目 我肯定能让你感兴趣 这就是你说的 能让我感兴趣的节目 王大锤也没想到 这迎新晚会 现在这么不要 他的女神秦玉文貌似 根本就没有帮我们节目 算了 来都来了 还有最后一个节目 迎新晚会就结束了 那就看完吧 各位大爷的学弟学妹们 其实我们的迎新晚会 还有一个隐藏节目 留在了最后的最后 这个惊喜没有公布在节目单里 在这里 我代表艺术团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准备的惊喜 提到江大 大家能想到的就是我们江大的计算机器 而提到计算机器 我们就能想到它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特邀嘉宾 为大家演唱一首必方的名 作为本次迎新晚会的收尾节目 不会吧 计算机器那肯定是苏白州女神 可是据说苏女神的性格冷落冰霜 怎么可能会参加什么迎新晚会 不知道怎么的 零十八突然想起昨晚仙女学姐 踩着高跟鞋的样子 竟然真的是计算机器的苏白州 无话中的苏白州上次也是绝世美人 如今妆容学在的她 简直是江大笑话唯一的人选 看着舞台上如众星捧约的仙女学姐 零十八也是十分惊喜 但是 她心中涌起一阵无法言喻的难受 直到现在 她才明白 她的仙女学姐在这组大学中 就怎样的人情 这样的人 岂是她能够染指的 野娃子 是苏白州啊 是比其女神还要漂亮的苏白州啊 野娃子你咋了 野娃子 你这表情跟吃了食一样 是失恋了吗 滚 如果王大锤猜的也差不多 像苏白州这样的人 她注定只能在远处 看着奇妙的声音 动听的声音传遍每一个角落 观众喜气的声 每一个人的眼睛 都呆呆地望着舞台上 那个如仙子一样的声音 她不仅每一天闲 就连声音也越来越多 丁丁丁 她太美了 每一道不属于自己的世界 她越是要你 林十八就越是能清晰地感受 不过 她也不知道自己对仙女学姐 是一种怎么样的 从第一次的礼终相遇开始 她对她的相好 直到昨天晚上再次相遇 仙女学姐 在林十八行中 就跑得来月光了 林十八默默 看上了舞台上的自拍照 她很乃 她也可能在人群中的角落里 演唱完毕 苏白舟转身准备离开 就在这一刻 苏女神 这波操作属实 把她给震惊了 社会为什么突然站起来了 王大锤 林十八一个莫名其妙的笑容 如同一位老父亲 想要的不争气的儿子 一个安心的表情一样 学姐 前两天一位新生演唱的歌曲宇天 你觉得怎么样 这首玩意 剧本没行 不错 短短的两个字 是如今她嘴里 对林十八最大感 她就在我旁边 我们想看学姐和她合唱 这可是苏白舟啊 让她同意这种事情 开什么玩笑 可以 你认真的吗 垂兄 你怎么婆婆妈妈的 你娃子 机会都为你了 快上 会唱什么歌 都 都行 呵呵 小结巴 既然是男女合唱 那就唱一首比较简单的 有点甜吧 有点甜 林十八还在沉默着 而观众席上的王大锤都快疯了 拼命地用眼神示意她赶紧拉扭 见到这一幕 林十八突然觉得有些滑稽 就连心里的紧张感都退去了不少 好 观众们在听到了苏白舟的天爱之音 都认为没人能够和她同台演唱 此时看向林十八的目光 也带着一些质疑 但渐渐的 质疑变成了享受 怎么样野娃子和苏女神同台演唱是啥感觉 荣幸之志 那 这个机会可是你锤哥给你的 你就没什么表示的 周的早饭行吗 一个月 不行 最多两周 成交 被坑了 不过想起迎新网会上 王大锤站起来的那一幕 林十八心中又是一满 别看王大锤平时猥琐至极 关键时刻却该出手时就出手 丝毫不会掉链子 国民好事有王大锤 回到寝室后 沈桥还在床上打游戏 不错呀 你们两个 十八兄和苏白舟的合唱视频 笑群和表白墙里都传风了 都说是天造地盛呢 来来来 别磨叽了 开黑走起 来 林十八兄来不来 等会 让我给你物色一个女朋友 什么女朋友 就是左下角的心欲 聊天回复率超高的社交软件 打开就能看附近单身美女 都是真人认证 不怕被照片 不加好友直接与您视频 想聊啥就聊啥 先别开 没有妹子 没意思 我看看附近的人里有没有妹子 突然 林十八的游戏界面中 出现了一条求妖神情 别说话 有妹子 她还以为是她在大厅里邀请进来的 哈喽哈喽 有妹吗 有 爱吃火锅只说了一个字 但是王大锤却异常兴奋 我靠 你锤哥这手气 一拉就是一个预解 你看不到 这是我的游戏好友吗 开 四个王者三十多星无双 带一个王者四十八星的爱吃火锅 进入了游戏 我不打了 打了一天太累了 我也不打了 我去打打人机练 记住 不打了 林十八把这三个字打出 然后就退出了游戏 下一刻 差三星上荣耀 没问题 我带你 不 你来辅助 爱吃火锅料下这句话 让林十八一脸茫然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对方已经开始匹配了 很快 三局连胜 辅助的不错 你也很秀 你也打王者吗 我还以为你只玩吃鸡吗 都玩 林十八打开爱吃火锅的信息界面 江城市第七孙上乡 你也在江城吗 江城大学 难道顾明轩当初拉进来的是他的同事 老师好 苏白舟看到这句老师好 差点没人就笑出来 我是学生 看到这四个字 林十八惊呆了 顾明轩竟然拉他的学生一起打游戏 你好啊 没想到我们是校友 爱吃火锅并没有开卖 而是直接退出了组队界面 速度之快 让林十八都没有反应过来 另一边 女生寝室 苏白舟被林十八的声音吓了一跳 连忙退出了游戏 他在网络上可是十分设恐的 所以这么久了 他认识了林十八一个游戏好友 还是顾明轩搭的线 不过 网络朋友变成现实朋友 虽然很刺激 但是还挺有意思的 是学姐吗 林十八这才明白 当初跟顾明轩打游戏的时候 他竟然把自己的学生拉进来打游戏 不过顾明轩是教计算机的 难道这个学姐也是计算机专业的 那你认识苏白舟学姐吗 认识 还很熟 他只是随口一问 没想到对方不且认识 还很熟 看上他了 他到现在还是个纯情小男生 一场恋爱也没谈过 更不擅长应付女生 莫理解 没有 两个字迟疑了三分钟 他这种颜值 追求者什么样子的人都有 但像这么纯情的小学弟 他还是第一次遇见 学姐 你叫什么 秦玉文 这么巧 我是有喜欢你 哪有这样跟女孩子聊天的 我推给你 我跟他说 只是 临时巴实在是困得不行了 不知不觉就睡了 苏白舟发现自己的绿泡泡 迟迟没有人家 而扣扣上的消息也没有回复 这小结巴 睡着了吗 女孩发现家里有动静 悄咪咪的抱了听 我正在家里打游戏 突然两个警察 大进来 和善的给我戴上了银水镯 邀请我自家游戏开出锁 天崩开局的我 是必要拿下这位送我进去 玉山学姐 你都看了半天了 早还是不假 想家 不敢 毕竟 这可是江大笑话的绿泡泡 他何德何能啊 如果被拒绝怎么办 十八兄 我问你哦 你现在跟他是什么关系 陌生人 那你在怕什么 对啊 他在怕什么 现在最坏的结果 不过是保持现状而已 你关系干嘛 我不敢看 他被拒绝 熬了一晚上的苏白舟醒来后 看到了一条好友请求 至于熬夜的理由 他自己也不清楚 就莫名其妙的熬夜了 看到这三个字 苏白舟无语了起来 这样家女孩子 谁会同意 他没有犹豫 直接同意了好友请求 不知道这个小男生 知道自己的游戏搭子 是江大学生会长后 会是什么反应 三两牛肉面 非焦烤肉盖饭 二两鸡杂面 帅哥 英文 野娃子 吃饭不积极 思想有问题啊 啊 哦 给我来二两黄焖鸡米面 啊 你要不要听听 你在说什么 这小子指定是上课上傻了 给他来自我一样的牛肉面 吃牛肉 有利些 零十八兄 你都把丹相思写脸上了 没有 这顿饭吃完后 零十八看着已经关机的手机 一脸的纠结 野娃子 魔鸡啥的 狗快点 哦 当当当当 看样子是同意了 不过这才刚刚开始呢 我知道的 对他来说 能加到仙女学姐的绿泡泡 已经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了 冰心说他一个室友也一起来 你们不跟我一起吗 好兄弟 野娃子 你的来 跟在你锤哥后面 看你锤哥怎么把妹 说起来 那个小结巴家 他到现在还没有发过消息 明明是你家的我 竟然要我主动发消息吗 你是 李浩阳的冰心女神 颜值自然不用说 他的室友更是经为天人 竟然是他们学院的新生校花 唐恩琪 也是零十八高中暗恋了三年的女神 好尴尬 早知道就不来了 仙女学姐居然发我信息 第一次跟仙女学姐在网上交流 零十八的小心脏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 我是零十八 我是你的粉丝 我不是明星 不需要粉丝 不需要粉丝 是不需要我的意思吗 我该不会掉被删了吧 零十八纠结了起来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回 该不会 吓到这小结巴了吧 下一刻 他的寇寇收到了一条消息 秦雪姐 我完了 什么什么 周周你怎么个事 你竟然对着手机屏幕傻笑 你最近很不对劲啊 都大三了 你不会这个时候铁树开花吧 你猜 有问题 有大问题 他这个人就这样 他同意你的好友请求 就是愿意认识你 真的吗 真的 我是他室友 非常了解他 一句话 全是真诚 没有谎言 很快 他的绿泡泡 又传来了零十八的消息 这小学弟 是真单纯啊 在跟你女朋友聊天吗 啊 没有 小哥哥长得这么帅 竟然没有女朋友啊 零十八同学 你看我家琪琪 身材好 长得漂亮 成绩还好 你真的不会心动吗 零十八同学 好久不见啊 叶娃子 怎么的是 其实唐恩琪 对零十八也有好感 只是不知道 怎么回复对方 毕竟 他听说零十八是孤儿 可能家庭条件不太好 所以他纠结了一个暑假 也没有一个答案 不过如果零十八 在大学中 表现得很有潜力的话 他也可以给对方 一个追求他的机会 不就几百块吗 零十八自己写小说赚钱 几乎不找家里要生活费 所以不知道 这些钱是两人半个月的口约 有时间带我玩游戏吗 肯定立刻有啊 随后 苏白舟把他的游戏ID 发了过来 可能仙女学姐是现实高了 网络开朗的类型吧 不要脸 你骂我干嘛 我一直是这个名字 你以前怎么没意见 说起来 仙女学姐打游戏的风格 跟秦玉文学姐很像吗 不愧是室友 真有默契 学姐打游戏不太呢 不像秦学姐说的那样 是不猜 比秦玉文强多了 周周 我感觉你在骂我 周周 我感觉你在骂我 秦学姐的性格 跟网上也不太一样 女孩子都有两副面孔 你可以这么觉得 要不要约仙女学姐吃个饭 用什么理由比较好了 秦学姐 你说我约素学姐吃饭的话 她会不会同意 认识我这么久 你先约她是吗 对哦 跟秦学姐在网上认识了 也有一段时间了 还打了那么多次游戏 于情于理 都应该心悦秦学姐见个面 那 可是 男生跟女孩单独见面 会不会不太好 不会单独见面 你不是想见周周吗 我会叫上周周 不过你不能带朋友 周周设口 哦 好的 明天晚上有时间吧 我知道一家很好的餐厅 明天没有时间 女孩发现家里有动静 敲咪咪的报了她 我正在家里打游戏 突然两个警察 和善的给我戴上了银手镯 邀请我自在游戏开出锁 天崩开局的我 是必要拿下这位走进 并山学姐 明天没有时间 周周平时很忙 不过周末有时间 没问题 收到 你刚来江城 对这里不熟悉 我请你吃饭吧 就当带我 跟周周上分的费用吧 这怎么好意思 就这么定了 跟喜欢的人一起打游戏 一起聊天 原来是这么高兴的事情 什么情况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放鸽子 不过她也不会怪 秦玉文跟苏白舟 他们都大三了 后者还是学生会的会长 被其他事情耽误 也是正常的 上车 这是秦学姐的车 难怪不回消息 原来是在开车 秦 苏学姐 秦 秦学姐呢 她有事 但不想放人鸽子 所以委托我来 谢谢你 秦学姐 我零十八的人生 因为有你 变得格外精彩 再次跟仙女学姐 有如此近的距离 零十八 就紧张的大脑 一片空白了 是要是真恋爱了 那她以后 在仙女学姐面前 岂不是整天 成为阿巴巴 苏 苏学姐 这是你的车吗 嗯 刚买的 不贵 学 学姐 你是 嗯 我上周拿的驾照 这是第一次上路 苏 苏学姐 要 要不 还是我来 她的供姐没有脱离蛋 几乎听完零十八的话 就跟陶总一样做到了副驾 你有驾照 有 有 暑假可好了 苏白舟坐在旁边 散发着一股 让零十八沉迷的香味 学 学姐 咱们 咱们来这里干嘛 现在是下午三点 不找个地方打发时间 咱们直接去吃饭吗 也对 你平时也接班吗 没 零十八这才意识到 自己从开始到现在 说话一直都是结结巴巴的 没有 第一次单独跟女孩出来 有些紧张 还是个没怎么接触过女生的小男孩呢 今天的天气很好 不像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下着大雨 能跟仙女学姐一起在今天漫步 几天前的零十八小都不敢 只要还得感谢秦玉文学姐 苏学姐 吃不吃冰激凌了 问完她就后悔了 为了今天的第一次正式见面 能表现得更好一点 她特意查了很多攻略 其中 有一条是重中之重 给女孩子们的东西 不要问她要不要 而是直接给她买 你想吃 可以 我请你 一句话 直接就把零十八给准复会了 看样子 她也是没什么跟男生相处的经验 行为都有些僵硬 没给零十八拒绝的机会 苏白周已经把冰激凌买过来 不知道你爱吃什么口味 所以买了原味和巧克力 你要吃哪个 零十八似乎非常犹豫的样 她喜欢巧克力 但是原味感觉也不错 你什么星座 天秤 难怪 学姐你呢 天仙 难怪 见零十八还在犹豫 苏白周直接把巧克力味的冰激凌 踩到了她的手中 因为她喜欢吃原味 走着走着 零十八不自觉地放慢了脚 快速拍了一张苏白周的背影 然后心里美滋滋地走回学姐身 苏白周瞥了她一眼 没有说什么 只是拍一个背影而已 她倒是没觉得有什么 看她的样子 似乎还想偷偷摸摸地珍藏一样 就像小动物发现了什么宝贝 就会藏起来 她不理解 拍一个脸都看不到的背影 有什么用 为什么一个背影的照片 她就可以如此高兴 要是拍到了正脸 甚至合影 她会不会开心到起飞 可能是零十八太单纯了 她第一次见到仙女学姐的时候 是开学第一天 到现在才刚加上绿宝泡 当然 苏白周第一次见到她 是新生开学的甜义天 还把咖啡送给她的 只不过零十八不知道这件事情 仙女学姐好有气质啊 喝什么 喝 喝不惯咖啡 零十八已经看了半天菜单了 但是仙女姐姐的样子也好美 根本就挪不开眼啊 最终 零十八决定喝跟仙女姐姐一样了 很苦 我没加糖 无所谓 我就爱吃苦 学姐是福尔摩斯的粉丝吗 不是 那学姐应该是死神小学生的粉丝吧 哦 可以见得 死神小学生同款眼镜啊 再加上学姐 你不喜欢福尔摩斯 却在看这本书 我猜 你是因为死神小学生 喜欢福尔摩斯才看的 心意字外 你不摸你肚子 没忍住 嘿嘿 这家伙还蛮可爱的 好苦 拿两包糖 学姐 不用的 我能洗 喝不了苦的 那就喝甜的 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你做好你自己就好了 放了两包糖后 零十八搅拌了几下 用着 虽然是 但是放了糖之后 也可以喝 一个下午的时间 悄然而去 黄昏将至 苏白粥和尚书 而零十八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这小结巴 明明无聊的要死 愣是一句话都没说 结果竟然趴在桌子上 就开始睡 苏白粥没有叫醒他 心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坏性 长得还不错 不是 拜托 我弟弟怎么在你面前睡着了 我让你照顾弟弟 你不会想泡他吧 泡他吗 这小东西 泡起来应该非常有意思吧 你还发现家里有动静 悄咪咪地抱了他 我正在家里打游戏 突然两个警察撒进来 和善地给我戴上了银手镯 邀请我自驾游戏开出所 天崩开局的我 是必要拿下这位送我进去 陈山学姐 醒了 不好意思学姐 我睡着了 没关系 走吧 请你吃饭 嗯 好 零十八有些腼腆地 跟在苏白粥的身后 像个弟弟一样 众所周知 大学生吃饭 不是火锅就是烤肉 周周啊 你好久没来了 刚开学嘛 最近在忙着新生的事情 苏白粥对这个阿姨并不高冷 而且不难看出来 她是这里的常客 这位小哥跟周周是一起的吗 不 对 周周以前一直都是一个人来吃 偶尔会带另一个女孩子 这还是她第一次带男孩子过来哦 零十八坐在苏白粥对面 我是居住 她现在真怕自己的什么举动 会让学姐不喜欢自己 你没吃过烤肉 吃过啊 但是她吃过的烤肉 都有服务员帮口 很少自己动手 要喝酒吗 不 第一次见跟学姐吃饭 她哪里敢喝酒 更何况如果她喝酒了 那就是学姐开车 那我喝一些 周周每次来都要喝一些的 这是我家自己酿的 很好喝的哦 真的吗 那我也买一瓶吧 谁开车 我不喝 我带回启示喝 她只是单纯地想知道 学姐爱喝的酒是什么味道 这是什么感觉 为什么会有一种投味的充实感 看着零十八来整个剧 将她烤的东西美滋滋的吃完 她那高冷的脸上 竟然出现了一丝丝的买 甚至萌生出了有机会 给零十八做饭的想法 陆白舟又不着痕迹地 拍了她一张照片 给老师发了过去 十八竟然会跟你吃饭 什么意思 你不会真的想泡我弟吧 那你有麻烦了 想泡我弟 你必须要跨越一个障碍 十八高中 有一个暗恋了三年的女神 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 大学并没有在一起 走了 零十八嘴里塞得像个仓鼠一样 呆呆地看着苏白舟 这个样子 苏白舟的脾气瞬间没了 不过 既然十八愿意跟你出来吃饭 就说明她和那个暗恋的女孩 几经划新了界限 十八这一点的品气 我还是能跟你保证的 去干嘛 学姐 不是要走吗 坐下吃 坐下 哦 零十八又乖乖地坐了回来 可是她已经差不多吃饱了 吃吧 只能吃了 回教师公寓 学姐不愧是仙女啊 这也太美了 从刚刚开始 你的手机就响得不停 我室友 催我回家 学姐 你也住家属楼啊 那一栋的六百一十四 六百一十四这个房间好 零十八只是觉得有些熟悉 一时间并没有觉得哪里不得 零十八回到寝室门口 并没有进去 她看着手里的青梅酒 进去之后 王大淳肯定会跟她抢着喝 甜甜的 有一丝丝的酸味 很好喝 怎么回事 你最好跟你三个爹 写实一下 还大不中流啊 仙女学姐剁交鱼头的车钥匙 学姐 要是忘记给你了 没想到 对方竟然秒回了 先放你那里吧 我不经常开 这算是白嫖了一个司机吧 那样在 教练 你还真是自律啊 那是 你们要不要一起啊 都上大学了 我可不想跑澡沧 等等我 教练 早知道她就不来了 你不起来吗 一起吗 好 好 好美 好看吗 好 好看 好看为什么不看 不 不礼貌 伸手 伸手 哦 哦 跟仙女学姐一起 会不会太厚脸皮了 等李浩阳一起去吃早饭 嗯 还是自己去吃吧 嗯 确实好久没有去一时堂吃饭了 偶尔去一次 也没什么不好的 对 一时堂的饭比三时堂好吃 一时堂的打饭阿姨 比三时堂的温柔 一时堂便宜 一大堆理由出现在苏白舟的脑海中 去一时堂 突然就变得理所应当了起来 这不是讲大笑话苏白舟吗 他怎么会来一时堂 哦 凭什么 大家都是男人 都是校草级别的男神 都占了桌子 旁边都有空位置 凭什么你小子运气这么好 冰山的身边 也不是谁都能住 零十八也算是明白了 和仙女学姐会有冰山的称号 学姐 我先走了 不行 等我吃完 嗯 这才是仙女学姐原本的性格啊 零十八看着她的背影 目不转睛 她好像很多次都这样看着别人的背影 只能这样默默地看着对方 守着对方 什么都做不了 她不知道到底少了些什么 总觉得似乎哪里不对 心中有一口说不出来的感觉 迟到 听下女生对我笑了 明明是对我 放你娘的狗屁 也不撒泡尿 看看自己什么样子 你说什么 我可是江城旁渊 我还江城吴彦祖呢 勾住嘴 我江城第一深情有话说 唯有零十八能感觉到 仙女学姐的内向 是对着自己 她终于知道 自己一直以来缺少的感觉是什么了 是回头 是她追逐着对方背影的那段路上 对方能够回头 看到自己的身后 原来一直都有一个人在 学弟 加入杂志社吧 上一个学弟就是你们杂志社抢走的 这一个归我们文学社 这是什么道理 难道报名还要一人一个吗 我们文学社才是江大第一社团 你个冒牌货 长江后浪推前浪 你说什么 杂志社比文学社厉害 你们在做什么 苏学姐 苏学姐 社团招新 禁止争抢新生 对不起苏学姐 我们知道了 你想去哪里 我 我还没想好 我只是来看看 学姐 你来维持秩序的吗 不 我来社团招新 我是汉服社社长 亮仔 亮仔 你不回我消息 学小家 零十八的老乡 话老一个 你怎么在这里 我也是新生啊 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班长呢 你说教练啊 他去健身爱好者协会了 哇 我也要去 教练已经被长腿萝莉拿捏了 这小豆丁 他是没什么机会了 零十八的注意力 回到汉服社中 此时 苏白周已经换上了汉服 此时的他 美若天仙 仿佛仙女下凡 如同画中走出来的一般 零十八默默地站在一旁 汉服社的表演开始了 你们不喜欢看 我帮你们看了 秦学姐 啊 叫我的吗 有点眼熟 啊 想起来了 这不是军训唱歌被发到表白墙上的小学弟吗 怎么了怎么了 世界末日了 是的 末日了 我们要跑 发生什么事了吗 苏学姐和秦学姐走那么快 学长 我可以加入汉服社吗 哟 是个小帅哥啊 当然可以了 不对劲 很不对劲 这怎么是个娘娘腔 我报名 学弟 学长提醒一句哦 如果你是为了周周学姐来的 那么其实没必要 因为她已经大三了 很快就会退出社团 不 我单纯的喜欢汉服 是吗 加个群 到时候会通知你第一次聚会的时间 好 好漂亮啊 雀谁 琪琪 要不咱们去汉服社 汉服社 可以啊 女孩呀 你们要加入汉服社 嗯嗯 我们人满了 你们明年再来吧 大二也能加入社团吗 不能 那你不是刁难我们吗 真是对不起啊学妹 我们社团有苏白周呢 所以报名的人数太多了 已经超出预算了 哼 刘将来 咱们确实人满了 但是那个叫零十八的 怎么就破例被录取了 因为 刘将来想到了苏白周 我觉得周周学姐对她不一般啊 我动漫社王大厨 我健身爱好协会 李浩阳 我 汉服社 零十八 我 无业游民 沈桥 开飞 开飞 来 上号上号 社团迎新的第三天 汉服协会已经不再迎新了 新生加入社团 会进行一次聚会 不出意外的话 刘将来会成为新的汉服社会长 周六就是汉服社的新人聚会 周五傍晚 零十八准备去买一套汉服 参加聚会 零十八同学 喊她的是柳冰心 柳同学 今天没有跟教练去玩吗 这个时间点她去健身了 你也是不是喜欢我叫恩琪吗 怎么来到大学就变心了吗 她没变 还跟以前一样 但是零十八几经没有曾经的那种感觉 曾经的我年少无知 现在的我只想当一个好人 啊 其实无所谓的 我跟零十八同学没有在一起过 零十八还喜不喜欢我 都是她的自由 她答应过零十八 只要考上江城大学 就跟她在一起 但她没有做到 大学有太多优秀的男孩子 能见到更广阔的世界 乱花见玉迷人眼 在未知的面前 似乎自己本来就有的东西 很容易被忽略掉 回过头来 不知不觉中 那个满眼都是自己的男生 寂静不见 拜拜 两位 琪琪 我感觉零十八还不错啊 你以前怎么没答应她啊 我总是觉得 还能遇到更好的人 但来到这里才发现 无论如何也等不到的 我们这一生 能遇到真心喜欢自己的 就几经很不容易了 琪琪 你怎么突然大车大雾了 最近看了一本恋爱小说 落叶归根写的 我带入了那本小说的主人公 明白了很多的事情 不知道我追她的话 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 啊 琪琪 你可是新生小花A 你要倒追 不知道呢 喜欢就去追啊 就像我跟浩羊一样 大不了以后分手 啊 冰冰 我不敢狗童啊 开玩笑的啦 学姐 你觉得哪个好看 还不错 但蓝色的比较好看 有她了 这套汉服的价格是1299 对于学生来说 是一笔不菲的金额 对于零十八来说 无所谓 宁搞费里口 苏白舟看了看零十八发来的照片 想到了明天的社团聚会 原本她是不准备参加的 明天的聚会我也会去 记得多算一个名额 我这是鬼迷心窍了吗 学姐又忙了一天了吧 晚上早点休息 晚安 晚安 亮仔 亮仔 凌晨四点 谁会敲门 而且没人知道她住在这里 哦哟 小黄人外卖 嗯 我没点外卖 哦哟 收获人是林先生 林先生 林十八 苏白舟很谨慎 还是没有开门 她想问一下林十八 但林十八已经提前给她发了消息 学姐 看你黑眼圈很重 想必是经常熬夜吧 特意送上暖心鸡汤 身体最重要 如果你几近睡着的话 醒来也可以热一下 当早饭吃 看到这里 苏白舟微微一愣 她打开了门 哦哟 小姐姐的男朋友好 太新了吧 对 外卖员递过来的鸡汤 表情有些出神 九月底 这个周末过完 只要再上三天课 就会迎来一个七天小长假 很多暧昧期的小男女 都会在这个周末确定关系 然后七天假期 一起去什么地方玩 当然 距离一定要远 懂得都不 或者各回个家 短暂地开始一场异地恋 七天后 又摆出一副小别圣新婚的架势 比如李浩阳 她今天约了柳冰心 准备开始约会 而且几个技术 这个世界上又少了一个美女 我王大锤就不能给所有女孩子一个家了 教练 我跟你说 替我照顾冰心 你要是敢对她不好 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锤哥 你看我今天帅不 帅你个头 怎么样锤哥 你跟唐大美女有戏吗 有戏 必须有戏 你锤哥的魅力你还不知道吗 不过唐恩奇对她爱搭不理的 这次周末 她也尝试过去约对方 结果对方直接婉拒了她 还说已经约了 我王大锤英俊潇洒 这个周末 难道又要和这两个家伙独守空房吗 真的没有人发现 我王大锤的魅力吗 锤哥 如果你想要一个听话的女友 可以试试左下角这个 上线让你体验 跟不同美女约会的感觉 无论是青春学妹 教终罗利 还是高冷御姐 你喜欢的类型全都有 超过白款女友任你挑 左下角入口现实开放 抓紧点击左下角试试吧 真的吗 赶紧赶紧 谁也别拦我 叶娃子 你小子又干什么去 上个周末 你就偷偷跑了 现在还想故技重施 汉服社聚会 书包里装的汉服 主要是我不知道聚会 要不要穿汉服 所以就先戴着 一个聚业妹子就好 自己的失败虽然痛心 但朋友的成功简直是难以接受 教练 表白成功 逐出515 表白失败 你还是无儿 教练 王大锤仿佛看着自己的儿子 倒插门出嫁一样 如果你回来的时候不是好消息 我会更难过的 好肉麻 零十八出门后 收到了四百周的消息 我车钥匙还在你那里 对啊 差点把这个点忘了 来教师公寓 聚会地址我发给你 零十八现实一愣 随后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仙女学姐想让她开车载着她去 零十八的心中顿时涌起一阵充实的感觉 钥匙公寓的停车场 苏白周几近在车旁边站着了 这家伙竟然没穿汉服 零十八也是发现了这件事 零十八也是发现了这件事 我装收包了 嘿 这破嘴 怎么又开始结巴了 换上 啊 在这里吗 时间还早 去家里换 家里 嗯 她本来想说去她家换的 但一想到顾明轩是这小学弟的哥哥 就有些说不出口 那哪里是她家 硬要说的话 那是零十八的家 但要是说去你家里换 她更说不出口了 所以只能不要人称 直接说去家里换 但好像无论怎么说 都很容易让人误会 零十八也是有些好奇 仙女学姐为什么会直接说家里 她还没有自恋到觉得学姐 把她当一家人的成功 此时 零十八还不知道 当初把自己送进局子的人是苏白周 学姐 难道还不知道 自己租在顾明轩的房子里 今天凌晨 零十八给她点外卖 她还以为她知道 一想到小学弟还没开学 就被自己送进了派出所 绕是冰山女神 也忍不住露出了一丝丝尴尬的什么 好在 零十八没问 两人心知肚明 谁也没有提曾经的事情 那个是我的房间 另外两个 一个放了顾教授的东西 另一个是他留给你的房间 我明白了 学姐 走进房间中 零十八终于确定了 这就是顾明轩的房子 自己就是在这里被警察逮捕 一人猛逼 她没想到 开学的前一天 竟然是仙女学姐 把她给送进去了 顾明轩 竟然把自己的房子 租给了仙女学姐 原来 自己跟仙女学姐 早在开学前 就几经有过这样一段接触了 换着换着 零十八突然发现 一个惊人的事实 这玩意 她竟然不会穿 真是惭愧啊 竟然不会穿老祖宗的衣服 那个 学姐 不会穿 嗯 亮仔 亮仔 那个 学姐 不会穿 笨 零十八虽然不够穿 但也穿了个七七八八 素白周伸出鲜鲜玉脂 帮零十八穿的同时 偶尔也会碰到她一下 后者话都不敢说 心跳快速跳动 呼吸都有些急促了起来 事实上 素白周也有些紧张 只是她比零十八能装 根本就看不出来 而零十八准备得十分充分 甚至还有假发 学姐 不好 我瞎了 我看不见了 套上假发后 她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 仿佛换了个人一样 苏小姐 请 请 汉服穿上的那一刻 零十八觉得说白话 有些悔形象 所以言行举止 都变得端庄了起来 苏白周就不需要这样做 她本来就端庄 但坐进口红色 剁胶于头里面之后 一切形象 几乎全都 嘿嘿嘿 不好意思 情不自禁 情不自禁 汉服设的聚会 那肯定是与众不同的 茶会上 刘江来坐在本凳上 他虽然是个男生 但行为举止 比女生还要优雅 一群女孩子 围在他的四周 显然是把他当成了姐妹 可可 学妹们 太热情了 下面我要开始点名了 苏白周 第一个名字 就是他们社长的 结果第一个名字就不在 刘江来似乎是习以为常了 苏白周很忙 经常错过社团的活动 所以他直接跳过 继续开始点名 直到 零十八 零十八 点完名后 刘江来发现 报名参加这次聚会的 就只有苏白周和零十八不在 很快 他的表情变了 难道我们周周学姐 真的铁树开花了 作为女孩子们的同道中人 他真恨自己不是个女人 突然 众人聊天的声音消失了 只见大堂的门口 进来了两个深夜 这里大部分人都是新生 而且八成都是女生 新生中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 几经大三的高冷笑花 更不认识什么零十八 他们只是觉得眼前的两个人太好看了 一时间被深深地吸引进去 这位 很多学弟学妹都还没有见过他 他就是我们汉服社的社长 苏白周 听到苏白周这个名字 很多人恍然大悟 江大笑花 计算机才女 很多人的榜样 难怪怎么媚 原来他就是俗辈子 那么此时此刻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他身边的男生 又是怎么回事 看到周围人一样的表情 零十八放慢了步伐 但在仙女学姐的身后 营造出一种他跟学姐 只是碰巧一起进来 并不认识的感觉 他可不能把学姐的形象给破坏掉 不得不说 他这个举动周围人幸福 随这儿来的 就是一些女孩子过来认识零十八 毕竟他长得还是很帅的 周周学姐 你跟那个小学弟是一起来的吧 他是顾教授的弟弟 顾教授难怪 不过 即便是顾教授的弟弟 以你的性格 也不会因为这个就跟他认识吧 他很了解苏白周 哪怕顾教授是他的老师 所以 他愿意认识零十八 一定是因为零十八 有什么地方吸引着他 查会中 两个女孩子来到了零十八的身旁 询问零十八的绿泡泡 零十八抓了抓头发 想到了沈桥拒绝别人的时候 总说自己有女朋友了 所以他也学了一手 我有女朋友了 听到这个回答 过来要绿泡泡的女生 都失望地离开了 苏白周虽然一直在看手机 但余光也在盯着零十八的方向 看到过去的女生全都无功而返 不知道为什么 他也松了口气 心中对于自己也参加聚会的选择 表示认可 如果自己不来 这小学弟是不是就从我上去 然后一脚踏恩船 不得不说 女人的想象力是丰富的 苏白周逐渐沉浸在了幻想的世界里 仿佛看到了零十八使用风气 对很多女孩子不负责任的场景 刘将来在旁边都看待了 冰山女神什么时候露出过这种表情 这是生气还是什么 她几乎就没见过苏白周愣神 但今天苏白周 而且还生气 她到底为什么生气 接下来 每个人会进行一次自我介绍 介绍的同时 能让其他人的印象更加深刻 从而快速地认识 汉浮社的氛围很特别 大家都是因为相同的爱好聚在一起 所以话题几乎是源源不断的 很快 自我介绍就轮到了零十八 看到一堆人注视着她 突然变得有些设苦 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我一认识的苏白周 发现仙女学姐也在看着她 安静的大堂中 两人阴差阳错的隔空对视 下一刻 零十八脸色微红 快速低头 而苏白周也微微转头 掩饰自己 这一幕 被刘将来清楚地捕捉到 学弟不必紧张 大胆地介绍自己 好的 学长 我叫零十八 大一 爱好打游戏 唱歌 天马行空的写作 十八岁 生日是 好了 下一位 好了 下一位 这是她在聚会中说的第一句话 直接打断了零十八的自我介绍 在场之人奇奇看向了她 就连零十八都有些呆愣 众人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苏白周不喜欢零十八 所以才会打断她的自我介绍 零十八也是这么想的 她露出了有些沮丧的表情 我刚刚在做什么 她只是觉得 如果零十八继续说下去 那岂不是一点隐私都没有了 她都不知道零十八的生日 别人凭什么知道 为什么会有一种好东西 被人发现的急迫感 就像别人花钱 自己着急一样 那么 在什么情况下 别人花钱 着急的是自己呢 当然是 别人花的钱 是她的 苏白周还在沉思 却发现零十八变得有些沉默寡言 整个人闷闷不乐的 看起来有些可怜 周周学姐 回去之后 你可要好好补偿一下 这位小学弟哦 你把人家弄难过了呢 苏白周没有说话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聚会结束后 汉服社的同学各自回家 而零十八还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刘将来看了眼里 也离开了这里 走了 哦 零十八看着苏白周的背影 只觉得他们之间隔着一层无法跨越的鸿沟 是啊 她可是冰山女神 高冷笑花 也许 在仙女学姐的眼中 她连朋友都不是 最多只是一个游戏搭子 回到教师公寓 零十八将剁骄鱼头的车钥匙递给了苏白周 为了不让对方看出自己的难过 她强硬地笑了笑 学姐 要是还给你 你的生日 啊 你的自我介绍还没有结束 你的生日是哪天 仙女学姐她 她问我的生日 十 十月六号 十月六 那不马上就到了吗 以后的自我介绍 不用把自己的事情全盘拖出 哦 好的 自我介绍 还有什么要介绍的吗 可是学姐 你刚刚不是说自我介绍 不用全盘拖出的吗 这次除外 我的父母是警察 他们是我最自豪的父母 父母是警察 难怪这小学弟三观正 有礼貌 言行举止 都在尊重别人 零十八看了看苏白周 将自己最后的自我介绍来她的心中 我喜欢的人 是仙女学姐 是你 车钥匙 在我学会怎么上路之前 就先放你那里吧 愣着做什么 你不换衣服吗 去学姐家里换吗 零十八打开门 发现仙女学姐 正在厨房中忙碌着 这是 在做饭 学姐 好香啊 锅里的东西 学姐明显吃不完 显而易见 学姐做了两人份的 想到这里 零十八自告奋力 学姐 我来帮你 苏白周手中的动作一顿 想到之前烤肉的时候 零十八连五花肉都不曾滚到 不用 这是今天凌晨 你给我点外卖的回报 很快 饭菜上桌 虽然谈不上丰盛 但一想到是仙女学姐做的 零十八就觉得这是她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佳肴 苏白周面无表情 却隐隐藏着一丝期待的目光 零十八吃了一口她做的菜 好吃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苏白周心里充实了起来 开始吃饭 我来洗碗 这一次 轮到了苏白周 看着零十八在厨房东忙 再见了 学姐 零十八离开后 苏白周看着眼前空旷的客厅 眼眸之中露出了一丝丝的疑惑 这是什么感觉 为什么她一离开 就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情绪 觉得这个房子似乎少了些什么 明明她才待了一个多小时 而且 最近他们见面的频率似乎越来越高了 矜持 没错 要矜持 离开五栋四单元 零十八就拨通了顾明轩的电话 喂 哥 我想问一下 你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了苏学姐吗 怎么了 苏白周是我学生 我不在 把房子租给她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可是寝室没空调啊 要是不住寝室 我住哪 最重要的是 马上就要放假了 七天 我去哪里待着 哟 这你还不知道吗 老弟 去攻略苏白周吧 能不能住进去 就看你小子 能不能让她当你的女朋友了 什么攻略啊 仙女学姐才不是游戏人物 形容一下而起 别说你不喜欢她 你小子什么性格 我可是一清二楚 老弟 加油吧 我至少半年后才会回去 希望到时候 我会有个侄子 半年给你生个侄子 她也算是被顾明轩一手带大的 有什么小心思 顾明轩几乎一下子就能猜到 回到寝室后 沈桥正坐在床上问神 怎么了 男明星 我家里的事情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 零十八感慨了起来 能让沈桥在学校都忧心忡忡的 说明家里发生的事情很大 说起来 男明星一直说她有女朋友 一开始他们觉得是为了拒绝要联系方式的女孩子 但在寝室中 她也说自己有女朋友 男明星老实说 我很好奇你是否真的有女朋友 我有女朋友 提到女朋友 沈桥的脸色缓和了一些 但神情中的悲伤神色似乎更深了 我女朋友 小雷 怎么样 很漂亮吧 好看 不愧是男明星的女朋友 我跟小雷 高一认识 已经在一起三年了 难怪男明星平时看起来很成熟 原来有如此丰富的恋爱经历 在快餐时代 能和一个人谈一辈子 零十八都不知道这样有多幸福 那她在哪里呢 也在江城的学校吗 在江城一科大学 那样在 教练 你笑得这么灿烂 是不是把我的白菜给拱了 对呀 我 李浩阳 一个脱单 逐出五一五 叶娃子 脱单有什么好的 看看我们单身狗的快乐 头发 长头发 注意到这一点 王大锤的大脑快速思考 无数女孩子的面容 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最终停在了一个人的画面上 卧槽 叶娃子 我说你怎么今天一天都不在 原来是跟唐文琪去约会了 什么鬼 王大锤想了半天 拥有这么长的头发 并且还跟零十八认识 还能跟她一起出去玩的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唐文琪 好呀 叶娃子 你锤哥的女人都敢动 说吧 进展到哪一不了 前半句王大锤 只是洋装愤怒 后半句首接暴露本性 露出了浓浓的八卦之色 我没跟唐文琪出去 我是跟仙人 呃 跟一位学姐一起出去的 学姐 没错 学姐 大几的 大三的 大三学姐 叶娃子 我可劝你一句 大三还在找大一的小鲜肉 一般都是在同界 找不到对象的 你小心点 别被恶虎扑使了 仙女学姐找不到对象 开什么玩笑 学姐的追求者 能从这里排到月球 不信 除非 给我看看照片 不行 我跟学姐还没在一起呢 给你看照片 岂不是败坏了学姐的名声 不至于 照片而己 野娃子 难道你也有自己的小眼子了吗 魏夫真是痛心啊 不过王大锤也不是非得要照片 见零十八不愿意 他也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对了 马上就要放下了 你们准备去干嘛 这句话主要是问的零十八 毕竟其他三人都是本省人 都是要回家的 只有零十八的老家 距离江城一千多公里 回家的话太浪费时间了 不知道呢 如果不回家的话 我应该会在寝室里满自吧 反正 你一个人留宿 有什么事情记得跟我们说 十八兄 有事打电话 我家就在江城 很近的 我家虽然不在江城 但我会去一颗大找我女朋友 有事就跟我说 见室友们都如此关心自己 零十八感动万分 不用感动 身为你的父亲 关心你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四天后 室友们都回家了 零十八看着空旷的寝室 感到了一阵孤独 好无聊啊 室友不在 寝室如此安静 他竟然会有些不适应 晚上不会有妖怪吧 如果真的有妖怪 那也太吓人了 好过怕 需要仙女学姐的抱抱 学姐也要回家吗 对方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复 应该是在忙什么事情 死鬼 起来做动画了 老弟啊 你小姨问你 放假回不回家 她好炒几个菜 听到炒菜这两个字 零十八面色一变 仿佛想起了什么不好的回应 哦 不用了 小姨平时那么忙 就不麻烦她了 我在江城待得挺好的 这样啊 那你小姨应该会很失望吧 真的不回去吗 不回 可惜了 不过我给你打电话 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你的心上人 肯定是要回家的 别怪哥没提醒你 最近你可要多关心一下她 学姐怎么了 她家那边 对她可是有不少的流言蜚语 不过 以我对你的了解 即便我不说 你也会这样做的吧 因为父母双亡的缘故 零十八从小寄宿在他们家 寄人篱下 以至于同龄人中 零十八会更懂事 她走出了寝室 准备四处逛逛 离开学校的时候 仙女学姐终于有个消息 不是很想回家 不想回就不回呗 母亲身体不好 零十八这才明白 为什么学姐每次放假 都要回家了 我买了车票 明天就走 我离开后 你可以在教师公寓住 顾明轩在电话里说了 仙女学姐家里 有很多对她流言飞语 每一次回家 都要平常无故地 成熟着亲戚朋友们飞语 学姐回家后 应该会很痛苦吧 好 然后默默地开始在网上寻找 去仙女学姐家乡的车票 学姐的家 叫做杭城 就在江城附近 至于到了杭城后 不知道仙女学姐的家 在什么地方 她也不可能直接问学姐 但一想到学姐可能会难过 零十八就有股坐立不安的情绪 不管怎么样 她都不可能留在江城 这样什么都做不了 至于其他的 等她到了杭城再说 深情本无措 没有孤注一掷的勇气 凭什么能够遇到 那真诚可贵的感情 下定决心后 零十八直接前往校门口 打车去火车站 等车的时候 她又遇到了柳冰心和唐恩琪 零十八同学 你不是说不回家的吗 嗯 我去杭城玩两天 杭城啊 那里确实不错 有机会我跟浩阳也想去呢 都说了 不许秀恩爱 哈哈哈哈 你还不是一样 上周末不是跟帅学长出去了 是她一直约我 我没想去的 但是她直接去女请楼下蹲我 真是气死了 说着 唐恩琪看了看零十八的表情 发现对方并没有什么反应 心里突然有种失落的感情 仿佛什么曾经属于她的东西 彻底被她弄丢了 但她又有什么资格去失落 零十八同学 祝你玩得开心 嗯 也祝你开心 琪琪你真的不喜欢帅学长吗 嗯 她约了我很多次了 但我不想同意 真的没有让我心动的感觉 唐恩琪才发现 她青春一直停留在一个阳光少年的面孔上 少年一直在她的身后 从未离开 她却从未回头看过少年一眼 直到有一天 她回过头来 发现那个少年几经不在了 这时她才意识到 她错过了很重要的人 辨别一个东西 对于自己是否重要的办法有很多 但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失陪 航程有一个很有名的称呼 美食荒漠 西湖醋鱼 帅哥 你是第一次来到航程吗 对 我刚到 怎么了吗 没有 没什么 西湖醋鱼一份 服务员用同情的目光看了一眼零十八 然后就离开了这里 等她再一次来 手中几经端着一盘子鱼了 零十八看着桌子上的鱼 觉得看起来还不错 便起来 那一刻 零十八眉头一皱 虽然她不会做饭 但这鱼也太难吃了吧 难吃就算了 太贵 一条竟然要两百块 看着盘子中这条鱼死不明目的表情 零十八叹气 拿出筷子戳了透她的眼睛 可惜道 于兄 想必你生前也没想过 自己死后会被人做成这种难吃的东西吗 忍着不能浪费的选择 零十八满脸难看地将她吃网 然后去前台结账 看着零十八有些帅气 还一脸单纯的样子 前台小姐姐提醒道 小帅哥 刚来航城的话 你可以去看看街边小摊 兰州拉面 或者河里捞 实在不行就吃沙线吧 听到此话 零十八重重地点了点头 此时苏白舟在教室公寓中刚醒 她几经订好了回家的车票 明天一早就要去坐车 但如果不是她的母亲在家 她是一点也不想回家的 她母亲身体不好 需要人照顾 但她父亲从来没有照顾过她的母亲 能生出苏白舟这种绝品美人的母亲 曾经自然也是一等一的美女 所以她的父亲 很多时候都会怀疑自己的妻子 甚至还会因此动手打骂 后来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 容貌不负当年 父亲也对母亲也越来越冷淡 再后来 苏白舟高中毕业 被追求者造谣的时候 她的父亲没有提她说半句话 而是说了一句 让苏白舟难以置信的言论 你和你的母亲一样 喜欢勾搭男人 苏白舟咬了咬嘴唇 一想到又要回去 就觉得心思烦躁 这时 一条消息停止音响起 学姐 在做什么 苏白舟看着天花板 然后拍了一张 什么都没有的照片 扒了过去 见状 临时扒一了 照片中 是天花板 虽然这张照片有些无厘头 但和喜欢的人聊天 本身就很无厘头 如果需要找话题 才能勉强聊到一起的话 只能说明对方对你没有感觉 真正互有好感的两个人 彼此都在思考如何跟对方说话 所以哪怕是一张 没什么含义的照片 也能聊到一起 学姐 我猜你手机举累了 此时侧着身子躺在床上 左腿搭在右腿上面 这条消息一发出去 苏白舟刚好在床上翻了个身 左腿搭在右腿上面 做完这些动作后 消息提示音响起 苏白舟看到了临时扒发来的信息 他微微一愣 恶趣味地又翻了个身 面向另一边 将右腿搭在了左腿上 他错了 骂完这条消息后 他还拍了一张自己腿部的照片 给临时扒发了过去 证明临时扒确实是错了 图片已经发出 临时扒便看到了一双白的亮眼的修长玉腿 出现在自己的手机里 苏白舟的皮肤无比光滑 再加上刚洗完澡的悦目 这双白腿 已经成为了任何男人都无法挪开目光的绝世珍宝 不过下一刻 这张照片就被撤回了 苏白舟躺在床上 原本高冷的面孔无比羞红 怎么鬼使神差的 给临时扒拍了一张自己双腿的照片啊 仅仅只有一秒而已 他应该没有看到吧 但一想到 他如果真的没有看到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 心中竟然出现了一丝丝可惜的感觉 见临时扒没有回复 苏白舟有些着急 又发了一条消息 你在做什么 又是一条消息 临时扒终于反应了过来 连忙回复了 我什么都没看到 苏白舟看到后 不由的笑说声 在不知不觉中 他的心情变得十分安逆 之前的不愉快进行烟消云散 和喜欢的人聊天 时间总是过得这么晚 临时扒突然注意到 已经到了晚上十一点半 马上掉到第二天 原本七天假 他的小说是要加更的 毕竟大家都放假了 刚好可以看小说放松了 但如今他一心扑在了仙女绝景 哪有心思去想成的小说 所以一天保证最基础的东西 字数就可以了 对于零十八单身 十八年的手速来说 四千到六千的基础字数 根本就是想太一跌 第二天一早 零十八决定去航程 一些比较有名的景色去看 因为这座城市的网红很多 甚至一些有名的步行街上 走几步就能看到 有网红指着手机支架 到处很多 以至于这座城市盛产 帅哥名一样 而这段时间 苏白舟也来到了家里 他轻车熟路地回到了家门口 将要是插进了门锁 但很快 他愣住了 因为要是并不能打开自己家的门 难道家里换锁了吗 这个时候 住在对面的邻居 听到外面的动静 一个老奶奶打开门 看到苏白舟后 面露慈祥 微微笑道 是舟舟回来了啊 来奶奶家里坐坐吗 刘奶奶的性格很好 是从小看着苏白舟长大的 所以苏白舟对她很亲切 苏白舟来到了刘奶奶的家里 苏白舟来到了刘奶奶的家里 苏白舟坐在沙发上 刘奶奶给她倒了一杯茶 随后说道 周周啊 上个月你开学后 你爸爸喝了酒 深夜才回来 你妈妈晚上睡着后 没听到敲门声 结果你爸爸就把门给踹开了 你说都是一家人 为什么要这样生活啊 听到此话 苏白舟露出了担心的表情 忍不住问道 刘奶奶 那我妈妈呢 刘奶奶看了一眼苏白舟 随后叹了口气 她轻声说道 你爸爸踹开门后 就把你妈妈喊醒了 如果不是我听到了动静 出来劝了一下 她已经动手了 第二天你舅舅就把你妈妈接走了 闻言 苏白舟的表情并没有什么意外 只是呆坐在沙发上愣神 一回家 就要面临这么多事情 现在就连自己的家都回不去 突然 门外传来动静 刘奶奶在猫眼中看了看 发现一个男人喝得烂醉 正坐在门口 敲着自己家的门 是你爸爸 给我开门 苏长青喊着 对着眼前的门拳打脚踢 听到对自己妈妈的辱骂 苏白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她快步走了出去 打开门 抓住这个男人的胳膊 管好你的嘴 苏白舟冷漠地盯着她 苏长青酒醒了一分 她看着眼前的女孩 面色开始扭曲 怒道 你跟你妈妈一样是个 苏白舟的目光变得有些暗淡 也失去了最后一丝丝 对于父亲的期盼 她转身离开了这里 一句话也没有说 离开小区后 苏白舟坐在小区门口的台阶上 看着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 她此时只觉得一阵陌生 不知道为什么 她现在有一点点 不是一点一点 她现在非常非常 想回学校 想见到学校中的某个人 这会儿零十八正准备听从昨天那个服务员的意见 去吃兰州拉面 说起来 这个时间点 学姐应该已经到家了吧 零十八掏出手机 给仙女学姐发过去一条消息 学姐到家没 很快 消息提示音响起 几乎是秒回 没到 零十八心想都中午了 学姐不会还在高铁上吧 那学姐吃饭了吗 没吃 那学姐想吃什么呢 你忠实的学弟给你点外卖 不想吃 学姐 是胃口不好吗 不知道 零十八微微一愣 虽然学姐每一条消息回得都很冷卧 但每一条消息都是秒回 这就很矛盾 如果学姐不想理她 完全可以不回她 但是学姐回了 却回得这么冷卧 难道说 学姐是在暗示自己 她心情不好 脑海中回想起放假前 顾明轩提醒她的事情 想到这里 零十八开始编辑消息 学姐家在航城吧 航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没有 学姐 那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苏白舟看到这条消息 还真的开始认真想了起来 她坐在小区门口 满脸憔悴 脑子里却在想着 航城这个地方哪里好 这一刻 零十八的消息又发了过来 航城既然有天文管雷 学姐喜欢看星星吗 见状 苏白舟有些呆呆地抬起头 随后她又把头低了下来 露出了某某的点心 她一定是疯了 大白天的 哪里有什么心情 她的思绪都被零十八的消息牵着了 对方一提星星 她就下意识地抬头看看 突然 零十八又发了一条消息 学姐 你被坏男人骗了 航城没有天文管 看到这条消息 苏白舟忍不住笑了一声 但是航城有灵影寺 是寄宫的那个灵影寺吗 是的 两个字让零十八的心情变得高兴了起来 因为学姐已经没有刚开始那样冷漠 这也意味着 学姐的心情是不是变好了一些呢 那学姐想去求个签吗 说不定 糟糕的事情都会自己离开呢 提到求签 其实零十八也准备去的 她要去求姻缘 看到零十八的消息 苏白舟的表情变得汹汹的 这小学弟发消息的内容 怎么感觉在横小孩呢 苏白舟敲了敲手机屏幕中 零十八的头像 小声嘀咕道 敲你脑袋 不过 球签什么的 她还没有尝试过 那样做真的有用吗 她希望她妈妈身体健康 快快乐乐 刚刚她妈妈已经回消息了 说自己跟舅舅在乡下的老家里 让苏白舟有空的话 就回去看看 时间不急 回家之前 苏白舟决定去一趟灵影寺 替妈妈求个平安符 虽然她知道这只是玄学 但更重要的是心意 苏白舟站了起来 刚准备离开 却看到了一个长相平平的女孩子 提着行李箱 正在朝这个小区走来 她是苏白舟的发小 两人直到高中都是同学 原本会是很好的朋友 直到高中毕业 苏白舟被造谣的时候 她一直以为自己的朋友会相信她 但 她小看了人性 也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自己的这个发小 看到苏白舟 这个女孩明显一愣 随后 两人就像陌生人一样 想错 苏白舟回头看了一眼 并没有继续想这件事情 她相不相信自己 已经不重要了 无论如何 她都选择了敌毁 这座苏白舟长大的城市 无比的陌生 仿佛什么地方都是灰色的 她带上自己的行李 准备去灵影寺求签 而另一边 零十八已经到了灵影寺 娘在 零十八已经到了灵影寺 她拍了张照片 发到了寝室群中 问一下儿子们需要什么签 卧槽 你小子去航城了 牛皮 我佛慈悲 笑死我的教练 阿弥陀佛 零十八走在路上 附近人山人海 还没到灵影寺 就已经出现了人几人的情况 虽然现在是下午 但这样看 恐怕要排队到傍晚 才能求到签了 这时 零十八收到了沈乔的私聊 沈乔想让他帮忙 要一张平安符 零十八十分爽快地答应了 虽然不知道男明星 为什么要这个 但既然是儿子的请求 那身为父亲 定是义不容辞 排了三个小时的长队后 零十八终于可以拜佛烧香了 除了帮沈乔求的东西以外 他自己也在这里 许下了三个愿望 第一 希望父母转世成人 能够快乐一生 第二 世界和平 第三 仙女学姐 能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子 原本他还想求个姻缘 后来仔细想想 也放弃 姻缘不该求佛 而是求他自己 零十八离开零影寺的时候 已经傍晚六点 零影寺闭门 如今只能出不能进 无愧是佛门重地 作息时间就是规律 零十八准备离开这里 突然 他余光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不远处 一个长相无比漂亮的女孩子 正提着行李箱 安静地坐在门口的台阶上 脸色有些迷茫 苏白舟来晚了 他也排了很久的队 但到他的时候 这里已经不解渴 难道天注定 他没办法求到这个签吗 苏白舟沉默地盯着地面 整个人就像失了神一样 阿弥陀佛 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 苏白舟抬起头 看到了一个帅气的阳光男孩 正双手合一 面带微笑地对他说道 施主有何困扰 可否讲给平僧一听啊 看到这个面孔 一股迎面来的情绪 涌上苏白舟心头 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这种感觉 他只觉得鼻子一酸 如果不是强忍着 胃水在刚刚就已经流出来了 虽然有很多疑惑在他心中产生 但最重要的是 他今天这一行 并没有一无所谓 他得到了 全世界最好的一张签 你怎么在这里 来完啊 看到仙女学姐脸上清晰的巴掌印 零十八心中一突 不过他并没有唐突地去问 这时 零十八的肚子开始焦了起来 听到声音 苏白舟拿起自己的行李 轻声说道 走吧 去吃饭 零十八一把抢过苏白舟的行李箱 两人就这样肩并肩地走着 直到路过了一家便利店 零十八停住了角度 便利店的门口 有一台烤肠机 苏白舟也看了过去 他下意识地吞了下口水 再看向了零十八 你想吃的话 我买两根 不够 太少了 零十八大手一挥 直接把六根装进了袋子里 他递给学姐一根 苏白舟看着手中的烤仓 开始吃了起来 等他吃完这一根的时候 发现零十八的袋子 只剩下最后一个 我的 给我 我的 给我 苏白舟伸出手掌 一本正经地开口索药 不知道为什么 零十八突然觉得这样的仙女学姐有些可爱 有一种仙女下凡 在灶台烧饭的反差感 这样的小姐 更有魅力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仙女学姐 如今即便是出现在自己身边 甚至一起并排散步 都变成了很平常的事情 几根烤肠下肚 零十八总算没有那么多 他看了看时间 发现已经七点多了 没想到咱们走了这么久 这要是放在以前 他早就喊累了 但仙女学姐在身边 他只觉得这条路怎么走也走不完 甚至想一直走下去 正当零十八兴赏路边美景的时候 苏白舟掏出了手机 开始打车 目的地 车站 他刚刚买了两张票 准备回四十公里外的乡下 这个时间底 也能买夜间车票了 等零十八回过神来 出租车已经停在了路边 学姐 咱们去哪里啊 车站 要回江城吗 不 苏白舟看向了窗外 打开了一点点车窗 风从自己途中 将苏白舟的长发吹起 一股令人沉醉的香味 顺着风飘到了零十八的身上 迎面来的迷人味道 让零十八心跳开始加速 那 那去哪 去我家 苏白舟知道 零十八来到行程 肯定没有多的地方 只能跟他一起回他母亲那里 听到此话 零十八低下了头 心中有些紧张 出租车来到了车站 两人找到了自己乘坐的公交车 踏上了夜间堂 车上的人并不多 四周静悄悄的 周围的草地上 响起了曲曲的声声 月光穿过了车窗 倾洒在苏白舟的脸上 那张精致的容颜 无论怎么看都令人惊艳 苏白舟坐在里面的座位上 而零十八抓着他的行李箱 坐在外面 苏白舟用手抵着窗户旁 撑着下巴 目光平静地看着窗外 零十八则是低头看着手机 忽然 公交车一阵抖动 苏白舟的身体 不自觉地靠了过来 零十八只觉得一个柔软的东西 贴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零十八面色一变 此时的心情 已经达到他这辈子最紧张的时候了 学姐 他压低了声音 小声低难 但旁边的人并没有回应 零十八微微转头 看了看旁边的冰山女神 发现他竟然睡着了 看着仙女学姐此时的样子 零十八心动无名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的俏脸 目光怎么也移不开 学姐 真的好漂亮啊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强势 但其实是一个心思细腻 需要被人照顾的小女孩 零十八不自觉地伸出手 摸了摸学姐的俏脸 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摸过女孩子的脸 好软 零十八没有发现 苏白舟的眉毛轻轻地动了动 但是眼睛并没有睁开 到站楼到站楼 零十八看向了旁边的苏白舟 两个半小时的路途 苏白舟就这样把头 靠在零十八的肩膀上 虽然不知道一开始是真睡还是假睡 但现在肯定是真睡 因为零十八的肩膀上 有一团晶莹剔透的东西 学姐 醒醒 零十八轻轻地碰了碰学姐的胳膊 后者的眉毛微微动了动 有些迷茫地睁开了眼睛 刚睡醒的仙女学姐 并没有那个清冷的气质 而是一个可可爱爱的女孩子 而这副呆呆的样子 也让零十八看入迷了 原来 仙女学姐也会露出这种表情 但此时 苏白舟的嘴角 还挂着一点点透明的液体 四目相对之时 零十八打破了这份安静 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巾 擦了她学姐的嘴边 苏白舟的脸上 出现了很明显的红韵 她伸出胳膊 抓住了零十八的手 从后者的手中抢过纸巾 谢谢 这里是乡下的镇子 距离苏白舟妈妈的家 还有大概五六公里的距离 先生 您商务在左下角领地 华为Mate60 Pro 已经为您急速地达 请千骚 这左下角厂商居然如此厉害 我看看这华为 还真是ETB的新款 华为Mate60 Pro这种神器 你们左下角竟然可以零 师弟 先生 现在证实我们左下角的新活动机 华为Mate60 Pro是薄地福利 只要下载上线 人人都能领地 这我还能领吗 当然可以 只要近视频左下角下载好 上线挂挂机都能领到 从我左下角下载 还有专属的 五千台苹果15 Pro Mark 我去下载试试 而现在已经快要晚上十点了 镇子上看不到一辆车 苏白舟掏出手机 给舅舅打电话 让他开车来接自己 电话挂断后 零十八紧张了起来 舅舅 还有仙女学姐的妈妈 事情逐渐朝着不可思议的进展去 而零十八还没有做好准备 这时来接他们的车椅 苏白舟看向了路边 一辆电动三轮车停在那 一个十分帅气的中年大叔 正四处观望 看到苏白舟后 他眼前一亮 着了招手 走吧 苏白舟迈开步伐 零十八也只能硬着头皮跟着 中年大叔原本还很高兴 但看到自己那乖条可爱的外甥女后面 竟然跟了一个男生 他的脸色直接就飞了下 直到两人上了电动三轮车后 三轮车远离起 一路重标准离开了镇子 来到了附近的村子 苏白舟的妈妈叫范新雅 而舅舅的名字叫做范贤 范范 吃晚饭了吗 吃了一点 我出生的时候 舅舅给我起名苏白范 但是被我妈妈反对了 范范就变成了我的小名 学姐长得漂亮 叫什么都好听 这句话得到了范贤的认可 小子 不说别的 你的眼光我是认可 原来是我手机响 这段信是不是证明我领到手机了 没错 收到短信官方直游派货 别忘了左下角链接 还有999线市红帮的路 很快 三轮车停在了院子中 你得看起来三十岁左右 但头发已经有半数白丝的美妇人走了出来 是舅舅回来了 她就是苏白舟的妈妈 范新雅 不愧是生出了仙女学姐的女人 简直是太美了 林十八在心中感叹了起来 而范新雅也看到了 站在苏白舟旁边的男生 她先是一愣 但看到林十八腼腆的样子 她又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忍不住问道 这位是 她是林十八 从江城陪我回来的朋友 范新雅露出了笑容 快进来吧 给你们留着晚饭呢 走进房间后 林十八站在桌子前 看着眼前丰盛的晚餐 眼睛都快变成小星星了 范建的目光一直都在盯着林十八 他们范家 可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娃 她倒要看看 究竟是什么样的家伙 竟然能陪在范范的身边 看着看着 杜白舟在旁边眉头一皱 开口说道 别看了 吃饭 范建善善一笑 他们范家的男人 基本上就没什么地位 她小时候听妈妈和妹妹的话 长大后听媳妇的 现在她还要听外甥女的 好在 她有个儿子 地位并不是最低的 不过 看着林十八 范建突然露出了 不还好意的笑容 也许 她的地位还能更上一层了 当天晚上 林十八来到了那个房间 这是我儿子的房间 她出去工作后就碰出来了 你就睡着吧 好的舅舅 范建眉头一皱 舅舅 喊谁舅舅呢 关于她外甥女的人生大事 她身为舅舅 一定要严格要求 小子 你家里是做什么工作的 爸 我小姨和小姨夫 是开公司的 他们在做游戏软件 谁问你小姨 我问的是你父母 范建面色凶狠地盯着林十八 父母 我没有 林十八面色平淡地说出这句话 显然从小没有父母的生活 她已经习惯了 什么 范建皱了皱眉头 疑惑地看向了林十八 我没有父母 我不记事的时候 他们就牺牲了 看着眼前青年神色如常的表情 范建愣住了 你说的牺牲是 文言 林十八的脑海中 回想和小姨的话 她的父母 不是故意丢下她 她的父母 是全世界最爱她 但他们的身份 注定了不能跟亲人相守 最终牺牲在追捕罪犯的过来 听了这段故事 范建痛哭有体 可恶的罪犯啊 她一拳垂在了看头 然后抱着林十八 孩子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舅舅 就是你的亲人 你也太感性了 林十八得到了范建的认可 但其实并没有什么用 范建在这个家的地位中 只比她儿子高 范建离开后 林十八躺在炕上 开始回想自己这一天的经历 脑海中的片段 很快就定格在了公交车上的时候 仙女学姐 靠在自己肩膀上的药 想到这里 林十八在炕上翻来滚去 根本就平静不下来 凌晨两点 林十八睡意朦胧地 从床上坐了起来 后露出了呆呆的感情 厕所 厕所在哪里 林十八穿上了拖鞋 来到了院子 农村的夜晚 如果没有月光的话 完全可以用漆黑一片来形容 此时林十八什么都看不到 她在院子中到处转 寻找着厕所的位置 林十八来到了一个小黑屋中 找不到灯在哪里 只能打开手机的手电筒 她闻了闻空气中刺激的味道 确定了这里就是厕所 方便完后 林十八关上了手电筒 从厕所中走了出来 这时 一个人影走了进来 刚好跟林十八撞到了一起 杜白舟发出了一声痛哭 听到雪姐的声音 林十八迅速反应了过来 她上前一步 搂住了杜白舟的后腰 正当她准备耍帅的时候 脚突然一发 摔了 但摔在地上之前 她把杜白舟拉到了身前 成为了垫背的人 雪姐 你没事吧 没事 杜白舟看着跟自己贴在一起的青年 武器无悲无喜 但脸庞已经通红 太飞了 什么都看不到 唯独两人的眼睛中 有那么一丝丝的光亮 两人对视着 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雪姐的身体很软 她平时穿着宽松 也只有这样贴近的时候 林十八才知道对方的身材非常完美 抱着雪姐的身体 林十八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幸福 你报告了吗 苏白舟虽然没有反抗 但如果再继续下去 她恐怕就要晕过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 她脸色发烫 意识都快模糊了 第二天一早 饭间给众人买了早饭 坐在桌子上 林十八和苏白舟都不自在地理想了昨天晚上的事情 不敢看对方 两人的关系好像一瞬间降到了冰点 但却没有剑拔弩张的感觉 饭欣雅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关系不好 而是关系到了某个突破的临界点 饭欣雅笑了笑 递给林十八一个鸡蛋 十八看起来身体有点差啊 多吃点 谢谢阿姨 林十八礼貌回应 她天天熬夜写文 看起来确实没什么精神 十八啊 你跟我们范范是一个学校的 平时多照顾一下范范 这丫头作息时间不规律 你们虽然年轻 但也要为以后考虑啊 您说的是 我一定会经常提醒学姐的 吃完早饭后 范范招呼了一声 林十八和苏白舟 骑上了电动小三轮 舅舅 咱们去哪里 昨天范范说你没有换洗衣服 今天舅舅带你去镇子上买两套 苏白舟心中充满了疑问 昨天范范对林十八还很苛刻 怎么今天两人的关系突然就好了 很快 三轮车停在了镇子 今天是镇子很特别的一天 赶大街 集市上人山人海 周围到处都是讨价烦价的声音 甚至一些人为了砍价 已经跟老板贵口大骂了起来 苏白舟神色如常的看着这 今天苏白舟穿得很简单 他没有化妆 看起来有种小家碧玉的感觉 这个时候范范接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范兴雅打 也不知道电话名说了 范范竟然念碎一遍 然后看向了林十八和苏白舟 家里有事啊 行行行 我马上回去 不给林十八和苏白舟反应的时间 范范骑骑上了电动三轮 说道 逛完了给我打电话 我来接你们 话音刚落 电动三轮 变成无头轮 竟然发出了一整命声 直接一个三百六十多音乐 是 只剩下林十八和苏白舟 呆呆地看着三轮车消失 那个 雪姐 林十八看了一眼苏白舟的侧 脑海中再一次回想起 多一百两个事情 他低下了头 不好意思再看雪姐 走吧 苏白舟走在前面 林十八跟在身后 同时还好奇地四处张望 四周人看着帅气的林十八 更卖力地吆喝 林十八难以招架四周人的热情 他缩了缩脖子 连忙走到了苏白舟的旁边 他感觉不挨着雪姐 他就要被热情的摊主们给歪走了 看着身旁的林十八 苏白舟的嘴角微微上扬 喜欢什么颜色 这时 两人已经来到了买衣服的一条街 眼前各种衣服都有 眼花缭乱 林十八都快看不过来了 都 都行 雪姐喜欢什么 文言 苏白舟迈开了步伐 走向了其中一个商贩 不知何时 林十八发现 苏白舟的袖子已经撸了上去 有一种准备去干架的既视感 苏白舟指了指一件标价 三百块钱的粉色上衣 这件 五十块钱卖不卖 林十八顿时瞪大了眼睛 只见商贩面色一变 显然是遇到了对手 小姑娘 成本价都没有啊 二百六十 你带走 最多八十 实在不行我就走了 苏白舟转身迈开步伐 直接选择离开 哎 一百五十行不行 一百 根据砍架的机制 林十八觉得 雪姐要回头了 但 苏白舟没有回头 攀主一咬牙 八十就八十 哼 林十八的嘴巴张成了一个欧形 整个人都震惊了起来 仙女雪姐 牛皮 林十八在心中给雪姐竖起大拇指 随后就跟着雪姐到处砍架 最终 苏白舟给她买了两套衣服 一共花了不到三百块 虽然这些衣服都不是很好看 但却都很适合林十八 而且这可是苏白舟给她买的 自带雪姐光环 随后 两人又去逛了逛其他的地方 买了很多吃的 今天苏白舟要亲自下桌 于是乎 苏白舟买了一条鱼 一只鸡 林十八一手提着鱼 一手抓着鸡 跟仙女雪姐一起站在集室外面 趕着舅舅过来接 无论是鱼还是鸡都还活着 回去杀吗 嗯 我亲手送他们投胎 此话一出 林十八显是一论 随后笑了起来 她和雪姐之间 似乎已经不干了 今天的午饭是苏白舟和林十八做 苏白舟做 林十八接菜 一道道美食 被林十八从厨房中端了出来 范馨雅跟范健看着这一幕 再看看厨房忙碌的苏白舟 只觉得这样的日子真的很不错 将一道菜放在了桌子上后 林十八说道 阿姨 舅舅 你们要是饿了就去吃吧 我去厨房帮雪姐 辛苦了 十八 范馨雅越看越顺眼 被眼前这个男孩子十分满意 林十八回到厨房后 范馨雅感叹道 这孩子对我们范范是满眼的喜欢啊 没过多久 林十八将一盘又一盘的饭菜 扔到了桌子上 这是她跟仙女雪姐两人的成果 虽然她并没有帮什么太大的忙 但看着这丰盛的午饭 她的心中也十分满 午饭过后 邻居家要去收玉米 请饭舰帮忙 后者那热心肠的性格 也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而且还带了个林十八 对于林十八来说 这是一次神奇的体验 让她感受到农民伯伯的辛苦 十月 虽然已经来到了夏天的尾声 进入了秋天的开始 但还并没有凉快起来 太阳高高高的天下 让林十八的汗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这两天的时间 她都在田里收玉米 她朴实的性格也受到了街坊邻居的喜欢 最终 她获得了两百块的酬劳 比起每个月将近几万块的稻费 这两百块的现金 反而让她爱不失手 兜里揣着两张红色的票楼 林十八骑着小三轮 在这饭间一起回家了 这几天的时间 她已经彻底跟其他人熟了起来 甚至变成了村子的男孩 尤其是她吃鸡和王者的游戏技术 瞬间征服了方圆几公里的小学生 无敌战神 以及荣耀王者的段位 对于小学生来说 那可是传说中的存在 但快乐的时光总会结束 七天小长假 已经来到了第五天 苏白周和林十八要回江城了 坑口 两人坐在饭间的殿路三轮中 车后跟着一大群小朋友 奥特之王 我等你回来 听到此话 苏白周下意识地带着看旁边的青年 林十八露出了尴尬的表情 我奥特之父也等你回来 我迪迦也等你 其他小孩子纷纷说道 他们的眼中仿佛有光 林十八哥哥 我奖大以后要嫁给你 文言 苏白周的脸色黑了下去 林十八浑身一颤 只觉得身旁仿佛出现了一股杀气 让他坐立不安 等他看向杀气的来源 只见苏白周正面无表情地 看着别的地方 可没事人 范范 过阵子要转寒了 多买几件衣服 别感冒了 嗯 妈你也注意身体 也许来自父母的关心都很简单 对于子女的学业和工作 他们帮不了你 所以只能让你注意不要感冒 平时要好好吃饭 妈 跟他离婚吧 我会站在你这边的 我知道 等我在家里休养一阵子 我就回去跟他谈这件事情 母女两人聊了一会后 饭店坐在车前 回头说道 姐 放心吧 这两个孩子都挺懂事的 咱们范范有十八照顾呢 此话一出 一群小学生捂住了嘴巴 发出了惊呼的声音 看着林十八和苏白周的眼神 变得坏笑了起来 苏白周胸巴巴的动位也犯触 后者摸了摸头 善善一笑 然后启动了三轮车的动作 三轮车还是能够卡着 明明是电动车 却给人一股昏出尾气的感觉 被见解挥着 来到车上 两人坐上了回江城的路 苏白周跟林十八 仿佛又恢复到了之前在学校时候的样子 两人坐在各自的座位上 谁也没有说话 林十八看着苏白周 学姐 别难过 坏得不走 好得不来嘛 我没有难过 事实上 苏白周确实没有难过 在他心中 妈妈早就该跟那个人离婚了 所以他现在只会替妈妈感到高兴 那学姐为什么板着个脸 听到此话 苏白周瞥了一眼林十八 我不一直是这个样子吗 只是这几天他在妈妈面前 表现得像个可爱女儿一样 所以突然回到了以前的样子 林十八有些不适应 学姐的表情冷冰冰的 林十八盯着他的侧脸 看得出神 一开始 苏白周好像装作没看到 但林十八一直盯着他 他觉得自己的心率都开始不正常 他刚一转头 想质问林十八看他干什么 却愣死他 转头的那一刻 他的眼睛跟林十八的眼睛四目相对 林十八的眼睛很漂亮 而且有一股清澈干净的气质 那双眼睛仿佛没有被世俗污染过 透过眼睛 就能看到他主人的想法 林十八就是这样 在仙女学姐面前 一点也不可以倚藏自己 学姐 在我面前 你可以不用那么累了 江城 江城大学 家属楼五栋四单元 六百一十四 苏白周指了指控房间 你可以住在那 不过仅限于这三天 那假期结束呢 那就看你这三天的表现了 苏白周回头轻轻一笑 这一笑 让林十八微微一愣 心里感觉到了一阵亲切 但学姐说看表现的时候 林十八神色一灵 整个人都变得严肃了起来 他要在这三天表现得像一个完美男人 否则就会被学姐 让他家门了 看到他一本正经的样子 苏白周心中只觉得有些滑稽 今天的晚饭 你去买食材吧 我买 你买 你想吃什么 就去买什么 买回来我做 听到此话 林十八明白了 看到林十八轻轻地把门关上 苏白周坐在沙发上撑着下巴 目光却露出了沉思的表情 这算是同居了 不不不 这只能算是合租 那要不要和小说一样 立个什么约法三章 不行 他只能住三天 假期结束就要回去 再多住就不礼貌了 可是 这是他表哥的房子 而且自己也只是租了一个房间而已 真的要让他回去吗 苏白周的表情纠结无比 这时 他的手机铃声响起来 苏白周拿起来 接通了电话 里面传来了一个女生的声音 周周啊 这两天要不要来我这里玩 不了 这两天我有事情 你在江大有什么事能比我重要 她是苏白周的闺蜜 名叫黎夏 如今正在江城医科大学 是一个实习医生 当然是你最重要 不过明天 明天我有事 后天再去找你吧 苏白周心中一突 险些说漏了嘴 明天 十月六号 是零十八的生日 她记得很清楚 周周 我感觉你变了 真相只有一个 你恋爱 恋爱两字一出 苏白周就挂动了电话 无聊 怎么可能谈恋爱 只是帮顾教授 照顾一下弟弟而已 没错 就是这样 另一边 零十八来到了菜市场 帝王谢特价 五百八十八一斤 特价特价了 文言 零十八来到了 海鲜老板娘的摊位上 给我来只帝王蟹 很快 一只帝王蟹 被五马奔尸 装在了盒子里 零十八提在了手中 苏白周看着 大包小包的东西 摆满了整张桌子 虽然面无表情 但让零十八感觉到 一阵不安 看样子 你不止 对厨艺一窍不通 就连对食材 也没有概念 学姐 零十八低下了头 就像犯错的孩子一样 她有些急于求成的 想要表现自己了 买着买着 就发现自己买多了 现在看起来 追女孩子 根本就不能急于求成 还是要脚踏实地 用平常心去对待 晚饭过后 两人分别坐在 沙发的两头 目不转睛地 看着电视 当然 两人的心思 都不在电视上 你家里 很有钱吗 听到此话 零十八一了 学姐应该是 看了今天晚上的食材 所以才这样问的 我有兼职 所以赚了一些 苏白舟没有继续问 也没有问 零十八的兼职是什么 下次不用买那么贵的 我知道了 学姐 凌晨十二点半 零十八偷偷摸摸地 打开了房间的门 看了个脑袋 看着一片漆黑的客厅 卫生间的灯是亮着的 只有浴室中 传来着水流声 在整个客厅中 回响着 零十八心里一颤 坐在房间的椅子上 心不在焉地 刷着短视频 很快 浴室中的水声停止了 苏白舟回到了 自己的房间 零十八偷偷摸摸地 从自己的房间中 走了出来 然后去上了个厕所 整个卫生间 充斥着浓郁的香味 零十八很熟悉 这就是学姐的体像 虽然同住义无言下 但零十八 还是选择给学姐发消息 早点睡 学姐 苏白舟的手机收到消息后 他看着手机 眼神有些畜生 早上八点 零十八睡醒后 从房间里出来 看着桌子上 摆着整整齐齐的早饭 零十八眼中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而苏白舟正坐在桌前 等着零十八醒来 零十八打了的哈欠坐了下来 随后一口塞了一个小红包 学姐 你什么时候买的早饭 眼前的苏白舟 两鬢的黑发有些湿湿的 似乎是刚刚运动完的样子 晨跑 回来买的早饭 苏白舟撑着下巴 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零十八 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零十八被看得不好意思 低着头 开始默默欺失 不知道为什么 苏白舟很喜欢看零十八吃饭 这家伙吃的时候 可可爱爱的 似乎整个人的注意力 全都放在了吃的上 吃完早饭后 苏白舟站了起来 安家 我很快回来 留下这一句话 苏白舟就离开了 回到房间中 继续满字 这时 死鬼 起来做动画了 小姨两个字 出现在了手机屏幕上 见状 零十八露出了手忙脚乱的样子 连忙接通了电话 视频中 出现了一个高贵的女夫人 她的长相 可以用精致来形容 脸上虽然有一些岁月的痕迹 但每周都会保养皮肤的陈少曼 看起来依旧风韵有存 呀 这不是我们十八宝宝吗 小姨一开口 就是毁形象的一句话 陈少曼的性格 就是高贵的大小姐 说好听点是这样 说难听点就是绿茶的性格 用小姨父的话来说 这不是绿茶 这是她的好妹妹 以至于 小姨在整个家都是宝贝一样的存在 哪怕她现在年龄已经不小了 跟小姨寒暄过一段时间后 零十八结束了视频通话 突然感觉到一些孤独 她现在在江城 时间刚好是七天小长假 室友们都不在 看样子 迈入十九岁的这个生日 只能她一个人过了 也不对 她还有伟大的读者呢 今天的更新内容结尾 零十八写上了一句话 祝我生日快乐 很快 这句话的断评中 读者们纷纷送上了祝福 虽然这群读者平时对剧情很苛刻 甚至有时候还会破口大骂 但关键时刻 每个人都很温柔 真是一群可爱的读者 离开家属楼后 苏白舟来到了江城一科大学 见到了自己的闺蜜李夏 李夏有着一张天生的标准网红脸 身材高挑而纤细 她翘着二郎腿 坐在江城一科大学附属医院附近的咖啡店 看见苏白舟来了 她微微一笑 舟舟 我们医生可就只有这一天假 我可是用来见你了 说吧 什么事找我 你现在还只是个实习医生吧 跑腿的那种 当医生哪有那么容易 每个几年的历练 我可做不了手术 苏白舟也不跟对方废话了 直接开门见山道 夏夏 平时你男朋友过生日 你都会送他什么 男朋友 你说哪个 随后 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面色一变 你说什么 送男朋友生日礼物 你要送谁 你哪来的男朋友 见对方反应这么大 苏白舟的表情很是平淡 她早就想好了理由 只是男性朋友而已 而且 我只是帮朋友问的 文言 李夏嘴角一抽 傻子都能看出来这是个借口吧 你帮哪个朋友问 我记得你在江大可就一个朋友 没错 是秦玉文 苏白舟脸不红心不跳的说道 不过她并不准备戳穿苏白舟 而是露出了脚侠的表情 似笑非笑的看了一眼苏白舟 文文有喜欢的男生了 如果她想送他礼物的话 首先 就要清楚那个男生喜欢什么 零十八喜欢什么 零十八喜欢什么 她一时间还真想不出来 他们认识的时间不长 满打满算也才一个月出头 而这只是认识 真的数起来是最近这几天的事情 我饿了 很久没撸串了 走 笨蛋舟舟 我猜 那个男生喜欢的肯定是文文啊 你让文文把自己送给他 不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吗 话音刚落 苏白舟的脑海中 浮现出了一幅画面 画面只是出现了一瞬间 就立即消失不见 看着苏白舟已经脸红了 还要装得一本正经的样子 我一下心里都快得疯了 零三女神 你惨了 你坠入爱河了 苏白舟 你也有今天 篱下轻壳一声 周周 既然你诚心实意的发问了 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 对付男人 最重要的不是送什么 而是心意 你要送他 哦不 文文要送他一件 只有他才能收到的礼物 听完了这段话 苏白舟陷入沉思 随后 他眉头微微一挑 你这不还是让文文把自己送给他 嗯 哎呀 周周 你怎么不开窍呢 独特的感觉 并不只有这一个 走走走 我带你逛商场挑礼物 不等苏白舟说什么 李一下已经抓住了他的手 两人一起前往附近的商场 两人前脚刚走 林十八后脚就出现在了江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门口 他在林影寺给沈桥桥的平安符 今天刚好给他送过来 只是 为什么沈桥给的地址 是江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林十八疑惑地走了进去 根据沈桥给的地址 来到了一间病房 病房中 沈桥正在给一个女孩按摩着身体 女孩长得很漂亮 沈桥给他看过照片 唯一不同的是 照片中的女孩乐观开朗 笑颜如花 眼前的女孩身穿病服 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看到林十八 沈桥微微一笑 他招了招手 事宜林十八进来 后者走进了病房中 他看了一眼床上的女孩 随后看下沈桥 沈桥兄 这是 这是小泪 我女朋友 植物人 将平安符交给沈桥后 林十八坐在医院的活动区域 看着这里各种各样的病人 原来 男明星真的有女朋友 他叫小泪 沈桥说 他喜欢哭鼻子 所以他就叫他小泪 小珍珠 爱哭鬼等各种逆场 高中毕业后 小泪和家人一起出院门旅游 原本一家三口都会当场死亡 但小泪的父母双双护住了女儿 用身体给女儿当保护罩 导致后者只是植物人 而现在 失去双亲的小泪 所有医疗费用 都是沈桥一家在支付 即使是这样 能醒来的几率也是 微乎其微 沈桥也因此和家里的关系 越来越僵 几乎每天都在吵架 他没有义务陪在小泪的身边 更没有义务替小泪支付 一切的费用 但 18岁的他们的喜欢 哪有那么多杂志呢 高中的他们为了考上好大学 保持了距离 虽然是情侣 但在外人看来 就跟普通朋友没什么区别 两人原本约定好 一起考上江城的大学 一起幻想过未来美好的生活 一起成为正常的情侣 将高中的遗憾补回来 一起吃饭 一起约会 一起旅游 但是 就像脱离了牢笼的鸟 还没有见到广阔的天地 就被猎人给盯上 小泪出世的时候 也是沈桥最爱她的时候 林十八身为小说作者 代入感很强 她代入过沈桥的感受 如果她是沈桥 又怎么可能担心 看着自己最爱的女孩一辈子 只是一个植物人 上天赋予了沈桥 异于常人的帅气 让她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爱情 又赋予了她专心一意的三观 给了她一个让她深爱的女孩 最后 再夺走 贼老天 你要不要看看你在做什么 娘在 林十八的心情有些差 离开医院后 她在四周随便逛了两圈 就准备回家属楼了 走进门后 林十八发现苏白周还没有回来 她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房间 准备去操场锻炼身体 顺便消化一下坏情绪 今天是七天假期的第六天 已经有陆陆续续的同学开始返校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去 很快就要天黑了 林十八坐在操场上 恢复体力 突然 她目光一定 看向了操场外的路边 那里有一男一女并排走在一起 男的林十八不认识 但是女的很面熟 这不是长腿萝莉柳冰心吗 只见柳冰心跟这个男生有说有笑的 虽然保持着距离 也没什么亲密的动作 但看起来关系很好的样子 就像她当初跟李浩阳 还没有谈恋爱时候的相处方式 林十八虽然是个单身狗 但身为恋爱小说作者 她可是一个理论大师 虽然没经历过 但她啥都懂 林十八偷偷摸摸地跟在两人身后 一路来到了女请门口 谢谢学长去机场接我 一路帮我提行李 真是麻烦你了 这周末我请你吃饭吧 而男生听到此话 也是微微一笑 露出了很是帅气的表情 学妹不用客气 要不今晚我请你吃饭吧 闻言柳冰心露出了犹豫的表情 给男生追问的机会 学妹今晚有什么事情吗 我可以帮你 也没什么啦 就是上周老师布置的作业 我还没有写完 后天就要上课了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这点小事 我来就行 不远处 听到这句话的林十八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这这这 这是什么段文 就连眼前这位学长 都被柳冰心牵着鼻子走 还笑呵呵的 以为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 难怪教练背迷的神魂颠倒 就他那笔情伤 被柳冰心拿捏得死死的 阿娟 我不能看到教练误入歧途啊 林十八打开了和李浩阳的私聊 刚准备说话 手机却弹出一条消息 人呢 学姐回来了 我来了 阿丸 就离开了女请门口 屁边屁边的 朝着家属楼小区走去 林十八打开门 客厅中静悄悄的 没有开灯 他刚准备开灯 学姐房间的门就打开了 此时客厅中漆黑一片 林十八只能看清一个 黑乎乎的影子 在仙女学姐房间的门口 学姐 苏白舟迈开了步伐 客厅中想起了高跟鞋的声音 高跟鞋 学姐怎么穿了高跟鞋 苏白舟来到了桌子前 从口袋里 掏出了刚买回来的打火机 下一刻 桌子上亮了起来 一排排蜡烛 在蛋糕上燃烧起来 林十八微微一愣 露出了有些茫然的表情 学姐 这是 这是你的生日蛋糕 苏白舟将生日帽 递给了林十八 戴上 许愿 文言 林十八坐了下来 他看了看眼前的生日帽 又看了看坐在自己面前 虽然没什么表情 但眼睛却仔细地盯着 自己的仙女学姐 林十八觉得 这一刻的苏白舟 变得比之前更猛了 以前 他只觉得苏白舟长得很漂亮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 苏白舟就是漂亮本身 喜欢是有光环的 喜欢一个人 从喜欢出现的那一刻开始 漂不漂亮 就已经不是颜值能决定了 就像现在 林十八眼中的苏白舟一样 蜡烛的光亮很弱 只能将桌子照亮 勉强能看清彼此的脸 林十八将生日帽 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看着眼前的蜡烛 闭上了眼睛 我希望 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 但他原本也没打算说出来 我希望三个字结束后 林十八就将愿望 在心里说了出来 我希望 仙女学姐也喜欢我 随后 林十八吹灭了蜡烛 睁开眼睛 客厅中 再一次失去了光亮 四周漆黑一片 只有苏白舟的声音 在林十八的耳边响起 你许了什么 学姐 说出来就不灵了 也对 他很好奇林十八的愿望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他希望 这个小学弟的愿望 能够实现 他希望带给他快乐的人 能够快乐 突然 灯亮了 苏白舟看向了 站在开关旁边的林十八 脸色一顿 似乎是还没有反应过来 学姐 怎么了 他怎么觉得仙女学姐 有些不对劲 怎么表情有点不自然 没什么 苏白舟站了起来 身体有些僵硬地 朝着自己房间走去 高跟鞋踩踏的声音 再一次响起 林十八看了过去 随后面露震惊之色 眼睛都瞪大了 学姐 你这是 指尖变全的苏白舟 穿着粉色的吊带短裙 露出了白嫩光滑的 整条双腿 吊带短裙 遮住了膝盖上方 但依旧难以掩盖 那双修长完美的长腿 那种反差感 简直无人能抵 同时 苏白舟的手中 还拿着另一个 给零十八准备的礼物 竟然是键盘 还是粉色的 听顾教授说 你在家里天天敲键盘 所以这个送你 听到此话 零十八嘴角一抽 他敲键盘是在马自了 但这是仙女学姐的礼物 零十八 当然是心满意的结果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从他接过这个键盘的 那一刻开始 不久的未来 他的膝盖 会和这个粉色的键盘 保定深厚的情谊 今天是江大返校的日子 这也意味着 零十八要回寝室 见自己那三个儿子了 吃完早饭 零十八坐在沙发上 一言不发 他多半是要被赶出家门了 一旁的苏白舟 换上了平时的衣服 从房间中走了出来 学生会要换届了 最近我很忙 换届 嗯 大四要实习 所以我们大三 有很多事情要做 会将职位给大二 文言 零十八这才想起来 学姐已经大三了 再过不到一年 学姐就要实习了 也不知道那个时候 她跟学姐会是什么关系呢 学姐 我这几天的表现怎么样啊 苏白舟微微一愣 她把这件事情给忘了 不过看着零十八认真之中 有点小担心的表情 她突然就想逗逗这个小学弟了 你猜 冰山女神 面无表情地说出这两个字 零十八一时间 摸不清这其中的傲目 但仙女学姐已经离开了 零十八只能叹了口气 零十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将自己的行李收拾好 带上了冰箱里 仙女学姐做的盒饭 将仙女学姐 送给她的粉色键盘 装进包里 然后来到了门口 最后看了一眼这套房子 零十八下定决心 以后一定要理直气壮地住进来 零十八回到了自己的寝室中 和开学一样 零十八又是第一个到的 依旧和开学一样 李浩阳是第二个到的 看到教练 零十八这才想起来 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他说 教练 我有事 有事一会再说 八兄 陈哥找我 零十八的话还能说出口 李浩阳就放下行李 急匆匆地离开了寝室 他毕竟是班长 辅导员陈雄健找他也是正常 一会签到点名都是他来到 也正是因为班长的职务 李浩阳平时就是寝室中最忙的一位 健身 班级事务 谈恋爱 不过最后一件事情 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要慌了 零十八决定先把这件事情 跟其他室友商量一下 然后找个机会 在寝室中郑重地聊一下 虽然他们平时互相吞来吞去 但关键时刻 谁也不会含糊 都是为了兄弟赴汤蹈火的性格 尤其是王大锤 没过多久 王大锤背着书刀冲了进来 哈哈哈哈 儿子们 想死爸爸了 一只猴子一样的身影窜了进来 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 看到寝室里只有零十八一个人的时候 王大锤疑惑到 野娃子 教练不是在群里说他道了吗 人呐 去忙了 随后 零十八面色严肃地看着王大锤 锤哥 我有事跟你说 有事 王大锤疑惑地看了看桌子上的粉红色键盘 顿时面临震惊 卧槽 野娃子 你谈恋爱了 那样好的情绪 一下子就被王大锤给打破了 跟这个人说话 到底怎么样才能严肃起来 不是 是另一件事情 将自己看到的事情告诉王大锤后 后者瞪大了双眼 对着零十八控诉 你小子少在我面前污蔑冰心美女 虽然她现在已经是教练的女朋友了 但是我突然觉得她更有味道了 嘿嘿嘿 文言 零十八急了 舔狗啊 竟然不信兄弟 好了野娃子 我也看得出来冰心美女可能不是那么好 但你要知道教练的情商很低的 不经历这种事情 她又怎么可能会成长 王大锤突然一本正经了起来 这下轮到零十八不适应了 大锤兄说的对 沈桥走了进来 和往常一样 面色平静 不给教练常常记性 以后还会有第二个 第三个渣女接近她 那我们什么也不做吗 如是告诉她就好了 至于她怎么想 怎么做 就要看她自己怎么决定了 零十八跟王大锤都点了点头 突然 王大锤扑向了零十八 搂住了零十八的肩膀 野娃子 别转移话皮啊 你这粉粉嫩嫩的键盘是怎么回事 娘娘的 你说什么 这键盘娘 零十八急了 当即就跟王大锤打了起 沈桥笑了笑 随后也加入了赞统 很快就到了返校的点名时间 三人整理了一下衣服 此时的寝室混乱不堪 再加上三人的样子 仿佛发生了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 三人互看一眼 都忍不住笑 走 牵道去 打完架 三人又开始勾肩搭背的 就跟啥也没发生过一样 逃着教室走去 而教室的第一排中间 坐着零十八 沈桥 王大锤三人 跟李浩阳近距离对视 徐小家 对 零十八 到 点着点着 李浩阳的目光 扫了一眼第一排 只见零十八三人 正冲他紧没弄脸 三人滑稽的样子 让李浩阳想要笑着 但现在他在点名 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可是室友们的注视 却让他不得不努力憋笑 李斯普 到 李斯好奇地抬起头 疑惑地看向了李浩阳 虽然他的名字很随意 但你这样明目张胆地嘲笑 是不是有点过分 点完名后 李浩阳也跟零十八三人会合 看着教练的样子 三人都是一阵愁眉苦脸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 李浩阳疑惑了起来 他低头看了看手机 走吧 去吃饭 今天怎么不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吃 他说他有事 管他呢 听到此话 零十八跟沈桥对视了一眼 心中都明白了什么 王大锤走住了李浩阳的肩膀 大丈夫能躯能伸 走 我请你吃牛肉面 这时 零十八突然想起来 他还有一大堆学姐做的盒饭没吃 连忙给了王大锤一拳 回寝室 我有好吃的 哟 请上套啊 野娃的 王大锤 又搂住了零十八的肩膀 谁都能一瞬间成为他的好兄弟 大学男生素食的 这种 几人在寝室中吃盒饭 刚吃下去一口 即便是对食材有着刻薄要求的李浩阳 也是眼前一亮 竖起了大拇指 不到十分钟 桌子上的盒饭背一扇静 几人在椅子上和桌子上摊坐着 露出了一副吃撑了的表情 零十八不差痕迹地拍了一张他们的照片发给了仙女学姐 拿下 苏白舟看到这些照片后 嘴角一跳 小意思 此时 苏白舟正坐在一间教室中 她正在面试大一想要加入学生会的新生 看着眼前令人惊艳的女孩 苏白舟面色淡然地问道 你为什么想加入学生会 文言 女孩看了一眼苏白舟 只觉得眼前的学姐气势太强了 周围都充斥着冰山女神的气势 而周围人也都看着他们两个人 台上 江大笑花 冰山女神 惊艳四方的才女 台下 心生笑花 清纯可人的女孩 两位顶级美女的对话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我想成为像你一样的人 她也想成为苏白舟那样优秀的人 雷厉风行的学生会长 令人赞叹不已地江大台女 是吗 苏白舟面无表情 随意地扫了一眼眼前的女孩 下去吧 是否录取 一会儿会通知 一句话 将唐恩琪提前准备的很多话 都给堵在了喉咙里 苏白舟不喜欢她 从这个大义心生的眼神中 她看到了令人不舒服的欲望 这种人 永远不会安于现状 不过 她还太嫩了 嫩到被苏白舟一眼看穿本质 因为苏白舟是比她更加强势的 苏白舟 你有快递 我打开看看 竟然是全新的华为 Mate60 Pro和苹果15 Pro Max 你咋要买新手机了 买啥呀 这是前几天左下角游戏免费领的 现在还能领吗 上一批都给粉丝抢完了 不过别担心 我又跟左下角厂商 申请了追加一万台华为Mate60 Pro 喂 你好苏白舟 您申请的一万台华为Mate60 Pro 都打包好在视频左下角链接了 只要是您的粉丝从左下角链接下载的 上线就能看到领手机界面 填好地址等着发货就行了 好的 再帮我这家苹果15 Pro Max 配套送呗 好的 加上了 左下角真的送啊 我能去领几台吗 不行 华为Mate60 Pro和苹果15 Pro Max 仅限一人一套免费领取 iPad Pro才是不限量送 想领多少都可以 那我也去试试 我不信 李浩阳听完三个室友的讲述后 满脸不信 不信啊 王大锤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他用眼神瞥了眼沈桥 还记得上司去上场 冰心妹子说下次带上沈桥吗 你要不要让男明星去试探一架 李浩阳也看向了沈桥 随后 他沉默不语 掏出手机 给柳冰心发了消息 一会儿要不要去逛操场 到了 沈桥也去 M7有兴趣 我跟M7已经准备出门了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这多半是柳冰心自己的想法 李浩阳一咬牙 走 四人整装待发 就像走秀一样 直奔操场而去 傍晚的操场 有很多社团活动 唱歌跳舞 也有不少男男女女在跑圈减肥 还有一些学生制作手工艺术品 在操场上摆摊转身活飞 林十八四人此时身穿帅气无比的衣服 四人并排走在操场上 形成了一道十分显露的风景线 我的天啊 这就是新生校草吗 一群女生跑了过来 将沈桥团团围住 怎么快就把他气 只剩下林十八三人 孤零零地留在原地 看着不远处如同众星捧月一样的沈桥 三人都露出了无语的表情 男明星 不愧是男明星 走到哪里都是焦点人物 林十八虽然也很帅气 但没有沈桥那么惊艳 前者是那种能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被注意到的颜值 而李浩阳是个肌肉男 看起来很有安全 王大锤完全就是猥琐 很快 两个熟悉的身影朝操场走来 两人的到来也吸引了很多目光 尤其是在操场 不过唐恩齐两人的旁边 竟然还跟着一个男生 这个男生 在江大新生中也非常有名 名叫高玉明 就是在新生群里炫富的富二代 人傻钱多 如今 新生三大风云人物齐聚一堂 林十八三人此时变成了小虾们 在人群之中一点也不及 李浩阳冲着柳冰心招了招手 浩阳 沈桥呢 那里 李浩阳指了指不远处 沈桥正被七八个女孩子围住腰绿泡泡 不愧是萧草 竟然这么受欢迎啊 李浩阳的心里很不适滋味 觉得自己的女朋友变得陌生无比 虽然 他本来也不熟悉对方 仔细想想 李浩阳真的喜欢柳冰心吗 后者长得漂亮 身材又好 再加上李浩阳也没谈过恋爱 情商也是一根筋 一个九十分以上的美女靠近他 向他表达好感 他又怎么可能拒绝的了 虽说如此 他的心里还是有一些难受 毕竟柳冰心也算是他的初恋了 浩阳你怎么了 没怎么 李浩阳的情绪并不高 只是叹了口气 我回去睡觉了 两人看着教练落寞的身影 一阵沉默 他什么意思 可能是心情不好吧 林十八跟王大锤心照不宣 但都没有拆穿柳冰心 不远处 沈桥终于拖累了包围圈 他来到了众人的身边 露出了生气的表情 都是一起来的 你们竟然也不帮帮我 受欢迎还不好吗 注意到旁边的两女孩后 沈桥的表情变得很平淡 整个人都开始客气了起来 沈桥同学 认识一下 我们是你的腾班同学 我叫柳冰心 他叫腾恩琪 柳冰心伸出了手 沈桥礼貌性地 跟柳冰心握了一下手 这只白嫩光滑的鲜鲜玉手 其他人握住的时候 总会忍不住地抚摸片刻 但沈桥却只是碰了一下 然后瞬间抽回了自己的手 见状 柳冰心似乎对沈桥更感兴趣了 而且李浩阳不在 他放得更开了一些 可还没等他说些什么 沈桥就已经转身 带着林十八一起离开了这里 只剩下王大锤一人 虽然他很乐意 跟两个美女一起逛操场 但美女和室友之间 他毫不犹豫地损责了后人 五百一十五寝室的人都离开后 冰心 李浩阳不是你的男朋友吗 你怎么还对沈桥有兴趣 喜欢帅哥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听到此话 唐恩琪有些语无伦次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身后的高玉明更是瞪大了眼睛 片刻后 唐恩琪也只是叹了口气 冰心 你活得可真潇洒 琪琪 在这个时代认真去爱一个人 可是会输得很惨的 刘冰心的脸上露出了追忆的深色 李浩阳并不是他的第一个男朋友 他也曾经深爱过某个男生 但却被玩弄了感情 自那以后 感情成为了他眼中最原价的东西 回到寝室后 李浩阳把自己裹在被子里 一眼不发 人与人之间的悲伤并不相通 五百一十五寝室不大 但人性的险恶 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了 虽然李浩阳很悲伤 但王大锤可乐坏了 他露出了见兮兮的表情 站在李浩阳的床前扭着屁股 又少了的单身女性 我王大锤的后宫加一 兄弟们嗨起来 王大锤高兴的样子 跟李浩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林十八和沈桥一脸无语地看着这一幕 不然 林十八的手机中传来了消息提示音 是 这是他跟秦学姐打游戏的暗号 至于为什么现在是苏白舟发来的 可能因为他们是室友 秦学姐告诉仙女学姐的吧 工作一天的苏白舟约林十八打游戏 双方的技术都很厉害 先不说林十八是多赛季的淘汰榜榜 就连苏白舟都是女战争 首屈一指的女性刚强王 自从跟仙女学姐关系好起来后 对方打游戏的时候 已经愿意开麦交流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这段时间秦学姐就跟销声匿迹了一样 都不找林十八说话 他该不会是生气了吧 难怪 自己认识仙女学姐后 就没有找过秦学姐了 改天一定要找到秦玉文学姐 当面道谢才行 结束这局比赛后 王大锤终于有了插话的机会 叶娃子 这就是你最近心心念念的学姐吗 听到此话 林十八点了点头 下意识地回答 对啊 话音刚落 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惊慌失措地将游戏的麦克风关闭 完了完了 被学姐听到了 而教师公寓中 听到了这句心心念念 苏白舟也是微微一愣 随后 他笑了笑 还来吗 来 跟仙女学姐打游戏 林十八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拒绝的 另一边 女情 唐恩琪登陆了游戏 看到林十八在线后 她的眼睛动了 点进林十八的组队信息后 唐恩琪突然发现 此时此刻正在跟林十八打游戏的人 ID竟然叫做 我熊打你随意 这明显是个女生的名字 想到这里 唐恩琪点击了一下林十八的预约消息 下局一起玩吗 对方已拒绝你的预约请求 唐恩琪微微一愣 拒绝 这还是她认识林十八以来 第一次看到拒绝这两次 唐恩琪的眉头轻轻地皱了皱 林十八可以不喜欢她 她能接受这一点 但她接受不了 林十八去喜欢别人 她的东西 她可以不要 但别人也不能捡走 尤其她也并没有放弃林十八 只是还在考虑 她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 竟然能让林十八喜欢上 第二天一早 没课 林十八用最快的速度起床洗漱 她看了看李浩阳 发现这家伙竟然还把自己闷在被子 以前每天第一个起床晨跑的教练 今天竟然堕落 林十八没有说话 而是朝着操场走 来到操场后 林十八环视了一圈 看到了仙女学姐的身影 学姐 好巧啊 你也来晨跑吗 嗯 是挺巧的 两人并排在操场中开始跑步 对了学姐 学生会的换届结束了吗 还没 苏白舟不喜欢在跑步的时候聊天 但身边的小学弟问她事情 她又不想闭口不言 而聊着聊着 她发现她并不是不喜欢跑步的时候聊天 只是单纯的没有人陪她一起跑步 尤其这个人是林十八 她还会喜欢上在跑步的时候聊天 六圈结束后 林十八坐在操场的草坪上 汗水直流 马上就要入秋了 天气转凉 更何况是清晨 一缕凉风吹向林十八 让她打个哆嗦 见状 苏白舟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了毛巾 递给她 谢谢学姐 林十八接过毛巾 开始擦汗 毛丁上 有着一股鼓属于苏白舟的香味 这股味道 她在家属楼的浴室中也闻到了 所以 这是学姐经常使用的毛巾 送你了 下次尘跑机的蛋 不然容易着凉 那学姐呢 我去买新的 说完 苏白舟转身准备离开 见林十八还呆呆地坐在操场上 她回过头 不吃饭腰 学弟 吃吃吃 一连三个吃 林十八直接一个大跳起身 看着这傻小子刚刚那副滑稽的样子 苏白舟心中微微一笑 然后继续迈开了步伐 两人并排走在学校的路边 这样的场景 是林十八前阵子想都不敢想的 苏白舟也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有朝一日 会跟一个男生一起在学校中并排去食堂 苏白舟找了个空位置 然后撑着下巴 就这样盯着林十八 林十八站在桌前 先是疑惑了片刻 随后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懂了 学姐是想让她去买早饭 林十八的脑海中 回想起在家属楼的时候 仙女学姐买过去的早饭 那应该就是学姐每天早上的标准 细节 真是细节啊 林十八觉得自己聪明坏 她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她跑到窗口 买了两个鸡蛋 两个油条 两个手抓 来到桌前 好 以后就按这个标准 从现在开始 苏白舟每天早上吃的东西变了 以前她只吃那几样 倒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原因 只是因为她有选择困难症 每天早上都不知道吃什么 所以就订了固定的东西 每天早上直接买 而现在 她的早饭变得标准 变成了零十八摆什么 她就吃什么 这就是不用思考的感觉了 苏白舟有些明白 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谈恋爱 有人照顾 不用思考 遇到问题的时候 不一定要自己解决 可以理直气壮地 让另一半帮忙 看着眼前的青年 苏白舟突然觉得有些心强加速 从一开始 她面对这个青年的时候 还能像面对其他人一样 面色高冷 散发着一股生人物净的气息 但现在 零十八就像是小太阳一样 让她冷不起来 也不忍心露出高冷的表情 难不成 她真的喜欢上这个小学弟了 吃完后 苏白舟准备回寝室 看望一下孤寡老人秦玉文 零十八将苏白舟送进了女寝 目送着仙女学姐的身影 一点一点的消失 突然 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零十八 零十八转头看去 却没有看到人 我在这里 一个小个子女孩站在台阶下 弄了起来 威武着双手 企图让零十八看到她 徐小佳 你在干嘛 哼 还问我在干嘛 我可是看到了 你跟一个漂亮女孩 一起从食堂里出来的 说吧 那是谁 那是我的一位学姐 哦学姐 你该不会是在追她吧 看着徐小佳暧昧的表情 零十八脸色一红 然后点头承认了 想不到吗 你这傢伙 竟然是个纯情仔 哦对了 班长怎么没跟你一起啊 我记得他也有 陈跑的习惯 浩阳兄最近可能心情不太好 什么 徐小佳认真了起来 他皱了皱可爱的眉头 发生什么事了 他快分手了 他什么时候谈恋爱了 就七天假之前 放个假 就快分了 到底是哪个渣女 在玩弄班长的感情 徐小佳小小的个子 露出了一脸愤怒的表情 柳冰心 徐小佳一脸震惊 说起来 他跟柳冰心 唐恩其实是室友 所以 跟这两个人关系不好的他 压根就没有服务 毕竟大学生活 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寝室 社交圈几乎也是以寝室为中心 徐小佳的一双死鱼眼盯着零十八 这么记得跟我说 知道李浩阳的女朋友是柳冰心后 徐小佳整个人就像是失去了灵魂了一样 垂头丧气地走了 515寝室中 十分安静 他买了全寝室的早饭 回到了寝室后 他看了看室友们熟睡的脸 心中涌起一股奇怪的脸 就像是早起准备工作的我父亲 看着自己还在熟睡的脸 很有成就感 他轻壳一声 刚准备将室友们叫起来吃早饭 忽然 一只熊猫出现在零十八的面前 跟他四目相对 零十八被吓了一跳 并惊一看 发现这不是熊猫 是李浩阳 教练 你这 还活着吗 只见李浩阳双目无神 黑眼圈跟用毛笔画上去的一样 又濡又黑 啊 我还活着吗 这是悲伤过度 脑袋死鸡了 看到李浩阳的样子 零十八想到了高中毕业 自己拿到了江大录取通知书的内提 所以他第一时间跟唐恩琪分享了这个消息 但是他没有回复 整整一个暑假都没回 一开始的时候 他也跟李浩阳一样 感觉自己的人生失去了动力 感觉这个大学考的没有意义 但人生 终究还是为自己而活 人不可能一直留在阴影子 零十八拍了拍李浩阳的肩膀 教练 晚上喝酒吗 听到喝酒两个字 李浩阳似乎有了动力 他的眼睛变得精神了起来 就像找到了什么精神寄托一样 难过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要独自难过 而教练 还有他这个父亲在 这节课下课后 这几天跟柳冰心走得很近的学长 出现在了他们教室的门口 大三学长 帅坤 帅坤 人如其名 长得很帅 穿着背带裤 输着工分 顿时 五百一十五寝室四个人的气势变了 很快 班上的人抖了七七八八 帅坤见班上人少 竟然直接走进来 逃着柳冰心走 柳冰心面色出现了一丝丝的慌张 冰心学妹 一起去吃晚饭吧 柳冰心摇了摇头 虽然她不是什么好女儿 但还没有后脸皮到当着男朋友的面 答应自己的追索准吃饭 但她又不想让帅坤知道自己有男朋友 她刚准备拒绝 就听到一声剧烈的拍桌子的声 只见李浩阳站了起来 一巴掌打在了桌子上 她手臂上肌肉的纹路都一清二楚 看上去格外吓人 见状 零十八 王大锤 沈桥三人也站了起来 吃你忙碗饭 兄弟们 上 发音刚落 帅哥 一提的 抹着眼泪跑出了教室 我可别生混蛋 我先去去照顾 看着她的好兄弟们 李浩阳也将情绪稳定了下来 如果她在这个时候掉链子 那岂不是让兄弟失望啊 想到这里 李浩阳深呼了口气 脸色严肃地看向了柳冰心 柳冰心 我们分手吧 听到此话 柳冰心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李浩阳迈开步伐 潇洒地离开教室 零十八 王大锤 沈桥三人也是大摇大摆地跟了上去 看都没看柳冰心 离开教学楼后 喝酒嘛兄弟们 喝 必须喝 零十八无脑之时 能让男生成长的事情有很多 爱情就是其中之一 帅坤曾经在学校的办公室 但办公室只有苏白周一人 老师呢 老师吃饭去了 你有事 见帅坤的脸被揍成了猪头 苏白周也是皱眉道 脸怎么了 虽然他不喜欢这个人 但涉及到学校纪律 他也会严肃处理 几个新生弄的 必须开除 谁弄的 这件事情很严重 我会严肃处理 计算机专业的 其中一个是那个有名的新生校草 他们一个寝室的 苏白周的脸色变得怪异了起来 他隐约记得 秦玉文给他看过新生校草的照片 而照片中有零十八的身影 这件事情不会跟零十八也有关系吧 新生才开学一个月出头 你身为学长 还是学生会的干部 应该大度一些 被弄成这样的不是你 你在这里说风凉话 你说什么 见状 帅坤又粘了下去 没 没什么 见苏白周不离 他灰溜溜的走了 看到帅坤离开 苏白周抛出了手机 给零十八发了一条消息 你在做什么 平僧唐玄八 自东吐大唐而来 准备去西天取经 介绍一下 这是我二徒弟 八剑 看到这几条消息 苏白周高冷的面孔 露出了一丝丝的无语 四小学弟 怎么又去喝酒了 不过 还挺可爱的 此时李浩阳 一手提了一个酒瓶子 仿佛左右两边 分别有一个美女 什么柳冰心 酒妹妹 我还是最喜欢你们 李浩阳分别亲了一口 两边的酒瓶子 眼神爱慕一遍 三人此时上演了一出角色伴 沈桥默默的将会搞笑 打车来到校门口后 零十八露出了一份的表情 这里是 西天 对 我是来取经的 沈桥回头看了一眼零十八 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一个身影 正朝着这里走来 随后她的嘴角微微勾起 搂着剩下两人就回情势去 零十八 听到仙女学姐的声音 零十八爪过头 看到面前令人心动的面孔 她脸色逐渐红了起来 低下了头 师 师主 贫僧乃出家人 不能留在女儿国 哦 在你眼里 我是谁 女儿国国王 听到此话 苏白舟的眼中露出了一丝丝的满意 女儿国国王 他是唐僧最义难平的人物 但凡唐僧意志力低一些 他就沦陷在女儿国了 走 回家 说着 苏白舟走进了学校中 看着仙女学姐的背影 零十八愣在原地 满脸纠结 她可是要取经的 看着看着 零十八就沦陷在了仙女学姐的背影中 跟了上去 不取经了 不 不取了 不取经 跟着我做什么 去 去成亲 不当和尚了 不当了 如此对话 让苏白舟忍不住在零十八面前笑得出来 苏白舟将零十八带到了家属楼 打开门后 零十八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脸上带着憨憨的表情 眉飞色舞的 然后 她看了一眼身边的女儿国国王 娘子 我们什么时候成亲 成亲 你是不是搞错了先后顺序 要先成亲 才能叫娘子 突然 零十八的脑袋轻轻地靠在了苏白舟的肩膀上 苏白舟面色一变 心跳开始加速 这小学弟怎么突然就靠过来了 没等他做出反应 腰上已经有一双手还了上来 将他的腰肢给拢住 这一下 苏白舟的脸色彻底红了 神情也是肉眼可见的惊慌失措 不过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推开零十八 而是坐在沙发上 动都不敢动 他什么时候跟男生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 苏白舟看着身旁的零十八 这小学弟抱住他后 就靠在他的身上睡了过去 苏白舟开始认真地端向起他的样子 这小家伙仔细看的话 长得还是挺帅的 苏白舟将零十八带进房间后 缓缓地离开了房间 关上门的那一刻 零十八在床上翻了个身 仙女学姐 我喜欢你 嘿嘿嘿 梦花的声音不大 刚好传落苏白舟的耳中 这一夜 同一屋檐下 一人熟睡 一人彻夜未年 半夜 零十八被一股尿意憋醒 迷迷糊糊地走进了厕所 等他离开厕所的时候 露出了一丝丝疑惑的感情 这是哪里 零十八摇了摇头 只觉得一阵困乱 然后他躺在客厅的地上 四五八叉地睡了去 早上七点半 苏白舟刚准备去洗漱 却发现厕所的门口 踏着一个人 他走过去 轻轻地用脚踢了踢零十八 零十八翻了个身 又继续睡了去 见状 苏白舟好看的眉头轻轻一皱 他蹲下了身子 对着零十八的睡脸 就是一顿疯狂的拍照 拍了几十张后 他挑了一张最丑的 发给了顾明轩 很快 对方回复了一个惊讶的表情 拜托 我老弟做了什么措施 小夫妻床头吵架 床尾盒 真没必要 忽然 零十八的房间中 传来了他手机的闹铃声音 快起床 再不起床的话 就赶不上学姐的陈跑了 零十八睁开了眼睛 像诈尸一样 猛然从地上坐了起来 给苏白舟吓了一跳 完了完了 陈跑要迟到了 零十八站了起来 却发现这里并不是宿舍 他疑惑地看了看四周 发现仙女学姐正坐在地上 双手撐着后面 惊恶地看着她 咦 学姐 你坐地上干什么 零十八伸出手 将仙女学姐拉起来 学姐 我昨天没回寝室吗 没有 你室友把你扔在学校门口就走了 然后你一路跟着 我来到了这里 听到此话 零十八的脸上露出了尴尬的表情 丢人啊 饿得烂醉 如妮竟然被学姐给看到了 形象都没了啊 学姐 我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吧 你昨天一直喊着女儿国国王的名字 然后还嚷嚷着要跟她成亲 听到此话 零十八面色一变 双膝一软 险些就跪了下去 学姐 天地良心啊 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女儿国国王 我心里就知道 嗯 只有什么 在学姐强大的气场下 零十八一下子就粘了 但 她可是男人 零十八鼓起了生平最大的勇气 只有 只有你 苏白周一愣 然后脸上抑制不足地出现两团红蕴 苏白周转过身去 不想让小学弟看到自己的脸红了 周围的气氛变得很是尴尬 双方一阵沉默 零十八摸了摸后脑勺 单大的逃跑 等苏白周回头的时候 她脸上的红色已经淡了一些 但胸口的起伏依旧有些距离 紧张的不止零十八一个 苏白周同样紧张 以她的颜值 从小到大被表白的次数已经数不清了 唯独这一次跟以前有截然不同的感觉 苏白周将手放在了自己的胸口 感受着自己不受控制的心跳 虽然没有经历过 但她很清楚 这就是恋爱的前奏 正因如此 她更要打起十二分的认真 她这辈子 如果一定会谈恋爱的话 那她也只想谈一次 要么相伴到老 那么孤独终老 那样在 零十八跑到了家属楼的门口 她回头看了看 心情十分忐忑 喝酒误事 酒精害人啊 她今天如此冲动地说了这样暧昧的话 以后可怎么办啊 学姐不会已经把她给删了吧 零十八掏出手机 打开绿泡泡 给苏白周转账 看到对方转账信息中 星号星号周三个字 零十八松了口气 没有被删就好 只是 她以后该怎么跟仙女学姐说话 好帅了 不应该说那些话的 不过想要让关系更进一步 这一步是不可避免的 经过一上午的刻苦装学习 零十八已经将早上的尴尬抛至脑后 她试探性地给苏白周发了消息 准备和她一起打冲刺赛 不过也不知道她有没有时间 毕竟这几天学生会刚刚纳入了新鲜血液 如今正在换件 星 来 熟悉的对话 打了一阵子后 苏白周突然说她有事情 匆匆下线了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三点 零十八只有上午有课 所以很闲 苏白周是去参加学生会的换件了 今天结束后 她就可以卸任学生会长一职 零十八从床上爬了起来 离开了寝室 她在学校门口买了两杯奶 来到了学生会换件的场地 既然她今天早上对学姐说了暧昧 那她就要负起责任了 她要光明正大的追求仙女学姐 我 零十八 只冷起来了 学生会换件的场地很大 甚至可以用五台来行动 苏白周是今天的主持人 站在上楼 她像新生晚费那天要你 零十八混了进来 蹲在最后的角落里 零十八 你蹲在这干嘛 我那还有位置 跟我一起去 不用了 我在这等人 那行 对了 你上次说走下角能领手机 我进去一看压根没有 你是不是骗我的 不可能啊 我这边很多粉丝都领到了 他们总不会骗你吧 你打开我看看 你不是从我左下角下载的云上大陆吧 从别人那里下载应该也可以吧 不行的 从别人那下载是不能看到手机领取页面的 你得进我左下角专属链接 下载注册上线才能看到领取界面 有领取页面了 这手机难领吗 不难 我左下角是内部急速链接 挂机都能升级 我只用了两天就领当手机了 手冲八元 拿下满街神装和神级做旗 一键清空商城 三天就能飙升上千级 苹果华为秒发火 行 我去试试 苏白周正在上面念着演讲词 忽然 他看到了后面阴暗的边边角角中 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蹲在那里 他微微一愣 演讲词说完后 他公布了新一任学生会长的人选 刘江来 苏白周将话筒递给了刘江来 然后就离开了台上 他找到了一个女同学 也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 后者看向了零十八的方向 这位同学 那边有座位的 请跟我来 不用 我等苏 等我朋友出来 小睡哥 这是我们苏会长让我过来的 蹲着多累啊 过去坐着 在这位学姐热情招待下 零十八来到了最后排的位置 零十八同学 零十八转头望去 发现坐在自己旁边的人 竟然是唐恩琪 是你啊 你加入学生会了 嗯 唐恩琪微微一笑 他看到了零十八 放在桌子上的两杯奶茶 零十八同学也加入学生会了 唐恩琪的心中有些喜悦 零十八没有变 他还是那个样子 能够为了他奋不顾身 这样的零十八 谁不会为之心动啊 零十八同学 嘘 零十八嘘了一声 暗示唐恩琪不要说话 因为仙女学姐已经上台发言了 她要认真听 唐恩琪哑然 脸上有些痛 随后 她的目光停留在了苏白舟的身上 零十八同学 你知道她是谁吗 知道 我以后 也要成为她那样的人 零十八的目光 一直在苏白舟的身上 而苏白舟知道 这家伙一直在看她 整个人站在台上都有些不自能 也不是不喜欢被盯着 毕竟在场这么多人 本来就有很多人在盯着她 唯独零十八的目光 让她产生了一股奇怪的感觉 她再一次看向了零十八 发现对方的桌子上 有两杯奶茶 有心了 察觉到仙女学姐看了过来 零十八整个人的心情都变好了 我跟苏学姐认识 你看 刚刚她还在看我呢 想必是上次面试的时候 自己给苏学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自己好歹也是心生笑话 唐恩琪伸出手 拿住了零十八面前的一杯奶茶 现状 零十八惊恶地看向了唐恩琪 正在台上念稿的苏白舟 也注意到了这一支 她皱了皱眉头 演讲的语气都变得有些声音 别人听不出来 而零十八听出来了 仙女学姐生气了 唐恩琪 这是我给别人买的 给谁 她 零十八用眼神瞥了一眼苏白舟 而这个小动作 也被苏白舟给注意到了 不知道为什么 她刚刚突然涌出来的脾气 竟然消散了一些 唐恩琪看向了台上 别开玩笑了 零十八同学 我就是给她买的 我喜欢她 我想追她 听到此话 唐恩琪笑了 她原以为 零十八认得亲自己 零十八喜欢她 是因为她足够优秀 零十八放弃她 是因为她有自知之明 但现在 零十八居然说 自己喜欢江大的台语 她不再搭理零十八 而是自顾自地低头看手音 零十八开始专心致志地 欣赏仙女学姐在台上的深意 换 换届大后结束了 从此刻开始 苏白舟正式卸任了 学生会长的职务 散场后 她忙完了自己的事情 朝零十八的方向走了过来 零十八神色异性 但下一刻 她的笑容一顿 仙女学姐后面 怎么还有个跟壁虫 她就是跟苏白舟同届的 学生会副会长 文之书 不难看出 她对苏白舟抱有念想 想到这时 零十八的眼睛 变成了一双死鱼眼 那醋意都不带眼似的 周周 今晚一起吃饭吗 大家一起吃个散伙饭 我不去了 周周 就算离开学生会 我们也是朋友啊 不是朋友 见文之书还想说 零十八上前一步 抓住了苏白舟的手 关键时刻 零十八一点也不会掉链子 她拉着仙女学姐的小手 提着给学姐买 然后转身离开 一套动作 甚至有些帅气 看着这一幕 文之书愣在原地 零十八一路 把仙女学姐 遣到了幻界场地的门口 她看了看身旁 面若冰霜的仙女学姐 顿时心情紧绷了起来 松开了手 学姐 我是看她的男生 有些得寸进尺 我知道 英雄就美 不过学姐虽然表情有些冷淡 但是刚刚牵着的小手 却暖乎乎的 很软 零十八弟给苏白舟一杯奶茶 听说学姐你还饱颜了 以后会不会很闲啊 不过毕业后可能就会很忙 零十八露出了沉思的表情 她想追学姐 又不想打扰到学姐 所以在学姐忙起来之前 她可要努力了呀 学姐 马上就要运动会了 我准备报名三千米长跑 文言 苏白舟瞥了她眼 眼神中满是质疑 长跑 还三千米 有些时候 苏白舟不需要说话 她一个眼神 零十八就知道 她心里在想起什么 毕竟 苏白舟脸上的表情 一动就能及 有意思的是 随着自己跟学姐 越来越熟悉 零十八发现 学姐的表情 也越来越多了 虽然是高冷的学姐 但零十八 其实心中有一股 探索未知人物的奇妙感觉 仿佛一种 另类的养成性 学姐 你看着吧 我一定不拿倒数第一 是吗 学姐 如果我没有拿倒数第一 会有什么奖励啊 你这是在哪里搜的 零十八带住了 完蛋 被发现了 她在网上搜 怎么追女孩子 找到了很多办法 其中有一条就是 定目标要奖励 很俗的办法 果然一下子 就被仙女学姐给看穿了 倒数第一 如果你能拿到前三 也不是不行 闻言 零十八的表情 瞬间就明亮了 不过前三 对于她来说 难度确实有点大了 但 如果是轻而易举 就能得到的东西 又有什么奖励的必要呢 过程越是坎坷 通过终点的意义 就越是深厚 她要向学姐证明自己 对待感情 她是认真的 看到零十八跟个小仓鼠 待在原地陷入思考之中 苏白舟觉得十分有趣 有个人想见你 说完 苏白舟转身朝着校外走去 零十八有些疑惑地跟了上去 来到附近的一家咖啡厅 零十八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坐在那里 秦学姐 是你 是我 秦学姐 文文 这是顾教授的弟弟 哦 就是你啊 秦玉文双手抱胸 看向零十八的目光中 带着一丝丝审视 你叫什么 哪个专业的 零十八露出了茫然的表情 这些秦学姐 不应该是知道的吗 秦玉文瞬间反应了过来 对 差点忘了 周周说过 要装出很熟的样子 我的意思是 你考研吗 想考哪个专业 不知道 我猜大一 嗯 不过考研很重要 我这边的建议是 两个人的对方生如 愚蠢不对马骨 看得苏白周一阵尴尬 等于是巴黎看后 秦玉文转过头 眼神死死地盯着苏白周 周周 这小学弟明明就是喜欢你 喜欢我的人 不是很多吗 周周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也喜欢这小学弟 苏白周嘴唇微动 缓缓开口 说出了让秦玉文崩溃的两个 你猜 周周 我要死你 零十八来到了操场 他的左右两边 分别站着李浩阳和王大锤 三人站在操场的起点上 一格拉满 路过的人都忍不住骂一句 啥也不是 半个月的时间 想要拿到长跑前三名的成绩 有些不现实 你只能走捷径 什么捷径 零十八兄 开始跑吧 长跑的捷径 坚持 你来凑什么热闹 有热闹的地方 就有我王大锤的身影 教练 不过是长跑而已 我不信你跑得过我 王大锤 从小就被街坊邻居 赞成为华国人自己的博尔特 大锤 我无意与你相争 今日来此 只是为了零十八兄 呵呵 教练不非是怕了吧 两人对视了起来 空气中隐隐之间 有闪电在碰到 零十八家的 感受着周围一样的目光 你们两个别装了 其他人看你们的眼神 都跟看傻子一样 听到此话 王大锤和李浩阳 瞬间憋过头 尴尬的脸都红了 一不小心入戏太深了 零十八兄 多说无意 我们开始吧 好 抛场的人虽然不多 但零零散散的 也有几十个 三人在这里冲刺跑 看起来就跟失恋了一样 李浩阳冲在最前面 不远处 一个娇小的身影看着他 眼神中充斥着心疼的神色 徐小佳一直在教练 没有注意到的地方看着他 只是后者从来没有发现过 李浩阳 王大锤两人都是冲刺 所以一圈跑完速度 就慢下来 第二圈已经开始大展现 此时两人的速度 还不如正在锻炼长跑零十八 累得如同被曝晒了八小时的大狗 王大锤和李浩阳 就在操作 一气 发现零十八还在跑 教练啊 你王子跑几圈了 六圈吧 李浩阳有些劲 第一圈零十八 可是跟他们一起冲刺跑的 皮力在第一圈的时候 几乎就已经耗尽了 看样子 零十八是把刚刚李浩阳说的话听进去 长跑唯一的捷径是坚持 也唯有不停的突破极限 才能让自己成长 这样的十八兄 真是帅啊 零十八跑了十圈后 终于停下来休息 他躺在操场的草坪上 望着蔚蓝的天空 仙女学姐好像就躺在云朵中 向他招手 零十八笑了笑 感觉这十圈跑下来一点也不累了 零十八只休息了一个上午 他又来到了操场 而且今天跑得比昨天还要多 只有每次突破一点点 他才能用最短的时间进入 这一次虽然也很累 再加上身体的疼痛有些难熬 但他还是跑了比昨天多一圈 不远处 一声枪响 吸引了零十八的注意力 操场的起点上 一堆人聚在那 而随着刚刚枪声的响起 六个人在跑道上飞奔了起来 零十八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也就是如今的学生会长 刘江来 社长 这是在做什么 哦 是零十八学弟啊 这是田径的选拔 运动会是以院系为单位报名的 每一个院系都会选出参加运动会的人员 还要选拔 嗯 怎么 你也报名了项目 我报名了三千名 长跑啊 那没事的 长跑并没有人数限制 学校给所有想要挑战的人一个机会 文言 零十八这才放下心来 对了学弟 运动会是和趣味运动会一起举办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加一些 趣味运动会里有很多双人项目哦 想参加 得想个办法把学姐约过去 虽然难度有些大 但零十八也想尝试一下 很快 女生的选拔开始了 杭恩琪 柳冰星都参加了 她刚准备离开 就被刘江来给叫住了 零十八学弟 这就走了吗 社长 还有什么事吗 等等看 说不定一会儿有惊喜呢 零十八露出了茫然的表情 不过既然是社长的建议 她还是选择留了下来 快 操场中出现了一个令无数人惊呼的声音 竟然是她 江大才女高冷笑话苏白舟 只见女生选拔的最后一轮 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 苏白舟也站在了气 仙女学姐 竟然也报名了这一次的运动会 枪声响起 苏白舟的动作无补标准 再加上她令人惊艳的颜值 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即便是心生孝花唐恩起 在她的身边也被衬托成了绿叶 她迈开步伐 冲在了第一线 一个田径社团的女孩 还在第一名 将所有人都甩在了身后 而苏白舟紧随其后 她在大学日复一日地成练 所以身体素质比其他人强上一些 随着这一轮的结束 今天的选拔也告一段梦 结束后 刘将来也是第一时间 来到了苏白舟的面前 打了个招呼 看到刘将来身后的零十八 苏白舟装总没看到 而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算是回应了刘将来 后者一愣 怎么了这是 闹矛盾了 苏学姐 有没有兴趣参加趣味运动会 比如双人三足 苏白舟摇了摇头 转身直接离开了 看着她的背影 刘将来表情一顿 零十八学弟 你惹她生气了 你还没谈过恋爱吧 零十八学弟 惹女孩子生气 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重要的是生气的理由 和面对对方生气时候的态度 闻言 零十八看了一眼刘将来 随后深深地点了点头 她看了看仙女学姐的背影 跟了上去 学弟 刘将来在身后 似乎是想要提醒什么 但犹豫了片刻后 她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感情的路上 只有轻身实践来的 才会有所成长 别人的提醒 终究治标不治本 千言万语 最终她只是说了两个字 加油 苏白舟离开了学校 来到了家属楼的门口 她知道零十八在跟着她 而且整个人鬼鬼祟祟的 苏白舟心中觉得有些好笑 她其实并没有生零十八的气 但今天早上 小学弟明明是因为浑身酸痛 才没来操场的 却告诉她是起碗了 她就是觉得 要给零十八一个小脸色看 让她知道说谎是不对的 风俗来讲 就是女孩子自己的小情绪 来得很突然 也很莫名其妙 苏白舟在单元门口站着 零十八在后面一动不动 突然 苏白舟的手机上传来了零十八的消息 学姐一起去吃饭吗 苏白舟转过身 看向了零十八 后者低着头 然后鼓起勇气 屁颠屁颠地来到了苏白舟的面前 上楼 把地扫了 再用拖把拖一遍 我在这里等你 听到此话 零十八抬起头 露出了志在必得的表情 她走进了单元门 用最快的速度 将六一四方间打扫干净 等她下楼后 楼下已经看不到现在学姐的声音 零十八四处张望了一下 然后来到了垃圾土旁边 打开他们 这里也没有 学姐去哪里了 你在做什么 零十八回头一看 不仅看到了心心念念的学姐 还看到了学姐手中的两杯奶茶 你上去太久了 我口渴 买了一杯 那另一杯是 第二杯半价 不买白不买 我准备送给邻居 听到此话 零十八高兴的表情僵了下来 邻居 走吧 学姐 不是送给邻居吗 她没有说话 但似乎又什么都说了 等等 邻居 仙女学姐的邻居 不就是自己吗 想到这里 零十八上前一步 将苏白舟手中的奶茶拿了过来 以吸一口 仙女学姐 果然还是给她买的吗 还贴心地帮她把吸管给插上了 但很快 零十八的目光 注意到仙女学姐的另一只手上 提着一杯完整没有开封的奶茶 以及 学姐那冷淡之中 夹杂着一丝丝 猝不及防的表情 难道说 没有 江大对面 江炒牛肉面 坐在桌子前 零十八的眼神 还在看着桌子上的奶茶 并想到这是学姐喝过的 她的心里就有一丢丢的小激动 还好学姐只是当成了意外 并没有在乎 就算她在乎 那又有什么用 木已成舟 生米煮成熟饭 结果是改编的了 零十八好像发现了什么习大了 不过她很快就将脑海中的想法给甩了出去 那可是霸王硬碰功啊 这种思想很危险 不可取不可取 学姐 你报名的什么项目啊 女子八百米 女子六十米 女子三千米 三句话 十五个字 震惊了零十八一杯 女子三千米 零十八想象不到仙女学姐参加三千米的样子 但既然学姐也报名了 那零十八觉得自己更要努力了 那学姐 趣味运动会有没有兴趣 趣味运动会 说实话 她当了这么久的学生会长 自然知道趣味运动会是什么东西 而且每一届的运动会 最受欢迎的地方就是趣味运动会 所以她还是很有兴趣 但是趣味运动会讲究的就是一个互动性 对于朋友不多的苏白舟来说并不合适 见仙女学姐犹豫 零十八心中一动 有戏 学姐 趣味运动会的奖品很有意思了 还有双人比赛哦 什么奖品 是一台华为手机哦 哦 我已经在转转上买过了 转转 对 最近我发现转转上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的 我这台华为Mate 40 Pro 比新机便宜了四千 省下来的钱都能再看场演唱会了 而且转转是个官方验二手平台 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 比一般的二手要靠谱 上面的苹果 iPad 9也挺划算的 推荐你也去转转 不过苏白舟并没有第一时间答应 也没有拒绝 现在就回去 是不是太早了 苏白舟想了想 朝着离校门相反的方向抖去 他从来不会主动地让零十八跟着自己 但是苏白舟知道 只要他不说话 零十八就会默默跟在他身上 距离学校附近不到两公里的位置 就有一家大商场 商场中有一个电玩城 里面有一台娃娃机 身为江大才人 苏白舟一辈子没有对谁低头过 但他对娃娃机低头 苏白舟一有空 就一个人偷偷来到这里 甚至连物理学公式都用上了 但一次都没抓到 但人们总是会对自己努力 而得不到的东西更得愉快 所以他苏白舟又来了 这位冰山女神站在娃娃机面前 原本高冷的面容 在此刻露出了跃跃欲试的表情 学姐 你喜欢抓娃娃 苏白舟没有说话 下一刻 他按下了按钮 在苏白舟期待的目光中 娃娃掉了反方 砸在出口边 他微微一愣 但是没干险 他买了二十个币 两个币能抓一个 一共十次机会 每一次机会 苏白舟都认真无诬 结果无济于是 很快 所有的机会都用完了 苏白舟愣在原地 突然 声音 弄了苏白舟的耳朵 他转头看去 只见零十八也买了二十个币 苏白舟给他让说位置 零十八将两枚一脑 塞进了娃娃机中 下一刻 他直接按下了按钮 苏白舟在旁边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人 抓得也太随便了 这样怎么可能把娃娃给抓出 娃娃机中 响起了一阵愉悦的音乐 学姐 我运气真好 十次机会 零十八抓到了妻子 他抱着整整七个娃娃 都快拿不过来了 当场里有很多小朋友 更羡慕地看着零十八 看到这群小朋友的表情 零十八将手中的娃娃放在了地上 让我看看 娃娃够不够分啊 听到此话 小朋友们的脸上 露出了开心的表情 排着小长队 一人在零十八这里领了一个娃娃 一口一个谢谢大公子 叫得可停啊 快 零十八手中的娃娃动 但还有一个小女孩没有领到 大哥哥 没关系的 你的娃娃 让姐姐给你抓好不好 好 能够得到一个娃娃 小女孩显然十分开心 想要哪个 小女孩看向了娃娃机 然后认真地看了看苏白舟 那个兔兔 小女孩指着娃娃机中的白色小兔子 苏白舟深呼一口气 再次于愿为 九次都是失败 即便是苏白舟 此时都有些委屈了起来 那哥哥 你去帮帮姐姐啊 零十八上前 站在了苏白舟的身后 此时 陆白舟已经将最后的两个游戏臂塞进了娃娃机中 他神色紧绷地看着娃娃机中的机械手臂 不停地捧着方向 这个时候 一双手绕过了他的腰间 盖在了他的两个手背上 陆白舟脸色一顿 下意识地回头 转头的那一瞬间 他的鼻子不小心刮到了零十八的侧脸 此时零十八站在苏白舟的身后 脑袋悬在后者的肩膀上 学姐 看前面 大脑一片空白的苏白舟 下意识地听从零十八的话语 将头转了回去 零十八抓着苏白舟的手 然后滑动着方向来 能不能抓到娃娃 怕的是感觉 有些时候 感觉比角度更重要 这比如现在 感觉比角度更重要 他此时正在扑通扑通的心跳 确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围着娃娃机响起音乐 一个白色的小兔子 从女人掉了出来 抓到了 虽然是有零十八的帮助 但这确实是他人生中 第一次抓到的娃娃 零十八鼓了鼓掌 就像是红小孩子一样 学姐好厉害 苏白舟从出后口拿出了娃娃 他转头看向了刚刚那个小女孩 却发现后者有点走远 但离开的时候 小女孩的脸上 扬立着一股满足的成就感 虽然没有拿到娃娃 但是他做了一件更多的意义 他帮到别人了 对于小孩子来说 心里的满足远远大于物体 他希望吐完我的笑容 能够转移到漂亮姐姐的眼神 零十八也同样希望 商场的五楼 电影院 零十八看了他时间 此时也不过才七点钟 学姐 看电影吗 不看 真的不看吗 零十八在手机中 找到了电影的购票信息 苏白舟看了一眼他的手机评议 在一排推荐电影中 有一个看起来十分可怕的 这个还不错 文言零十八看了看自己的手机 发现仙女学姐说的是一部电影 而且还是其他国家拍出来的 众所周知 这方面的电影 其他国家的限制并没有那么多 所以拍的会更真实 零十八端了吞口水 恐怖电影 他还是有点小害怕的 不过 既然能在电影院上映 就说明应该删击的地方 都已经删击了 想到这里 零十八一咬了 当即动物 苏白舟护出了笑容 他本来不准备看 但这个恐怖电影 叫做消失的学姐 零十八还买了一大包爆米花 和两杯可乐 他跟苏白舟坐在了第三排 两人前面坐着一对小情物 电影很恐怖 但因为主角是学弟 女鬼是学姐 所以零十八的代入感很强 他一点也不害怕 女鬼是学姐 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学姐这么漂亮 对她又这么好 变成鬼她也喜欢 虽然她确实有那么一丢丢的 不敢看恐怖电影 但只要把仙女学姐的脸 带入进去 小小女鬼 竟然颇有姿色 简直长在了她的心坎上 苏白舟的注意力 从头到尾都没有在电影上 她时不时地看一眼零十八 观察零十八是什么反应 结果让她失望了 每次女鬼一出来 零十八的女生 就露出了惊艳的样子 随后 不如其来的恐怖画面 出现在大屏幕上 她的女生吓了一跳 当即惊呼一声 跟自己的男朋友 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苏白舟抓住一把爆米花 零十八也伸出 两人的手碰在一起 随后双方一愣 老套的情节 但是每一次都很有笑 零十八转头 跟苏白舟对视一眼 她抓了一把爆米花 然后若无其事地 开始吃了起来 当然 她是装的 实际上心里紧张到不行 屏幕中淡淡的光线 倾洒在苏白舟的脸上 让她看起来 就如同月下美人一样 再加上简简单单的 肢体接触 这让零十八 怎么才能不心动 都说男女之间 暧昧期最让人上头 难道这就是 她跟学姐的暧昧期吗 当初零十八搜索 怎么追女孩子的时候 伟大的杜娘告诉她 电影看到后面 就要牵住女方的手 零十八偷偷看了一眼 仙女学姐 苏白舟感觉到零十八转头 她瞬间就把目光 放在了电影上 仙女学姐 好认真的在看电影 肚娘说了 要趁着女孩子 沉浸在电影中的时候 不知不觉地握住 对方的手 对方只要不拒绝 那么他们后面 会有心 但零十八忽略了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 他们看的是什么电影 零十八用余光 看了看仙女学姐的 仙仙玉手 然后将自己的手 放在对方手臂上 她觉得零十八的动作 素白舟并没有可怕 这小学弟 是真的不会追女孩子 用的这些套路 也都是广为人知的 如今可以用读到 吊渣来行 但 她就是不忍心 去反抗对方 没过多久 电影结束了 零十八还牵着 仙女学姐的小手 甚至想要一直 就这样牵着 但是电影已经结束了 两人起身离开电影院 牵着的小手 我不自觉地松开 电影院的特费中 零十八憋了很久 终于可以释放了 虽然她可以在电影中 不上侧 但那就意味着 她要松开 学姐的小手 所以她就一直憋着 两人一牵一后地 朝着学校的方向走去 天色已晚 路上车来车往 非常的合理 两人就这样并排地走着 如同情侣一样 唯一的区别 就是没有牵手 看着学姐的侧脸 零十八情不自禁地说道 学姐 你真美 今晚的月色很美 仙女学姐也很美 苏白舟没有说话 而是用眼神 轻轻地瞥了她一眼 被人夸 和被心意的男孩子夸 是两种不同的感觉 她知道自己很美 但从零十八的口中说出 她就会觉得 这小学弟的嘴巴真甜 她没有说话 而是抓了抓兔子的耳朵 这是她拥有的第一个娃娃 也是她跟零十八 一起牡蜜得到的 很快 两人就到了江大的校门口 两公里的步行路程 并不算短 但跟这个小学弟一起走 却觉得时间过得如此之快 两人走进了学校中 步伐也不自觉地变得更慢了 学校中 有一片小树林 那是零十八 从来没有踏足过的地方 但她听说过那点传闻 那都是王大锤告诉她的 这家伙似乎什么都懂 两人路过小树林的旁边 小树林很漂亮 不过两人也只是路过而已 来到了家属楼的后门 零十八知道 自己今天就要跟学姐分别了 明明昨天也见了面 但今天依旧有一种 恋恋不舍的感觉 学姐 明天见 苏白舟转身离开 走了两步后 她突然转动 趣味运动会 我可以考虑一下 零十八一了 随后露出了喜悦之色 她回到寝室 刚一进门 屁娃子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跟你讲 何必寝室跟咱们打对趟 你是全寝室的希望啊 什么 有人敢挑衅我们 上 这时 死鬼 起来做动画了 什么 有人敢挑衅我们 上 这时 手机中传来了学姐的消息 早点睡 看到这条消息 零十八脸上的表情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跟吃了蜜一样的小龙 奶奶个腿的 野娃子 你这是什么表情 跳得跟躲菊花一样 隔壁寝室517 经常跟515寝室一起打篮球 久而久之 两个寝室就变成了对手 无论是篮球还是游戏 平时都要一分高下 吃鸡较量 零十八他们打赢了 接下来就是篮球了 八人一起来到了操场 开始进行篮球比赢 而这里 是沈桥的主场 人长得帅 篮球打得好 简直是大学中的梦中男神 虽然天色已晚 但路过的女孩 都忍不住住不开 好帅啊 这是谁啊 他你都不知道 他在行程中很有名的 听说是叫沈桥 计算机专业的 附近出现了很多人观众 如此一来 篮球场上的每一个男生 都跟他有机制 此时 一个短发女生来到了篮球场 哪里缺人啊 女生似乎有些害羞 在一个个球场中 挨奪了 注意到这个女生后 零十八觉得有些演出 很快 他就想起这个人是谁了 于秋雨 田径社的新生 运动女孩 因为她当时跟仙女学姐 一起跑 而且还跑在仙女学姐的前面 所以她到现在都还进来 你替我吧 我休息会儿 真的吗 谢谢你 于秋雨的脸色 明显变得高兴了起来 喜欢打篮球的女孩子并不多 她平时也找不到 跟自己一起打球的小伙伴 所以每一次 就只能一个人跑到球场 一个一个的跑 不过一般都没有人接纳她 以至于 她大多数时候 都只能在旁边看着 偶尔球场没人 她还可以一个人投来 零十八离开了球场 她想趁这个时间 去操场跑几圈 利用一切机会锻炼自己 看到零十八走了 王大锤三人 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你谁啊 一起打吗 行 别拖后腿 王大锤没有在乎 但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 于秋雨的运动神经 虽然没有身体优势 但胜在灵魂 而且她是田径射牌的 体力比大多数男生重要 几场打下来 王大锤跟沈桥都气垂吁吁 她还是兴趣薄陪 中场休息 王大锤递给了于秋雨一瓶饮料 打得不错 跟野娃子什么关系 野娃子 就是你踢换下去的那个男生 哦 我不认识他 加个绿泡泡呗 我把水钱给你 什么 你刚刚说什么 我把水钱给你 不是 钱半句 王大锤吞了一下口水 仿佛自己出现了幻听语啊 加个 绿泡泡 对 哈哈哈哈 加 王大锤整个人兴奋无误 这还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被女孩子要绿泡泡 于秋雨皱着眉头看着他 心想这家伙不论是神妖变态的 不过他们也不熟悉 他不能白喝人家的东西 所以要加联系方式把水钱给人了 最重要的是 加了联系方式 以后他们就是球友 想要打球随时都能联系 如此一来 于秋雨在球场也不至于每天都问来问去 将水钱给王大锤转了过去 于秋雨就练习投篮去了 而沈桥和李浩阳准备回去洗澡睡觉 王大锤也跟了上去 准备一起离开 你把人家女孩子一个人丢在这里 闻言 王大锤看向了球场 还有二十分钟球场就要熄灯了 偌大的场地人并不多 看起来有些空旷 行 那你们先回去 我等他打完再走 别的事情不说 这会儿王大锤还是挺慢的 林十八是最后一个回到寝室的 他满头大汗 冲了个澡就急通通地躺在床上睡觉了 看得出来 林十八是真的想要在三千米长跑中拿到名次 虽然事情变多了 但他的小说依旧在保持更新 甚至逐渐有了漫画化的趋势 每一个小说家的梦想 都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 无论是改编成漫画 动漫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由于他是新人作者 所以帮他改编的漫画家 也是一位新人漫画家 好像是一位计算机高手 同时具备极高的美术功底 这位漫画家的笔名叫做 米饭多加水 另一边 教师公寓 秦玉文躺在苏白舟的床上 突然发现苏白舟的脸色有些不对劲 周周 发生什么了 我怎么感觉你有点高兴啊 哦 是吗 他确实很高兴 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情 秦玉文看到苏白舟的电脑上 有一张图片 似乎是封面 而且做得十分美观 怎么感觉 有些熟悉呢 图片是漫画版 所以秦玉文艺时间并没有看出来 这是尿素战神零十八的漫画封面草稿 什么 周周 这本书不是我上周推给你的吗 嗯 前不久苏白舟看到评论区的书 有都在向作者请求漫画改编的事情后 他就觉得这件事情自己可以做 周周 大才你画漫画会不会有些趣才了 这只是兼职 而且漫画家也没什么不好的 看着眼前的封面草稿 苏白舟继续用绘图软件化了起来 绘画需要专注 也需要时间 但对于苏白舟来说这并不难 因为他所绘画的人物 是有原型参考的 一个是他自己 另一个 上午的课程结束后 零十八回到了寝室 打开电脑 目光紧锁地看着屏幕上 一大堆看着我的符号 锤哥 有个事 啥事业娃子 爸爸帮你 王大锤站在零十八的身后 好奇地看着他的电脑 这不是刚才 王老师布置的作业吗 是啊 零十八抓了抓头发 要知道他在高中的时候 成绩只是马马虎虎 不上不下的 是唐恩奇说考上江大就在一起 他才奋发图强 努力学习 即便如此 他也才是勉强踩上江大的分数线 差一点就没被录取 所以这些计算机类的专业课 零十八学起来 属实是有些困难 你这都不会 我也不会 李浩阳忙于班长的工作 不在寝室 而沈桥又不知道去了哪里 零十八叹了口气 心想这作业也太难了 等等 仙女学姐可是计算机系的才女 要不问问学姐 想到这里 零十八和尚店 装进包里 离开了寝室 王大锤看着空空如也的寝室 露出了孤独的表情 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 每天不是忙着班上的事情 就是神神秘秘的出去 然后一脸姨妈笑的回来 以前沈桥梅课的时候 还会在寝室中睡觉 最近她一梅课就出门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只有王大锤 大多数时候都在寝室中 没有人理解她 她简直太孤独了 雪姐 你在家吗 进 零十八掏出钥匙 直接走了进去 你来做什么 我作业不会写 这不是大一基础课吗 听到基础两个字 零十八表情一段 也就是说 这是最简单的那一句 这些都是基础理论知识 你不会 是因为最基本的理论知识 你不知道 苏白舟站了起来 从房间中拿了一本 计算机课程基础里面 看到书名 零十八的心中 引起了一阵不好的感觉 这本书的第一章第六节 跟你的作业有关系 零十八翻开书看了看 一分钟后 他眉头紧锁 眼神凝重 看不懂 如果连这些都看不懂 说明你上课根本没听 不要下去 你的专业课会挂科的 听到此话 零十八就像犯了错的小孩子一样 低下头 仿佛小学生被老师给训了 你哥哥让我照顾你 要是你挂科了 丢的是我的脸 从今天开始 我会辅导你的专业课 听到此话 零十八神色一心 学姐 你是我低神 辅导的前提 是你的基础知识能牢记 这本书基础理论 每天被二十页 从现在开始 背不完不能离开 好 戴着仙女学姐严厉的样子 零十八脸色一黑 怎么 不愿意 愿意愿意 学姐 我最爱学习了 零十八的心在哭泣 无妨 这只是待在温柔乡的代价 零十八 眉头紧锁地坐在沙发上 恨不得把书给吃了 背不下来的时候 她会皱着眉头 用力地思考自己忘记的是什么 苏白舟坐在餐桌上 看着这一幕 表情很认真 小学弟学习的样子 还是挺好玩的 但是她中午过来 似乎还没有吃饭 她自己也没有吃 苏白舟起身朝着厨房走去 用剩命 半调了个蛋白饭 好完后 她眉头一皱 肚子怎么疼了 难不成 忍了一会后 她觉得没那么痛了 成了一碗饭 默默地吃了起来 虽然只是蛋炒饭 但是零十八 还是一脸馋嘴的表情 想吃 背多少了 十页 什么时候背完 什么时候吃 杜兄 不是我不想给你吃 是你脑哥不给力啊 零十八的注意力回到了身上 为了吃饭 也只能继续努力 很快 苏白舟已经吃完了自己的饭了 小学弟学了这么久 肯定也饿了 不逗他了 给他盛一碗 苏白舟把蛋炒饭放到桌子上 可以吃了 见对方没有反应 苏白舟看向沙发 发现零十八的脑袋已经垂了下 整张脸都埋进乎 这小学弟竟然又睡着了 回想起他们第一次出去 零十八也是在喝下午茶的时候睡着了 苏白舟走了过去 将手掌放在了零十八的头顶上 缓缓地抚摸了起来 摸男生的头 原来是这种感觉 吃饭吧 吃完洗碗 说完苏白舟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知道了学姐 零十八快速将蛋炒饭吃完 接着去厕所解决一下三脊 看到卫生间垃圾桶里的东西 零十八的表情呆了呆 他算是明白仙女学姐 为什么会回自己的房间了 原来是来亲戚了 零十八有些慌了 开始在网上搜索缓解疼痛的办法 喝红糖水 多喝热水 男朋友给柔柔 看到最后一个办法 零十八瞪大了眼睛 满脸的不可思议 柔柔仙女学姐的肚子 这当然是现在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红糖水什么的 零十八还是可以去弄的 听到关门的声音 苏白舟看了一眼客厅 他走了 苏白舟从房间中躲了出来 躺在客厅的沙发上 看了一眼空胖的房间 认识了小学弟后 他突然发现自己变孤独了 不 是他不在的时候 他以前是什么都可以自己做的女强人 但现在 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心中竟然隐隐气派的人能陪他 可是小学弟走了 他最近也会刷到很多关于恋爱的视频 都说 陪一个男生长大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二十一岁 五十一万 男孩 跳 游戏里的通天神 感情里的苦命人 你不想吃菜 我给你买了麦当劳 据说男生一辈子只能收到一束花 你叫胖猫 恋爱后改名为熊猫 因为你知道熊猫爱竹子 却忘了 竹子是空心的 毕迪 给你点了多糖的 喝着甜就不会这么苦了 下辈子对自己好点 纯爱本无措 你做了一个男人该做的 感谢你用光 照亮了我们这些纯爱的少年 愿天堂 有漂亮学姐 愿意给你买麦当劳 躺了一会儿后 门外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林十八提着大袋 小袋的东西走了进来 看到学姐躺在沙发上 面色苍白 一个人孤单地看电视 林十八心疼坏了 学姐 等等 我去给你煮东西 苏白舟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最起码也要保持高冷学姐的形象 学姐 我马上就弄好了 学姐 喝点吗 苏白舟没有说话 她看着眼前的豪华版红糖水 表情有些出神 哎哟 你看我这脑子 没有拿勺子怎么喝 林十八站了起来 风风火火地冲进了厨房 然后又风风火火地跑了出来 递给苏白舟一个勺子 不过仙女学姐就像呆住了一样 一动不动的 林十八一愣 随后心中怒骂一句自己 这么烫 学姐怎么喝啊 此时 苏白舟看了一眼嘴边的勺子 已经来不及去拒绝了 看着林十八期待的目光 苏白舟只能微微张嘴 浅尝了一口 好喝嘛学姐 说实话 煮得一般般 甚至可以说是苏白舟这辈子 喝得最难喝的红糖水 但不给苏白舟继续思考的时间 林十八已经伸出了胳膊 喂给他第二手 看着嘴边的红糖水 苏白舟就犹豫了一下下 就再一次张开了嘴巴 确实不好啊 但 他就是有股继续喝下去的冲动 林十八就这样一点点的 让仙女学姐将这一整碗都喝完 苏白舟坐在沙发上 两只小脚丫偶尔一动一动的 看上去萌萌的 虽然学姐的表情有些轻弱 但是身体上的小动作 却可可爱的 林十八看了看现在的时间 已经三点二十了 学姐 我煲了汤的 等我回来哦 上课响明的最后一秒钟 林十八冲进了教室 还点坐到了王大腿的旁边 野王子 你去哪里了 旁边 沈桥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露出了一副 他什么都知道的表情 天机不可泄露 我你奶奶的嘴 翅膀硬了 竟然有事情瞒着老父亲了 你这娘娘腔的动作 是跟谁学的 嘿嘿 天机不可激露 王大锤用双手 把自己的头发 撸到了后面 等他走到时 大型已经变成了张 这一下 林十八算是明白了 这小伙 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小黑子 野娃子 下课咱把饭吃了 然后去球场打球呗 林十八看了一眼王大锤 确认过眼神 是小黑子没错 这种时候 都在想着打篮球 我有事 又有事 不是我说你野娃子 自从军训结束 你小子就一直有私事 到底偷偷摸摸地去做什么了 在做一件大事 做完之前 知道的人 还是少一点比较好 下课后 在王大锤不止的目光中 林十八急匆匆地 朝着教室公寓跑去 进门后 他一眼就看到了苏白舟 正够在沙发上吃水片 什么 仙女学姐在吃零食 不行 来亲戚怎么能吃零食呢 林十八大步走来 在苏白舟惊讶的表情中 一秒将他手中的薯片给抢了过来 学姐 苏白舟惊呆了 原本高老的面孔中 出现了明显的不可思议 小学弟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硬气了 这个可以少吃一点 苏白舟面无表情地看着林十八 随后胳膊动了动 伸出了手 似乎想把薯片抢了 林十八从薯片袋子里拿出了一片 放在了苏白舟 玄情在半空的手中 只能吃一片 说完 林十八拿着薯片进了厨房 看看汤包的怎么样 进厨房之前 他还吃了一口薯片 顿时 苏白舟脸色一黑 不给我吃 自己还要吃一口 此时苏白舟生着闷气 看起来像一个小萝卜一样 埋在地上 怎么拔也拔不出来 林十八在厨房将薯片全都试完 这才走出来 薯片呢 我吃完了 林十八神色无常地坐在了苏白舟的旁边 光作不知道这件事情 陪我 我要喝奶茶 说实话 他知道自己来亲戚的时候 不可以吃这么多零食 但他就是想故意这样说 然后看林十八操心的表情 学姐 等你不疼了 我天天给你买 苏白舟不着痕迹地轻哼一声 然后就不理林十八 两人一起看着电视剧 此时 电视中 一对情侣在雨中奔跑 相拥 然后情侣 林十八下意识地吞了一下口水 然后别过了头 我先不甘好意思看 而苏白舟的脸上 也渐渐出现了红韵 看到屏幕中的场景 他的小心脏 噗通噗通地加速调动 脑海中不自觉地挠补了起来 今天一天 林十八都留在教室公寓里 陪学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 电视并不好看 但两人依旧感到满满的心 陪着一个人 做无论多无聊的事情 都不会厌烦 可能这就是喜欢吧 今天的晨跑 仙女学姐没有来 当然 她来了才不正常 毕竟来亲戚了 今天已经是星期三了 下周二 这是运动会的开门室 时间很紧迫 林十八要抓住一切空余时间 去销炼身体 虽然她知道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即便是发生奇迹 也不一定能改变什么 但她也要尽力地去做完这件事情 下午的课刚一上来 林十八就火速来到了操场 此时 田径社的日常训练 也刚好正在进行 林十八因为每天准时准点过来跑圈 田径社都已经熟悉了 甚至因为于秋雨跟林十八面熟 还邀请林十八加入田径社的训练 此时 林十八受到田径社的邀请 跟在后面跑步 但是跑步对于田径社来说 只是热身而已 可对于林十八来说 已经是巅峰了 同学 你这么努力 是立了什么目标吗 嗯 我答应了别人 要拿三千里的前三 前三名 我们田径社就有三个人参加 而且报名的人 已经有六十多个了 前三 说实话 除了社长 就连我们都没有自信 六十多个人 到时候会乱成一片 一起跑 也会有很多人在中途放弃 林十八还记得教练告诉他 长跑唯一的捷径就是坚持 他擦了擦汗 从草坪上站了起来 又继续跑圈圈 这是他唯一能做的 看到这个一根筋的青年 于秋雨也是露出了敬佩的表情 看得出来 他立的那个目标 对他来说很重要 操场的另一边 柳冰心和唐恩奇也在锻炼身体 他们都参加了运动会 如今正在这里适应 琪琪 你高中捅却疯了吗 他没有说话 但他也算了解零十八这个人 所以 他知道 零十八这样拼命 绝对不可能是为了他自己 他那种人 去认真地做一件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 一定是为了别人 这种行为 在唐恩奇看来很幼稚 换句话说 曾经零十八对他这样的时候 他会觉得幼稚 但现在看到零十八为了其他人这样 唐恩奇的心中 竟然会出现一丝丝的想 人们会被年少不可得之物 困其一生 这是遗憾 那什么是后悔呢 年少错过之物 才是后悔 唐恩奇的心里苦涩涩的 他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此时的心情 他只知道 自己现在有些想哭 但他不能在其他人面前哭出来 他要让所有人知道他没有后悔 只有这样 他才能找到一丝丝的心理安慰 谁让他的内心是个高傲的人 唐恩奇独自一人离开了操场 直到田径社的社团核定结束 零十八还没有离开操场 他坐在草坪上 看着逐渐昏暗的天空 露出了沉思的表情 那朵云好像仙女学姐啊 坐了一会儿 他站了起来 准备回寝室 却突然发现 不远处坐着一个熟悉的可可爱的身影 有些眼熟 不会是仙女学姐吧 零十八好奇地走了过去 绕到了他的面前 发现这可爱的小东西 竟然真的是仙女学姐 学姐 你怎么在这里 你什么时候来的 不知道 忘了 学姐 你这样坐在操场 不怕被人认出来吗 谁能认出来 这句话 也确实把零十八给问出 也对 谁又能想到 高冷笑花大晚上 坐在操场的草坪上呢 那当然是我 那你真聪明 学姐 你在干嘛 某人今天的二十页知识点 还没有找我背 这句话 零十八原本天真无邪的表情 将在了里面 他把这茬给忘了 我明白了 走吧学姐 看着零十八那委屈巴巴的小表情 苏白舟心里想笑 不过表面上 还是一副严厉的表情 这件事情不能马过 大学挂科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以零十八现在的知识量 大概率会挂 零十八跟在苏白舟身后 乖乖地离开了操场 等他背完 已经晚上八点多了 等他回到寝室后 就看到王大锤躺在床上 露出了跟昨天一模一样的表情 见状 零十八心里无比的心痛 那个不可一世的大锤哥 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叶 叶娃子 叙 叙命 王大锤朝着零十八 颤颤巍巍地伸出了手 后者面色一变 瞬间明白了过来 他掏出手机 点开神曲 用最大的声音播放了起来 听到这迷人的声音 王大锤满血复活 从床上迷跃而下 当场给零十八跳了一段 走 大球 走 下楼的时候 王大锤的鼻子动了动 他靠近零十八的肩膀上 用力地闻了一下 不对 叶娃子 你怎么这么香 因为我洗澡了 听到此话 王大锤推开了零十八 看零十八的眼神 仿佛是在看一个复兴汉一样 寝室里没有这种味道的沐浴露 我也没看到你洗澡 你在哪里洗的 那当然是别的地方了 此时王大锤的心情 简直就是男生把他情人 都快要抓狂了 一羽人都应该滚出地球 三对三 你我各叫一人 不过有个条件 必须要叫女生 王大锤当即就吵了起来 因为他们两个 谁也叫不出来女生 刚刚的条件明显就是互相伤害 突然 王大锤的手机中 传来了消息提示音 打球吗 你锤哥能叫的女生 你呢 你叫的出来吗 哈哈哈哈 文言 对方脸都黑了 早知道刚刚就不提这种条件了 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等于秋雨来了后 李浩阳也空出了时间 林十八 今天晚上操场那个女孩是谁啊 你女朋友吗 那个 林十八看了一眼于秋雨 给了她一个你懂的眼神 后者瞬间反应了过来 回馈了林十八一个词尿的眼神 你就是你的女神吗 小样 还藏着掖着她 但王大锤已经快要崩溃了 你语言就算了 怎么还在加密通话呢 凌晨六点 林十八睁开了眼睛 运动会的开幕式是早上十点 据说到时候还有花式表演 林十八来到了操场的观众席上 因为最先开始的项目就是六十米端篷 这个项目 仙女学姐报名啊 该说不说 仙女学姐大学两年没有参加过运动会 你参加 两个端篷 一个端篷 此时操场的草坪上 立着很多小帐篷 有运动员的休息区 后勤区 以及由学生会组成的裁判和工作人员的团队 林十八 李浩阳 沈桥三人坐在观众席上 等待着男子一百米的开始 因为 王大锤报名了这个项目 他正在二号跑道上做着热身运动 而沈桥已经举起了手机 打开了录像 只见王大锤的后背上 贴着一个二百五十 意味着 他是本次运动会所有参赛选手中 编号二百五十的运动员 说起来也是巧了 这个编号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 随着一声 王大锤拔了 从起点窜了出去 很快就冲过来 一百米红柄 一个十米一头的身体 六个赛道 排名前二可以进入下一位 王大锤运气很好 小组中没有什么高手 竟然让这小子拿了第一名 沈桥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将刚刚录好的视频给删除了 王大锤潇洒地坐在了三人旁边 眼上都热开了花 你锤哥帅不帅 运气好罢了 等了很久后 第一轮 鱼丘与强盛与鸭 活走第一组的小组 直到第四轮 扑八终于看到了仙女学姐的身影 观众席的人数虽然寥寥无几 但七八十人还是有的 看到站在三号跑道上的身影 所有人都惊呆了 那个保着马尾的女孩是谁 为何如此漂亮 等等 好面熟啊 一些人猜点点身体 那很惊讶 这条消息一出 就被挂到了表白墙上 苏白舟在四组拿了第二名 也进入了第二轮 而直到苏白舟参加了运动会 观众席上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 即便那是渴望不可及的冰山女神 但远远望去也是十分养眼的 不知何时 观众席上 除了沈桥笑眯眯的以外 另外两人都跟林十八拉开了距离 刚刚苏白舟开始跑的时候 林十八是整个观众席喊得最大声的 差点就把主持人的麦克风声音给压了过去 这小子脸都不要了 太丢人了 你小子是苏白舟的狂热粉丝吧 巧了 我也是 此时 观众席上的人越来越多 从一开始的七八十人 到现在已经有三四百人了 跑完后 苏白舟跑着运动员的休息区走了过去 太厉害了 周周 你看观众席 从表白强公布你参加运动会的消息后 不到半个小时 人数多了四五倍 好夸张啊 你像个女明星一样 苏白舟看向了观众席 人虽然变多了 但他还记得林十八的位 想到刚刚小学弟在上面疯狂加油的样子 苏白舟喃喃说道 傻子 没过多久 女子六十米的垫 林十八站了起来 一旁的大海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 他面色一变 连忙拉开了跟林十八的距离 女生中能比苏白舟跑得快的并不多 只要不是遇到于秋雨 几乎就没人跑得过来 仔细想想 听舅舅说 仙女学姐小时候是在村子里面长大的 那个时候身体没长开 连也真的假小的 周白舟肯边在村子里面到处跑 甚至还单手捏大鹅 脚踩村头老黄狗 拿弹弓射邻居家母鸡刚下的弹 脱脱脱一个村中恶霸 想不到仙女学姐小时候那么调皮 想想就可爱 不过要是被苏白舟知道 舅舅还跟林十八说了这些 多半会把饭件给卖 第二轮 苏白舟获得了小组第一名 上午的比赛项目彻底结束 林十八跟王大锤一起朝着三十堂走去 此时 苏白舟也在食堂中 跟秦玉文一起吃饮 秦玉文和苏白舟坐在其中一张桌子 旁边座位是空的 但他们的桌子没有人敢坐 王大锤买完饭 发现没有座位后 直接就朝着秦玉文的桌子走去 只见王大锤若无其事地坐在了秦玉文的旁边 对于王大锤来说 虽然他喜欢看门 但屈屈美女又怎么可能比吃饭还重要 即便秦玉文是他的女神 但真待在秦玉文的旁边 他也只是把对方当成陌生人 幻想和现实 他还是能分清楚的 周周 咱们打包回去吧 我还没吃完 不远处 零十八端着一碗面 迷茫地看着四周 锤哥呢 锤哥去哪里了 看到他后 零十八早过来 走着走着 他就送送王大锤坐的那张桌子前 仙女学姐也在 零十八一着头皮坐在了苏白舟的旁边 是你 我就知道你在画饼 上次说请我吃饭补偿我 这都多久了 王大锤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零十八 那眼神 虽然他没说话 但零十八已经知道他想说什么了 你你你 你竟然认识秦玉文 秦学姐 我忘了 哼 罢了 我也不跟你一个小学弟尽叫 王大锤时不时地看一眼零十八 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一样 今天下午 就是三千米的比赛了 零十八的心情不见得不够 但 为了学姐的奖励 他一定要拿到三千米的前三名 零十八去领了自己的编号 他继承了王大锤的编号 二百五十 这是王大锤特意求学生会的工作人员安排 带着我的编号 就像是我一直在鼓励着自己的儿子一样 好好好 沈桥 李浩阳也来到了观众席上 三个人并排坐在一起 准备为零十八摇旗呐喊 旗子是王大锤做的 摇旗的人是李浩阳 沈桥和上次一样 负责录像 五百一十五寝室的仪式感 这是其他人羡慕不来的 零十八站在跑道上 看着上面的几个显眼包 心中祈祷的一会儿 这几个家伙不要太丢人 刘江莱拿着发令枪 站在了跑路的冰云 议备 三十多人齐刷刷的大步向前 田径社社长根本就不按场理出牌 第一圈就开始冲刺 一路领先 让身后众人望尘莫底 零十八这段时间 跟着田径社混了很久 所以知道跟跑的重要性 他一直跟在第一梯队的那五六个人后面 不敢要 观众席上 李浩阳摇旗呐喊 王大锤甚至带来了一个喇叭 正在喊着野狼子家园 苏白舟在操场中间的草坪上 眼神片刻不离地跟随着零十八 最后一圈的冲刺中 他已经是第五名了 半个月前 这个成绩他想都不敢想 如今 距离前三 他只差两个人的距离 他继续冲刺 顾远处 一个人正跟散步一样的溜达着 他正是最后一名的文之书 零十八马上又要抄他一圈 在零十八即将越过他的时候 文之书装作跌倒的样子 向旁边倒去 零十八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在操场上滚了几圈 除了全身一阵疼痛以外 能看到的 也就只有天上的影 你踏马的是故意的吧 沈桥跟李浩阳也是满脸愤怒 三人从观众席上冲了下去 完了 前三没了 虽然现在身上很痛 但是跟自己半个月的努力 前功尽其相比 身体上的痛远远比不过心里面的 躺在操场上 零十八的眼中 只有一望无际的蓝天白云 还有仙女学姐 嗯 仙女学姐 怎么样了 看到仙女学姐的这个表情 以及很少听到过的温柔的声音 零十八心里的痛苦 消失得一干二净 虽然身体很痛 但冲上云霄的满足感 让她足以忽略身体上的疼痛 这么大的操场 你就非要从我旁边过 你陪得起吗 我陪你奶奶 王大锤原地起跳 直接就是一个飞矛 锤兄 当务之急 是把十八兄送进医护室 三人连忙背着零十八 跑进医护室 看着他们的背影 苏白舟转头看向了文之书 文之书心中一突 有些紧张了前面 苏学姐 你也去医护室吧 这里我来处理 你也很担心 十八学弟吧 快去吧 谢谢 苏白舟小跑着离开了操场 这也是刘将来第一次看到 他为了某人 露出急迫的样子 看样子 他真的是喜欢上零十八学弟了 刘将来的眼中 露出了一丝丝的落寞 或许 他也曾经被某个耀眼的太阳吸引 但他知道 那个太阳并不属于他 他只是被他的光亮给惊念到了 而他 要去成为新的太阳了 苏白舟进来后 王大锤三人都惊呆了 高冷笑花为什么会来到医护室 这段时间野娃子一直心心念念的学姐 不会就是苏白舟吧 有可能骨折了 你们送他去周围的医院吧 我叫救护车来接他 不不不 这点小伤 我自己去就行 自己去 你要自己去医院 学姐 野娃子开玩笑的 我送他去 三人二话不说 又把零十八给抬了起来 学姐 一会儿的三千里加油啊 还有别被绊倒了 这是先生吧 还挺可爱的 确实可爱 江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苏白舟的闺蜜黎夏 已经等候多时了 黎夏看了一眼 随后摇了摇头 你摇头作肾 我儿子是腿受伤了 不是嘎了 不是 我去叫人 黎夏掏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 沈桥无奈地笑了笑 她认识黎夏 是她女朋友的主治医生 她跟班 每天都会来看她女朋友 很快 零十八的腿 被医生裹得严严实实的 整个人都生无可恋了起来 结束了三千里长跑 苏白舟立马来到医院 感觉怎么样 学姐 我缺了 苏白舟看向了零十八的视野 沈桥顿时明白了 他伸出手 一手推着李浩阳 一手推着王大锤 给他们推出了病房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没有骨折 不过伤好之前 也要好好休养 免得受到二次伤害 可惜了 我并没有拿到前三 我拿了 真的吗 恭喜学姐 零十八替仙女学姐高兴 但心情却还是有些低落 约定是双方的 我拿到前三 你要给我奖励 零十八一愣 有些茫然地看着仙女学姐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家里的家务 你全包了 记住 是每天的家务 每天的家务 意思是 获得了教师公寓的居住权 周六 零十八的腿 也好了七七八八 他抱着自己买的床上用品 来到了教师公寓 六百一十四的门 家里没酱油了 来的时候去楼下超市 买瓶酱油 啊 就想学弟 来了也不说一声 愣头愣脑的就下去了 苏白周将零十八买的床上用品抱了进去 一个人将床打理得紧紧有条 没过多久 零十八一手一个瓶子 又回到了六百一十四的门口 看到门口空空如也 他认识一变 有老六 他的快递被偷了 嗯 在刷美女短视频吗 苏白周偷偷看到了零十八的手机屏幕 发现这小学弟竟然是在看床上用品 他不会觉得他的快递被偷了吧 今天的家务还没做 啊 交给我 保证给学姐打扫得干干净净 等零十八忙完后 就坐回了沙发上 继续看床上用品 你怎么还不走 啊 我记得我说的是 让你包揽每天的家务 并没有答应你可以住在这里吧 这就是传说中的 自作多情 零十八低下了头 也将手机锁平了 嗯 住不了 那也没有买床上用品的必要了 唉 不好意思啊学姐 是我误会了 我现在就走了 零十八 耳边传来了仙女学姐的声音 印象里 这好像还是仙女学姐第一次叫她的名字 她微微转头 呆呆地看着苏白周 你有东西忘在你房间里了 啊 零十八转动了门把手 走了进去 门开的那一刻 零十八看到了被打理的紧紧有条的床坡 以及地上被拆了的快递包裹 这个房间还没有打扫干净呢 零十八全程一言不发 不是她不想说话 而是心情的起起落落 让她此时此刻的声音有些发动 简单来说 她会接吧 她离开了钥匙公寓 抱着垃圾 准备下楼将他们给丢点 她不会是被她给玩坏了吧 算了 小学弟奇奇怪怪的 不管她了 回房间画漫画去 回到房间后 她打开了尿素战神这本书 准备看一眼最新章节 但是小说并没有显示出更新的提示 而是请假 读者大佬们 今天有事情 请假一天 各位知道的 我前几天腿去了都没有请假 所以今天的事情真的很重要 请假 你敢请假 这么年轻你请假 你是人吗 不用啊 这是我每天唯一的乐趣 你不能不更新 作者不会是去见女神了吧 所以心情太激动 写不出来了 她打开了零十八的绿炮炮个人主页 看了看她的秘称 落叶归根 苏白舟看着这一幕 只觉得有些神奇 一开始加零十八绿炮炮的时候 她还没看过这本小说 所以就没在乎她的网名 后来改了背课 就更注意不到了 难怪看到这本小说 她会产生很大的共情 也难怪她会觉得有一些熟悉 这落叶归根 不会就是零十八吧 苏白舟将 尿素战神 这本小说翻来覆去的又看了一面 如果这本小说是零十八 以自己为母版写出来的话 那她对我 她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被她忽略掉的 关于书中男主角白月光的开头 苏白舟一边生闷气 一边看了起来 越看越起 越起越看 就连零十八已经回来的开门声音都没听到 最终 苏白舟站了起来 整个人都处于扎毛的边缘 虽然她知道 这些都是零十八认识她之前发生的事情 也知道零十八实际上 跟那个白月光一点关系也没有 但她就是生气 生气就需要 苏白舟离开了自己的房间 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 旁边 零十八激动的心情 虽然已经平复了很多 但脸上还是洋溢着愉悦的表情 但她看到苏白舟摆出一副 我生气了的样子 坐在了自己的旁边 零十八就瞬间猛逼了 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就情转雷震雨了 都说女人心海底针 但没想到学姐的心思 也是如此难猜 仅次于小姨 学姐 哼 一声傲娇的闷哼 传入了零十八的耳中 让她的心都快要融化了 这是什么可可爱爱的声音啊 学姐 谁让你生气了 我去揍她 苏白舟看了一眼零十八 她又哼了一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仙女学姐在她面前 多出了一丝丝傲娇的属性 是我惹学姐不高兴了 要学姐生气 我简直死不足惜 学姐 沉退了 这一退 就是一 闭嘴 零十八老老实实地坐了回去 刚刚那浮夸的演技 也确实有点尴尬 说实话 看到她的时候 苏白舟就已经没有生气了 但跟零十八待在一起 不知道为什么 她就觉得自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随时随地都忍不住想要任性的那种 新生肖花长得漂亮吗 你说唐恩琪吗 漂亮啊 当然 学姐才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的人 她不喜欢你 你还夸她漂亮 她就是漂亮啊 而且人也很优秀 她不喜欢我 那是我的问题 不是她的 苏白舟愣住了 想到高中毕业后 那个对她表白被拒绝就到处诋毁她 散布谣言的人 原来不是所有男生都是那个样子 她好像又有了打爱的勇气了 周日又是一个愉快的假期 江城这个地方 你去过哪里 江城 身为江南水乡城 有很多知名的景点 其中 镇 古街 数不胜数 军训后 她跟室友聚餐吃饭 然后开着仙女学姐的剁骄鱼头 去了江城公园 然后就去了杭城 再然后 好像就没了 带上钥匙 等苏白舟出来后 林十八发现 她竟然换上了汉服 仿佛古代的小将军一样 帅气无比 虽然仙女学姐把自己打扮成了男生的样子 但一般人还是一眼就能看出她是个女孩子 毕竟 她胸前的足度明显跟林十五一 下意识 这只是下意识 男人的本能 不是她想看的 走吧 去江城古镇 这里的建筑风格 几乎是以水为主 古镇中能够看到很多大小不一的桥梁 下面都有清澈的河流 她跟仙女学姐并排走在一起 两人来到了一座小桥上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风景 风景很美 而 林十八看了看仙女学姐的手机屏幕 发现停留在了拍照的界面 好的 她懂了 学姐问她风景怎么样 是想在这里拍照 女孩子 遇到好看的风景 难免会产生出想要拍照的性子 但是苏白州的朋友圈里 从来没有发过自拍 也许是没有人给学姐拍呢 学姐 拍照我是专业的 事实上 林十八并没有夸大气息 她的摄影技术确实是比较好的 在家里的时候 小姨一家人一点摄像细胞都没有 全家人去什么地方玩 几乎都要依靠林十八来拍 学姐 你看可以吗 可以 可以拍照吗 小姐姐 免费的哦 小姐姐 你站到这边 我给你拍 男人一脸笑容 虽然她见过很多美女 但像苏白州这么美的 她还是第一次遇到 但很快 她的笑容变得有些单杆起来 那个和仙女一样漂亮的女儿 握住了被她无视的男生的手 弄着做什么 去拍合影 免费的 最终 林十八获得了一张高清照片 也是她跟仙女学姐的第一张合影 二十一张 不是免费吗 合影加二十 但看在对方拍的确实不错的份上 林十八还是付了二十块钱 照片中 她站在仙女学姐的旁边 还拉着仙女学姐的一只小手 两人靠在桥梁边缘 一人身穿古代汉服 另一人身穿现代变装 看起来就像是她穿越到了古代 可以为大家闺秀相爱 正在给她讲述未来的世界 有多么功夫多态 白高兴异常 竟然给他人做了嫁衣 两人原路返回 在景点的门口 看到了卖小蠢的小丝太 学姐 你喜欢兔子 林十八神色一灵 知道现在就是她展现男人魅力的事 老板 我买了 我们这里是掏圈的 十块钱一次 来一次 五个起步 买了五个圈圈后 零十八秒准粉色龙的 当即就扔了 没中 再扔 没中 这个怎么跟抓娃娃不一样 最后一次 中了 晚饭有着落了 她抱着可可爱爱的兔兔 看向仙女学姐的眼神 第一次充满了真惊 魔鬼 兔兔辣莫可爱 学姐你竟然要吃兔兔 晚上是清蒸还是红烧 要不要多放一些资人 离开景点后 两人并没有去停车场 而是来到了河江的旁边 河江就是横跨江城的一条大江 在这座城市十分有名 但无论是江城 或者是隔壁门 只有在你有钱的时候 那是指挥子经最难用的事 如果没有钱 那城市之中处处都是压力 是无时无刻都让你难以喘息的残浮机器 学姐 你有想过以后吗 没有 苏白舟回答得很干脆 她的未来似乎一直都在被安排着 是谁在安排她呢 也许是她自己 也许是周围人的声音 当所有人都觉得她能够考上清北的时候 她当风发烧 发挥失常 来到了江大 那天 她忘不了老师和同学们看她时候的眼神 好像她没有考上最好的大学 就是一个失败的人一样 再加上高考后 被人造谣 她似乎一下子 就成为了人人唾弃的那个人 大家似乎是喜欢把曾经比自己强的人 狠狠地踩在脚下 用别人的失败来彰显自己的优越 来到江大 她遇到了自己的恩师 也就是顾明轩 顾明轩 跟她是一类人 但却从根本上不一样 她的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 整个人看起来轻松无比 至于理由 她说过 她有一个弟弟 一个很有趣的弟弟 她还说过 那你见到她 就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乐观了 学姐 想啥捏 不会是在想我吧 嗯 哈哈哈哈 我开玩笑的学姐 哈哈哈哈 零十八看向苏白舟 他的眼中 好像有星星在闪 星期一 沈桥满脸劳累地睁开眼睛 他看了看时间 收拾完东西就直接出门了 你去哪 零十八兄 男生之间 没有那么弱麻的话 很多时候 一个眼神就明白了一切 我也去 今天还有课 无所谓 晃了 零十八在手机中 给仙女学姐发了消息 说她今天不去晨跑了 就跟沈桥一起来到了校门口 两人一路来到了郊区 零十八兄 你这样对别人 不怕被别人骗吗 谁能骗我 我这么聪明 那就走吧 第一件事 收手机 零十八顿时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但还是乖乖上交了手机 日节兼职 一天工作十个小时 勉强可以支付医院的支援费 和一两分 沈桥已经没有钱 他不知道自己坚持了什么 但是他认识了 他女朋友就变成亲人 如果这个时候他离开了他 沈桥不敢想象这样的场景 他希望女朋友醒来的时候 知道自己并不是孤身一人 整整一个上午 面对流水线上源源不断的快递 几乎就没有休息的时间 从小到大 零十八哪里受过这种苦 中午终于发手机了 为什么 完了 我完蛋了 学姐 天地良心 我绝对不是故意不回的 我陪我室友进场来了 没想到场里收手机啊 进场 对啊 哎 学姐 回去我当面跟你解释 位置 啊 位置 零十八虽然不知道仙女学姐 要位置做什么 但还是乖乖的发了过去 零十八兄 我准备退学了 现实不是小说 我有时候很羡慕落叶归根故事中的男女主角 但那种事情并没有降临在我的身上 你说呢 落叶大霸 零十八清楚 对方应该是知道自己就是落叶归根 他平时在寝室中并没有隐藏什么 马子也是大大方方的 退学吗 嗯 我准备退学 找份工作 再租个房子 把小雷带回家 自己照顾 这就是现实 不是他对沈桥说几句就能安慰的 但作为朋友 他一定有他能够做的事情 他不可能直接给沈桥送钱 后者也不会接受 但 尿素战神 这么火 这份流量 应该可以帮到男明星 你回去吧 下午有课 你就算不怕旷课 今天还要更新 零十八看着他 虽然确实还想留在这里陪他一会儿 但是小说那边还有读者们等他更新 他不能只顾沈桥一人 你干什么呢 休息时间已经结束了 信不信我空你工资 零十八虽然是个好评情 但也不禁有些生气 怎么不分青红皂白 上来就一顿利生呵斥 我不是你这里的员工 不是你怎么在这里 不想干滚蛋 一分钱也不发给你 我差你这点钱 赚这两百块钱 一天累死累活 你凭什么还不尊重员工 尊重 呵呵 小子 刚从学校出来的吧 没钱没杯井水尊重你 打工人就要有打工人的样子 现实不会讲勤奋 更不会讲公平 也不是努力就会有结果 努力就能有结果的事情 已经称得上是幸运了 Oh baby 零十八站在厂区门口 准备打车离开 等着 学姐要来这里 零十八坐在台阶上等待着 过了半个小时 一辆粉色的剁椒鱼头 出现在了她的事情中 学姐 你怎么来了 没什么 来看看你是不是被卖了 这一个上午的时间 她想过很多种可能性 车祸 猝死 被绑架 被打腰子 虽然逐渐有点离谱了 直到中午 收到了零十八的消息后 整个上午的担心 转发为了想要见零十八的众 然后她就来了 学姐 你会开车 我有驾照 我不是这个意思 车子一路来到了家属楼 路上 零十八也跟仙女学姐 说了沈桥的事情 苏白舟略有耳闻 她闺蜜就在沈桥女朋友 所在的医院里实习 再加上沈桥的言识和深情 一直都是护士们讨论的事情 只不过今天她才知道 这个人竟然是小学弟的室友 你想怎么做 我准备找人帮忙 零十八想要在输友群中求助一下 人多了 总会有办法的 涉及到一位学生是否退学的事情 学校应该也能帮得上忙 她也会跟学校提一嘴 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助的症状 不管怎么说 退学都是下下错 这一次麻烦学姐了 知道麻烦就好 下次回得快点 原来学姐说的麻烦 指的不是开车过来接我 而是我一个上午没有回消息 学姐 我已经难以自拔地喜欢上了 你刚刚说了什么 学姐 等我准备好了 我会更大声地告诉你 我等着 不要害怕 亮灾 零十八在今天更新内容的结尾 加上了作者的话 她没有提自己的室友沈桥 而是说她有个朋友出了车祸 父母去世 本人也变成了植物人 一直在医院中 毕竟 小类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而不是沈桥 零十八找到了正规捐款的平台 在那里发布了小类的信息 在书友们的转发下 信息很快就冲到了平台的前几名 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看到这个可怜的小姑娘 大家都自发捐款了起来 她被世界抛弃 但善良的人会将她护在身后 有沈桥在 这个世界上会一直有人爱她 也希望这一次的车祸 让她倒霉的运气走到了头 从此以后 人生皆为幸运 左边通往南寝 右边是去教师公寓 没办法 有两个家 真没办法 锤哥 一娃子 你是不是又要去鬼混了 看着身旁王大锤 突然变得不怀好意了起来 零十八心中一突 有一股不好的感觉 砸了锤哥 没啥大事 就是你小子 能不能给我推一下 起你神的绿泡泡 我只能帮你问一下 不可能直接给你推的 我王大锤也终于要脱单了 他还没问呢 你就一副已经谈上的表情 说起来 他还欠了秦学姐一顿饭 秦学姐 有空吗 儿子 什么鬼 他们寝室关系好的时候 会称呼对方为儿子 先不说这个 周周 这是小学弟吧 秦学姐又是什么意思 我和他在网上认识的时候 报的你的名字 难怪新生军训完那阵子 周周神神秘秘的 还找他借游戏好 推他以为是好心帮他上 没想到嗜好不够用 在网上就认识了 什么时候 我怎么不知道 顾教授打游戏很灿 所以让他弟弟带他 但是他弟弟一个人带不动 又拉了我 当时还有一个位置 我拉的是你 是那个时候的温柔弟弟 那个时候 零十八还是个高中生 听顾教授说 当时零十八还没有谈过恋爱 顾教授还说他长得很熟 顾教授还说 等等 这顾教授不会是个地控啊 周周 你竟然已经把顾教授的弟弟拿下了 起地恋雷 我跟他没什么 我们很纯洁 这试试 我知道 确实没什么 只是普通的男女朋友关系而已 有空 我室友想要你的绿泡泡 哪个室友 是那个新生下场吗 不是 我拒绝 男明星最大要几 行了 人家不佳 而且你跟明星 对于人家来说都是陌生人 人家当然会挑帅的 难道我王大锤注定孤独中老 永远也遇不到爱情吗 你那是爱情吗 你那分明是好色 你缠人家身子 我都不好意思拆穿你 锤哥 爱情需要自己寻找 没准你一回头就在哪 听到此话 王大锤回头看了一眼 王大锤 好巧啊 我刚准备去打球 一起吗 他发誓 他真的只是随口一说 行 就算爱情抗壳 我也要在球场风光 于秋雨 搂住了王大锤的肩膀 不过 他需要点气脚尖 以于秋雨的性格 不管男女 很轻易的就能出成兄弟 他们像两个男孩子一样 一起去了球场 秦雪姐 我还欠你一顿饭呢 一会儿我请你吃饭啊 海王 这个渣男 还要请我吃饭 周周 这人不行 我不同意 三 二 什么 一 话音刚落 苏白舟的手机中 传来了绿炮炮上面的消息 雪姐 晚上一起吃饭嘛 我之前答应请秦雪姐吃饭的 一起嘛 雪姐 你不去的话 我就等你有空啊 再去约秦雪姐 是 这个备注 真的是好搞笑啊 周周你不换一个吗 哈哈笑死我了 我错了周周 周周 手机给我 我回复一下 小学弟 晚上可以吃饭 秦雪文 他看了一眼苏白舟 趁对方在看电视 直接将零十八的备注 改成了小宝贝 寇寇和绿泡泡都赶 灵十八站在校门口 等待着苏白舟 和秦雪文的到来 今天的仙女学姐好美啊 又解锁一个仙女学姐的穿搭风格 见零十八眼睛都直了 秦雪文在一旁黑着脸 她明明穿的也很好看 为什么会被无视呢 你是要请我吃饭 我才是今天的主角 不好意思 秦雪姐 你想吃什么 烤鱼 好久没吃烤鱼了 秦寇文似乎早就想好了要吃什么 好 那就吃烤鱼 三人来到了商场四楼的目的地 零十八一正惊叹 不愧是附近平价最高的烤鱼店 竟然还要看 零十八去问 他们排在第三十七位 第三十七位 好家伙 咱们要不先去干点别的 做啥啊 秦雪姐 走 咱们去唱开 不搞零十八反应 她就抱着苏白舟的胳膊 朝着一家PTV 随便开了一间小包厢 三人来到了眼花缭乱的房间中 开起来 门刚关上 秦寇文就解放了自己 当场就唱了一首 小学弟 我可跟你说 我们周周的喉咙可是天籁之音 我知道 毕竟新生晚会时候的事情 她还历历在梦 对 你跟周周 还合唱过 周周 你要不要唱一首 不唱 也不会是紧张了吧 我去看看 考虞排到哪里了 你们唱 包厢中 想起了 有点甜 优美的伴奏 配上苏白舟 一副清纯的样子 让零十八的心中 无比心 此时零十八满脑子 都是王大锤的那一扫 然后她就上台 跟仙女学姐合唱的场景 当时全场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在听她们唱歌 而现在 她们没有观众 但仙女学姐 还在自己的身旁 伴奏之中 掺杂着仙女学姐的声音 一股让零十八 头皮发麻的感觉 涌上心头 零十八看着苏白舟 女孩绝美的侧脸 清晰的下额线 以及软软糯糯的唇角 无不让零十八写 看我做什么 看仙女 这里可是KTV 没有仙女 看我的仙女 走吧 马上就到我们了 这家烤鱼好吃吗 好吃好吃 这家商场附近 有很多学校的 她敢做的不好吃吗 永远不要小看大学生 对食物的执着 大学生这三个字 从以前的身份 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看着眼前鲜美的烤鱼 零十八顿时食欲大开 开始用烤鱼拌饭吃 看到她跟那饿死鬼和她一样 苏白舟已经习以为常了 能吃好啊 能吃是福 你后期一个会给你做饭的老婆 吃饭 秦玉文顿时心中一虚 开始闷头干饭 吃完后 三人离开了烤鱼店 从四楼来到了三楼 逛着逛着 零十八停在了婚纱店的门头 仙女学姐穿上的话 应该会变成真正的仙女吧 零十八低头看了她价格 摇了摇头 不是她看不起婚纱 而是这婚纱 还配不上她心中的仙女学姐 结婚的时候 她一定要让仙女学姐穿上 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婚纱 对于她们两人来说 是无价之宝的那种 嘿 我还没追到学姐呢 结什么婚啊 想远了 想远了 嗨嗨 我刚刚系鞋带 听说男孩子住在婚纱店门口 是在幻想心上人 穿上婚纱的样子 学弟 你有心上人吗 这个笨蛋学弟 这种时候看她做什么 要不要这么明显啊 想不想知道周周的三维 三维 仙女学姐的三维 零十八忍不住 看向了仙女学姐 没有一丝挚的妖枝 看完了妖枝 零十八刚怎么向上看 就对上了仙女学姐的月光 你们聊什么呢 没啥啊周周 苏白周决定 再也不让情人 跟小学弟接触了 她总觉得以文文的性格 早晚会将她的全部语丝 都凭零十八扣了出去 走出商场后 外面下起了小梦 零十八再次打车 目的地是教师公路 三人下车后 一路小跑到了三人一阵 此时苏白周的头发 已经湿了你 但完全不影响 她绝美的人质 甚至更添一根肉脑 新学姐也在的话 我今天就回寝室住了 你要现在回去吗 对啊 不过零个雨而已 等会 零十八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学姐让她等一下 但学姐的话 她从来都是照错的 仙女学姐 似乎很喜欢这些东西呢 她在江南水乡 仿佛见到了一位 过真价实的江南女 走 我送你 苏白周撑着油纸伞 站在了雨中 回眸望着零十八 这幅场景 在零十八的脑海中扎根 成为了她 永远也无可望景话 我来撑伞吧 两人一起固入雨中 胆不大 所以伞下的两人紧紧贴在一起 进到零十八 可以闻到旁边家人身上的香热 更早 两人无意间的对视 能够看到对方的东西 学姐 回去的时候注意安全 学姐 回去了记得给我发个消息 看着学姐的身影消失在雨中 零十八还在门口上望过 回到寝室后 零十八发现大家伙都很沉默 谢谢你 谢啥 我帮的是你女朋友 又不是你 她只是在捐款平台上发了信息 帮助爱小雅的是那些善良的 再替我谢谢苏学姐 我接到了江南大学的电话 如果小雷能够醒来 会免收学费 咱们这边能跟校领导说得上话的 思来想去也就只有她了 她只是随口跟仙女学姐提了一嘴 没想到仙女学姐 竟然帮了她这么大忙 你们又怎么了 十八兄 大家都是兄弟 你说这么大的事情 为什么要瞒着我们 要是没有十八兄 你退学了 我们是不是都不知道 就是 沈桥张了张口 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她只是不想麻烦其他人 野娃子 你干嘛呢 没什么 看看平台的捐款记录 找到了 我是沈桥的爹 这是你爸锤哥 捐款一千元 我爹妈 你一个月生活费才一千五 你不吃饭了 那不是我 她正跟沈桥生气呢 突然说这话 她还怎么生气 而且她名字已经很保密了 怎么一眼就被野娃子给看出来了 还有教练 世界第一猛男 捐款三百块 教练啊 你每个月还要去健身房 还要买蛋白粉 和那些低质食物 三百块对你来说可是巨款啊 大家都是男人 这些柔情的东西 都是上不来台面的 上台面就会变得很尴尬 野娃子帮了你这么大的忙 我跟教练野菌了不少 宁兴了 是不是该补偿我们一下 你说 你说 你这么帅 女装肯定也是校花级别的 让男明星再难请女装 你小子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难道你们不想看吗 那不就得了 三人同时看向了沈桥 眼神中充满了期待 沈桥叹了口气 只觉得自己落入了魔爪 不过 谁让这三个人帮了他这么大的忙呢 女装而已 这周末就传给你们看 死化葬真 沈桥女装肯定是校花级 周末他们出门 身边跟了一个校花级的妹子 想想就有面子 垂哥 你在狗叫什么 叶娃子 惊天大消息啊 顶流女明星回国了 零十八看了看她的手机 发现封面上的女人极为美 颜值几乎跟仙女学姐不相上下了 顶流女明星 哎文军啊 听说今年寒假她就回国了 在京城召开第一次回国演唱会 明天就是门票预送 你小子怎么回事 你不会也是爱文军的粉丝吧 爸 对 我也是他的粉丝 艾文军是顾明轩朋友叶明杰的老婆 那个女人太可怕了 只是待在她的身边 就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 听说叶明杰跟爱文军还有个女儿 但这些事情 整个华国就没几个人知道 他这一次回国就是来宣布 自己已经结婚的事情 怎么了学姐 刚刚她还没注意 自己的备注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个 她看了看旁边睡得跟佩奇一样的秦玉文 顿时明白了一切 帮我抢明天爱文军演唱会的门票 啊 学姐也是她的粉丝吗 嗯 演唱会的时间是寒假 还早了 一点在京城 仙女学姐如果要去看的话 一定也会去京城的吧 虽然她有些害怕这个爱文军 但为了仙女学姐 这张门票她抢定了 再过一两个月 就是零十八来到江城后的第一个冬天 四人回到寝室的时候 外面已经是哗啦啦的雨水声 教练啊 你怎么看徐小家 我觉得她是一个挺可爱的女生 你喜欢她吗 男生寝室 从来都是直来直往 有话直说 喜欢 我不知道 她经历柳冰心的事情还没多久 自然对恋爱有一股抵触的情绪 但徐小家每天都黏在李浩阳的身边 她现在都有些习惯这个女孩子 平时吵吵闹闹的声音了 教练 你抵触的不是徐小家 而是恋爱 你可以尝试着了解一下人家 没准人家跟柳冰心不一样 我试试吧 一般她这种人都是理论大师 撮合别人一套一套的 自己遇到感情就变成了情长小白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不过 如果对方是仙女学姐的话 那么零十八愿意一直迷下去 跳进爱情的陷阱 陷入爱情的沼 睡觉睡觉 零十八想到了第一次见到仙女学姐时候的场景 学姐似乎是 害怕打雷 叶娃子 你有病啊 这会儿出去 我有急事 她这是 去找苏学姐了 能让她这么着急的 也只有苏学姐了吧 可是外面又刮风又下雨又咋来的 苏学姐肯定会在家里啊 在家里能有什么事 确实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零十八兄 能让冰山女神清醒了吗 大概是比起随手发出的文字 行动力会更入心扉吧 你总为中自己不同 亮灾 戴上这只伙耳梦 苏白舟是一分害怕 虽说如此 一个人独居 听到外面雷雨交加 也确实挺心情 你这是 我 零十八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她不仅浑身湿透 就连拿出来的雨伞都得吹坏了 我饿了 进来 洗澡 换衣服 哦 零十八收拾完 苏白舟已经做好了午饭 你就为了吃这一碗面过来的吗 那当然 当然不是了 我还以为学姐害怕打雷 我不害怕打雷 话音刚落 外面响起 苏白舟下意识地抓了装帽子 两边的绳子 两只耳朵当即就立了起来 雷声结束 耳朵又垂了下去 就是什么神奇的开关 竟然还有声控功能 太怕什么 旁边有这么个家伙在 有什么可怕的 学姐 漂亮的眼睛中并没有一开始见面的那种冰冷 甚至还蕴含着一丝丝难以捕捉的温柔 学姐 你的其他学弟学妹们都是怎么称呼你的 学姐 除了学姐 真的就没有其他称呼了吗 如果你介意称呼的话 也可以不叫我学姐 那叫什么 姐姐 苏妹妹 好嘞 认识小学弟后 她连笑容都变得多了起来 大雨过后 明媚的阳光一点点穿透云层 绕射在雨后的这座城市中 隐约之间 还有若隐若现的彩虹 桌子上有水果 我看到了学姐 电视剧放完了 零十八发现学姐竟然还在看 也许 难道说 其实学姐并没有在看电视 只是单纯的看着电视发呆 干嘛 学姐 客厅的电视好像经常都是打开的 因为平时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学姐其实并没有在看电视 只是希望耳边有声音 她突然发现自己身边的这个女孩子 比起最开始他们见面的时候 仿佛变了一个人一样 从拥有高冷气质的冰山女神 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小女孩了 学姐 你的理想形是什么 零十八 我没叫你 学姐为什么突然叫了一声我的名字 还刚好是在问出那个问题后 学姐 你的脸好红 那是因为夕阳的关系 学姐似乎是 害羞了 这一物 触动着零十八的心血 她甚至有一股冲上去当场表白的冲动 但她不能这样做 因为仙女学姐 需要她去用足够的真心和仪式感去表白 学姐 这周末有空吗 我想约你出去玩 我不想拿 我正式向苏白舟学姐提出约会申请 申请通过 学弟 发生了什么事 叶娃子 你不会真的跟苏学姐谈恋爱了吧 没有 吼 吓死你爹了 没谈你小子乐个屁啊 对 没谈我再乐什么 这是我跟仙女学姐的第一次正式约会 我还准备在约会的最后跟学姐表白来着 八爷 这么多事 我竟然还有时间 傻 完蛋 第一步该做什么我都不知道 先找运回地点 没错 别害羞啊 野娃子 这可是你的人生大事 搁几个帮你策划策划 我有经验 我教你 林氏八兄 大家可以教你怎么约会 但表白的事情 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你怎么知道我要表白 该说不说 林氏八这点小心思全都写在脸上了 明明林氏八才是恋爱小说作者 此时却像一张白纸一样 连王大锤都能教育他两句 直到深夜 李浩阳还在跟王大锤争吵 只有沈桥能给出几个众肯合理的建议 还好有男明星 否则他们五一五寝室的人全都是感情饭桶 既然表白需要仪式感 那么衣服就是最基础的 学姐很喜欢汉服 以学姐的性格 一定会再次穿汉服的 衣服就穿汉服 堵了 其他的步骤和过程 寝室中也讨论了很久很久 明明是零十八的表白 搞得好像每一个人都要表白一样 零十八眼一闭一睁 周五晚上了 时间怎么过得如此之快 我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这就快要周六了 完蛋 睡不着 不知道是不是被网络的监控了 零十八连刷了几个视频 都是类似的内容 直到深夜 他都还在刷着这些视频 你小子怎么还不睡 睡不着 手机放下你就睡着了 夜娃子 你说我什么时候能遇到爱情 夜娃子 六秒睡 永远不要小看当代年轻人睡觉的速度 他们能熬能睡 进退有度 主打的就是一个不规则作息 第二天一早 零十八醒了过来 时间已经是早上八点了 因为降温的缘故 寝室中其他几人都像残勇一样 脸上带着安详的火情 美滋滋的睡觉 紧张了这么久 今天终于来到了约会当天 零十八反而不紧张了 仙女学姐怎么可能跟自己一样 因为明天要约会就紧张的睡不着 穿的还挺正式 还以为小学弟会随便穿点衣服就过来呢 好看吗 好看 那走吧 两个截然不同的风格 穿在两人的身上 却莫名了相配 当然 相配的不是衣服 而是人 去哪里 桃园镇 这是他研究了很久的约会地 是一座以世外桃园为基础保留下来的大型品阵 有山有水 山清水秀 帅哥美女 第一次来到桃园镇的吧 要不要我帮你们拍照打卡 多少钱啊 不要钱不要钱 那真是谢谢您了 两人站在一起 并没有什么多一的动作 只是简单地站在那里 就已经是一道优美的风景线 小伙子 带着你女朋友好好逛啊 好的 零十八望着身旁仙女学姐的身影 心中浮现出一丝丝神奇的心情 从第一次与众的相遇 直到今天 他们已经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喜欢别人和被别人喜欢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情 两者同时出现 是这个世界上最性命的事情之一 如果没有十足的准备 就闯入别人的心中 本身就是一件没有礼貌的事情 但零十八 从喜欢上仙女学姐的路德开始 就已经时刻都做好了准备 学姐 你知道桃园镇最有名的东西是什么吗 呃 桃花糕 没错 学姐 我们去吃桃花糕吧 嗯 哦 表白的事情还不急 今天的约会才刚刚开始 零十八是在桃园镇最大的糕点店中买的 吃起来跟其他地方的糕点没什么趣 哦 她看了一眼这家店铺对面的那条街 那里有一家很小的糕点 仅有的几个买家 看起来也十分质比 一看就吃了 学姐 我刚刚吃了一个挺好吃的 看样子 学姐也觉得这个好吃啊 嗯 学弟 你为什么会选择第二家店铺 因为我都尝了一口 第二家更好吃 那你为什么要在乎这个东西好吃不好吃呢 因为想让学姐吃到更好吃的东西 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机 学姐 其他人来这里可能只是为了打卡拍照 所以不在乎东西好不好吃 但我不一样 我是为了跟学姐一起来 走吧 两位是要来本店入餐吗 我有预约的 我姓名 嗯 林先生 请跟我来 房间中 是完完全全的古风布图 这是我们特色的汉服主题包厢 很贵吗 物美价廉 比起价格 文池巴挑选的是口感味道 以及更适合仙女学姐工作的餐厅 对于彼此了解的人来说 用心远远比用钱更明白 学姐 你是不是在偷看我 没有 我看到了 自恋 这是我们店给每一位新客的小礼品 两位回家后打开 有惊喜哦 学姐 桃园镇最有名的地方是一片桃花林 咱们去看看吧 如今并不是桃花开的季节 苏白舟不明白 为什么零十八要带她去看桃花林 这里的桃花树几乎都只剩下了树干 并没有什么可以观赏的地方 应该是有的 这么大一片桃花林 十月桃花 嗯 虽然少有 但还是找到了 听说十月的天气类似春天 会有桃花树误以为春天到来 从而盛开出 本不应该在这个时间开放的桃花 附近的摄像师 也发现了这点在十月份上的桃花 纷纷纷纷纷纷纷 抬起相机拍摄 但没过多久 这两个古风装扮的人物 于桃花林之中 吸引了所有摄像爱好者的目光 学姐 准备走吧 原计划 零十八就是准备在这里缓和的 我要做什么 对 表白 可是表白要说什么 四个字 出现在零十八空白的脑海中 我 两人彼此对视着 这一次 谁也没有一开目光 不知道为什么 零十八紧张的心情逐渐缓和了下去 原本说不出来的话 在视线的碰撞中 交换了他们彼此的感情 学姐 十月桃花有一个寓意 我知道 寓意的思念 寓意着对的人 都说一段感情的开始 是从一朵花开始的 我送学姐的 就是十月桃花 花会枯萎 但记忆中的花 会永远在记忆中生根发芽 不凋谢 比起千片一绿的玫瑰 刚刚那一朵生长在树上 与十月盛开的桃花 更让人印象深刻 所以你准备让什么感情开始 当然是 当然是 是什么 我喜欢你 零十八缓缓睁开了眼睛 只看到了对方的背影 愣着干什么 咱们该走了 学姐 不会是没听到吧 难道还要再说一遍 可是意境和氛围都没有吧 傍晚 他们坐上了回程的高铁 一路无话 双双沉默 学姐 明天见 我觉得你的颜色更好看 那 咱们换一个 嗯 这是零十八准备的B计划 将表白的话写在了零盒中 果然里盒已经有了打开过的痕迹 如今还给我 就是拒绝了吧 也完了 咋了 失恋了 好小子 约会还知道给你爹带礼物 真不错 懂事哦 啥玩意 我喜欢你 而第二句和第三句 自己跟第一句不同 是另一个人写上去的 谢谢你的喜欢 我也喜欢你 一娃子 你杀了我吧 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 我还想问你怎么了 表白成功了 你小子怎么一副 吃了巴巴的样子 证据都在这里了 你不会还想让我安慰你吧 任由旁边的王大锤气急败坏 林十八的脑海中 回想起了跟学姐相处的点点滴滴 其实答案早就已经藏在每一个细节中了 林十八的心中 浮现出了仙女学姐的表情 她那傲娇 又带着一点点腹黑的样子 这就是她不可自拔的喜欢上的女孩子 她样子是成功了 小梁 你第一次谈恋爱也这样吗 我第一次谈也挺高兴的 但也没有变成傻子 你也该着急一下了吧 我急什么 挖草 那是我的鸡腿饭 野娃子 给我留点 林十八小心翼翼的将小嘴唐塞到了手机壳里面 随身期待 还不容易丢 想看的时候 又可以随时拿出来看一眼 就比如现在 她刚塞进去就拿了出来 然后不停的傻乐着 你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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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号称身边从来没有出现过男人的高冷笑话 就这样喜欢上了好大R 没救了 这孩子没救了 晚安 晚安 明天见 四十七级了 我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站在学姐的身边 要怎么面对此时此刻的仙女学姐呢 今天没有早饭 没事学姐 我买了 学姐你熬夜了吗 我没睡 学姐 要喝水吗 仙女学姐昨天通宵了 不过我倒是睡得挺香的 做梦都是学姐的样子 睡觉时候的仙女学姐 并没有那么高冷的气质呢 看起来就像一个睡美人一样 漂亮到让人忍不住想要一直看下去 看着仙女学姐的脸庞 零十八想起了七天假的时候 她跟学姐一起去乡下的场景 零十八的锁屏壁纸是在江城古镇的时候 被摄像师拍出来的合影 而此时 零十八又拍了一张仙女学姐的睡颜 将桌面壁纸更换了 两张独一无二的照片 全世界只有她一个人有 学姐 不睡了吗 坐这 学姐这是要把我的腿当成枕头啊 零十八一低头 就能看到仙女学姐的绝美容颜 学姐的嘴唇薄薄的 看起来就给人一种很甜很软的感觉 让人忍不住想要尝一口 可恶啊 这可是你的女朋友啊 有点稚气行不行 咱们太羞什么 今天是沈桥答应他们女装的日子 不过她现在要陪在学姐的身边 多半是无法亲眼所见了 好玩吗 好玩 学 学姐 你醒了 嗯 瘦 学姐 咱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实习情侣 没想到我跟学姐已经是情侣了 虽然只是实习 这也意味着 学姐想要跟我一起 将实习转正 学姐 要不你先回房间睡觉吧 好 那你自己玩 怎么个事 野娃子 她不好意思了 不出来 女明星啊 出来让我瞅瞅呗 你们 你们别赌闷 沈桥穿着女装 涂着口红 由于第一次女装有些不习惯 所以她的表情十分可怜 这是我兄弟 老子脸红什么 野娃子 今天咱们就去聚餐吧 不易 好 我们答应了侍友 要女装出去一次 毕竟 是有帮了她那么大的忙 看到王大锤和李浩阳 被自己迷住的样子 沈桥心中 还产生了一股神奇的感觉 俗话说得好 女装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今天是周日 再加上现在才十点多 所以校门口 有很多男男女女 在打车出去玩 好乖的妹妹啊 好想把她搂在怀里 好好呵护啊 李浩阳 我来了 教练 你约的 你说的 尝试接触比较对方吗 教练这小子终于开窍了 接触个头 教练啊 咱们兄弟之间的聚餐 能出现的女人 只有家属 啊 锤哥 你不用因为自己找不到家属 就嫉妒别人 哎 嫉妒 我会嫉妒 嫉妒你们 怎么可能 美女 这是一个美女 好了 徐小佳 这是我室友沈乔 哦 什么 这是沈乔 你们在解释里 不会是 怎么可能 我是正巴惊的纯一门 怎么可能对沈乔 这小子有感觉 不打自招 王大锤你个变态 从今天开始 江大就出现了一个 关于高个美女的热搜词 甚至在表白墙上 还出现了沈乔的照片 但没有人能想到 她会是个男的 明天就周一了 陪你的高冷笑话去吧 现在才下午三点而已 零十八离开后 学姐已经睡了五个小时左右 学姐可真是一只贪睡的小猪猪啊 想到一会儿 苏白舟醒来可能会肚子很饿 她还贴心地点了个外卖 奇了怪了 才点的外卖 这么快就到了 而且敲门怎么如此用力 不怕被差评吗 秦学姐 这个就是你这个渣男 我们周周恋爱都没有谈过 你个渣男 别想接近他 秦学姐 你一定是误会了 误会你个大头鬼 人之物证都在 你跟我说是误会 文文 你在做什么 小周你看 这个渣男背着你勾搭其他女生 照片中 一个看起来比零十八还要高一点的女生 正躲在她的身后 露出了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两人看起来关系粉饰亲密 明显不正常 但苏白舟是何许人也 一眼就发现了寻常人注意不到的细节 你误会了 周周 你被怪了迷魂汤了吗 证据都在手上了 你竟然还替他说话 这是我室友 啊 这是我室友 沈桥 没事 请学姐都是误会 嘿嘿嘿 十八学弟人还挂好的嘞 学姐 吃饭了 学弟 扶我过去 疯了 全都疯了 肯定是在做梦 自己的女朋友 怎么看怎么漂亮 越看越心动 越看越喜欢 这钥匙放在以前 苏白舟哪里还吃得下去饭啊 她都是直接走人的 你看我做什么 周周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 她看你 你怎么不说 她看我是因为我好看 你呢 秦学姐 你看我做什么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你猜 她待在这个家 感觉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 天还没飞 此时并没有开灯 但因为秦玉文的存在 这里竟然有一种耀眼的错觉 其实她心里 已经隐隐之间猜到了答案 但如果苏白舟不亲口承认的话 她是根本不相信的 也不知道 零十八这小学弟 到底给周周灌了什么迷魂汤 竟然能跟她同住一屋檐下 你猜得没错 我们谈了 虽然苏白舟的语气平淡 但言语之间 还掺杂着一丝丝的自豪和炫耀 你在炫耀什么鬼啊 要是被其他人知道 高朗笑花竟然谈恋爱了 估计会有很多人伤心绝疤 所以你什么时候谈恋爱 这个问题 从来都是她问苏白舟的 这个腹黑的女人 谈恋爱后看到她的第一反应 竟然是嘲讽她 你等着 去去恋爱这种小事 我手到齐来 想什么呢 我跟学姐已经谈恋爱一整天了 傻子 嘿嘿 不知道为什么 在一起后 总是喜欢记录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在一起的那一天 第一次牵手的那一天 第一次拥抱的那一天 不过他们现在只进行到了牵手这一步 而且还没有牵得很亲密 只是简单地碰了一下 零十八学弟 去阳台吹吹风吧 我讨厌谈恋爱 不喜欢男人 学姐不会平白无故地说这些话 高中毕业的时候 有个人对我表白了 我拒绝了她 后来她到处说 我谈过很多社会上的男朋友 是个不三不四的女生 只是在学校里装清高 为什么我没有早一些认识学姐 为什么我不是学姐的高中同学 那样的话 她一定会提前喜欢上对方 不会让对方受到一丝一毫的委屈 我的家庭也不和睦 你也看到了 我的父母已经离婚了 我并不是大家形容出来的 那个完美的笑话 学姐 我喜欢的人是你 而不是其他人口中的你 喜欢是会消失的 但爱会一直在 我从小就没有父母 学姐不是也喜欢上这样的我了吗 学姐 没什么 她只是惊讶 那个让顾教授称赞不语 到处散发着正面情绪 温柔地对待身边人的小学弟 竟然从小就失去了父母 零十八学弟 学姐 我在 我确实讨厌谈恋爱 并且不喜欢男人 但我不讨厌跟你谈恋爱 因为是你 你明白吗 我明白 她知道 这一刻说任何事情 都是在给学姐画笔 感情也从来都不是说出来的 未来的每一步路 都需要他们两个人一起走 学姐 我们的第一次恋爱 一起加油吧 嗯 学姐 我们 要不要抱一下 两人的心跳声 出现叠在等级 他们同时分开 随后注视着你 晚安 学姐 晚安 学弟 第二天下午的课程结束后 零十八已经约好了 徐小佳和李浩阳 准备一起去商场吃饭 当然 她也约了仙女学姐 她必然是不可能当电灯炮的 不过学姐 今天下午也有课 零十八打算正好蹭一节 大三的计算机课 哦 兄弟 你不会是为了苏白猪来的吧 你怎么知道 这有啥 计算机课鸟不拉屎的专业 不是为了看美女谁会来 哦 学姐长得真漂亮啊 学姐的背影可真美啊 嗯 在照片中毫不起眼的角落里 小学弟的眼神也在看着镜头 当然 她知道她看的并不是镜头 而是她 自己喜欢的女生 给自己发自拍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哦 虎丢 连苏白猪的自拍都能弄到手 你是黑客吗 小心而已 仔细想想 他们已经在一起多久了 零十八直到现在 都还有一点不真实的感觉 哼 怎么了学姐 你不爱我了 啊 没啊 怎么会呢 你离我那么远 哦 不得不说 仙女学姐的颜值十分引人注目 只是简单地走在学校里 就能让周围路过的人忍不住多看两个 有仙女学姐这样的女朋友也太幸福了吧 你怎么换手机了 这是最新的华为 Mate60 Pro 能打卫星电话的那个 没错 国货之光 你喜欢的话 这台送给你了 我再去左下角领一台 我正要问问你 你之前说 左下角能领华为 我去看了 都没有库存了 只领到苹果15 Pro Max 没事 我来解决 喂 是神星九个厂商吗 我左下角华为没库存了 你看这在补点 目前苹果15 Pro Max 库存管购 但是华为Mate60 Pro 只剩3000台了 都补上吧 我让粉丝们赶紧去领 好的一添加 现在上线就能看到领取见面了 还真是 这次想领哪台自己选 没错 点左下角下载注册 上线做做任务 把苹果华为一起领到手 你看 我领的华为 这么快就发货了 左下角这次可是急速链接 现在上线还有888红包能力 因为是第一次 跟零18的室友一起出门 所以苹白舟会认真地打败一下 可能要多等一会儿 许小佳也还没出来 我还在女请门口等 女孩子原来都是一样的 走吧 好 震惊 高冷笑话身边的男人是谁 照片中 男生有些青涩 看起来阳光开朗 浑身都散发着一股 浓浓的少年感 而女生似乎是被身旁的男生感染 其高冷的气质 都被抵消了一些 阳光开朗和高冷气质的融合 形成了一股意料之外的大美 不过很快 有知情者透露 零18是苏白舟老师的弟弟 就说嘛 高冷笑话怎么可能谈恋爱 待冰山融化 将大再无高冷笑话苏白舟之时 便是将私有的浪漫公之于众的那一刻 而现在 浪漫属于他们自己 苏学姐 有些时候 女孩子比男孩子更喜欢女孩子 真正的女女 是连女生见到都要忍不住惊叹连连 姐姐 上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会成为零18的女朋友 哦 为什么 因为姐姐虽然看起来冷冰冰的 但其实人很好 零18也很好 所以你们很配 这个回答有些像小孩子 但正因为像小孩子 所以才显得更加真实 徐小佳没什么心机 敢爱打恨 直来直往的 苏白舟也很喜欢 商场四楼 新开了一家烤鱼店 是从荣城开过来的 据说很有名气 零18原本以为有徐小佳这个花牢在 至少他们不会冷场 但没想到这一路 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一言不发 徐小佳啊 徐小佳 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啊 教练 你还记得咱们刚开学的时候 你在校门口 把伞借给了一个小女孩吗 你还帮人家提了一路行李 记得啊 听教练这语气 不会还不知道那的小女孩就是徐小佳吧 有一个好的开头 后面就不会尴尬 我真该死啊 把学姐带出来 竟然让学姐无聊 我跟学姐第一次见面是下雨 说起来好像跟你们遇到的是同一场雨 真的假的 将来不愧是水箱啊 一场雨就能让我们相遇 如今我已经是学姐的人了 某些人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 学姐 清点 你们已经在一起了 为什么还是学姐学姐的叫啊 他想过换一个称呼 但好像叫什么都没有学姐好 仔细想想 十年后 二十年后 甚至五十年后 白发苍苍的他 牵着已经不负当年容貌的小仙女 轻柔地喊一句学姐 仿佛就能将他们带入到年轻时候的样子 勾起他们突失的点点滴滴 班长 你在想什么 印象里 他似乎一直称呼我为班长 试完后 临时巴觉得他们需要单独相处 所以就先跟仙女学姐回去 夜晚很安静 校园里小路的灯光并不明亮 两人的步伐也不自觉地放慢 这样并不能延长这条路 但可以延长他们一起回去的时间 下课后 临时巴准备去教师公寓吃晚饭 姿势不对 走位也很生硬 能投进去才怪 咦 这不是仙女学姐吗 学姐投得可真好啊 他知道临时巴参加了学校里面的篮球比赛 成为了team 所以一时心血来潮 拿着顾明轩留下来的篮球 下来看看好不好玩 看什么 学姐 篮球不是这么打的 他没打过篮球 也知道自己不会打 但没想到现实和幻想的差距竟然这么大 学姐 你双手举平 本就不容易抛出去 我来教你正确的姿势 用这个动作试试看呢 苏白舟接过篮球 用临时巴刚刚教给他的动作 尝试了一下 动作是对的 但是还有些僵硬 你要我多久 怀中的女生香香软软 临时巴闭上了眼睛 在学姐的肩膀上感受着她的香味 学姐的手为什么是凉的呢 这样令人有安全感的胸怀 是她从未感受过的 她研究了很久 第一次谈恋爱的情侣 到底该怎么谈 最终总结出来的结论就是 只要对方足够爱你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地做好自己 当然一切都是互相的 所以她也想在临时巴 需要她的时候 笨拙地回应对方 学姐 我们回去吧 嗯 嗨 我是外语学院的李老师 李娜微微一笑 一想到临时巴是顾明轩的表弟 她看向临时巴的目光 总是会不自觉地亲切许多 李老师好 周周 你下楼买盐 怎么还带个篮球 而且怎么买了这么久 对了 盐呢 盐呢 哦 盐 对 盐 你看我这记性 我忘了 马上下去买 周周 小十八却是挺可爱的 所以你该告诉我 你们是什么关系了吗 能从她的口中 听到男朋友这三个字 李娜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虽然 她就住在隔壁 当初因为顾明轩住在这里 她才选择在隔壁租了一套房子 不过自从顾明轩出国后 她也不住在这里了 李老师 你还是操心一下你自己吧 娜娜姐 别生气 周周是这个样子 自己谈恋爱就看不起咱们了 行 顾明轩真是交出了一个好徒弟 她弟弟看起来那么乖 以后可要受欺负了 今天我来做饭 你们想吃什么 显然 两人同时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李老师 你跟我表哥很熟吗 还行吧 一般般 你表哥平时一直在躲她 她当然生气啊 能让表哥躲起来的女人 当真是厉害啊 林十八一直觉得 全世界只有小姨能让表哥害怕 没想到眼前竟然出现了第二个 周周做的饭我还是满意的 桌子上只有一道菜是李娜做的 是给林十八的见面 谢谢李老师 不用客气 叫我娜娜姐就行 你可比顾明轩那家伙看着顺眼多了 这是什么 可乐鸡翅 这是 可乐鸡翅 没听错吧 但这是对方给我的见面礼 也不能不吃 看着桌子上的可乐鸡翅 林十八意识到雪姐 是在救自己的狗命 可惜了 这么好吃的东西 我没吃到 没关系 我做了四块 我的那块给你吃 周周啊 你的心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重了 心机 雪姐好可爱啊 周周可真是让我心痛啊 林十八将自己包好的虾递给了仙女雪姐 这只虾色相很差 破破烂烂的 跟雪姐包的相比 简直就是两个样子 但苏白周还是没有嫌弃的吃了 怎么了小十八 要来姐姐家待一会儿吗 不不不 娜娜姐 我回寝室了 不明轩的这个弟弟还真是有趣 竟然能让苏白周偏向他 他之前一直在好奇 能让苏白周喜欢上的人会是什么样子 如今见到零十八 也知道为何苏白周会喜欢他 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男女生第一次接吻是什么感觉 一娃子 你不会连嘴都没亲过吧 没有 你亲过 没有 教练你亲过吗 没有 我之前对柳冰心最多牵手 男明星你亲过吗 没有 我跟小类高中毕业才在一起 然后就 那你在又跃什么 四个人 一个亲过嘴的都没有 全军覆没 落叶老师 你是在江城吗 对啊 是这样的 我都有一个大型书展 很多知名作者会到场 进行新的分享和讲座 你想去的话 我给你名额 我只是一个新人作者 怎么能跟那些前辈 没关系 每一位大神作者 都是从新人过去的 我记得你应该还没有跟其他作者交流过吧 没有 我就在魔都 时间一会儿发给你 你想去的话 到了魔都联系我 那个 我可以带人一起去吗 带人 带谁 带 带女朋友 哦 女朋友 可以啊 我刚刚抢到了文学社的名额 说是什么魔都封面书展 我去 全校十个名额 你竟然能抢到 运气好罢了 不出意外的话 零十八跟学姐也会搭个顺风车 跟学校大巴一起过去 星期六 早上八点半 参加书展的学生在学校门口集合 准备乘坐专门的大巴车 李浩阳去找徐晓家了 王大锤还得疏疏大睡 不知道这孩子醒来后 发现寝室中空无一人时 心情该是什么样的孤独 十八小 你起这么早干什么 书展 我也去 你也去 我是受邀参加 谁能让我当女朋友 肯定会幸福死吧 便宜你了 十八学弟 高冷学姐的属性 被苏白舟拉满了 傻了 没 学姐太美了 一不小心就看呆了 走吧 笨 是这一次活动 带队老师的车 没错 就是李娜 江大教师中 到处鬼混第一名 一听能去魔读出差 李娜果断申请成为了带队老师 平时李娜在办公室都快无聊死了 所以能凑热闹的机会 她是不会放过的 那两个家伙怎么还没到 这还是她认识的苏白舟吗 曾经那个冷冰冰的学生 在遇到了喜欢的男生后 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小女孩了 不 也许她本就是小女孩 只是在零十八面前 才释放出了这份心情 都说恋爱会改变一个人 果然如此 娜娜姐 你也要去吗 对 我是这一次的带队老师 先说好 一人开一小时 三个小时的车程 我可受不住 嗯 大周末的 学姐又醒得这么早 犯困也是正常的事情 不知道为什么 和学姐在一起 总是经常犯困啊 三个小时 刚好睡一觉 对了 刚刚娜娜姐是不是说什么了 没听清楚 想必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李娜怨念极深地开着车 她倒是想重复一遍 但看着两人的样子 她根本就无法开口 好 很好 等我拿下顾明轩那个更气人的男人 看我怎么收拾这一家子人 这样看的话 他们还挺般配的 原本接近三个小时的车程 李娜只用了两个半小时就到了 不知何时起 这两个人已经黏在了一起 睡得很香 这要是被江大的其他人知道 他们口中的高冷笑话 此时正像一只小猫咪一样 睡在一个男生的怀里 不知道该做何感想 啥情况 我老弟被拿下了 你弟弟也不怎么样吗 被周周迷得神魂颠倒的 什么话 这是什么话 这只能说明我教出来的徒弟厉害 顾明轩啊顾明轩 得了便宜还卖乖 有周周这样的弟媳妇 人家八辈子都羡慕不来呢 周周啊 小十八的胸怀怎么样 苏白周没有说话 老老实实地靠在零十八的胸前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估计也不会有人相信 苏白周还有这样的一面 谁不喜欢看高冷笑花年人的样子啊 可惜小十八还没睡醒 死鬼 起来做动画了 嗯 学姐 电话 电话的来电人 是习惯 洛叶老师 你到了吗 到了 我在 枫叶会展的户外停车场 身为零十八的编辑 除了零十八本人和苏白周以外 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 青春还在继续这本书的人 而苏白周的气质 跟书中的女主角一模一样 您好 请问是零十八老师吗 我是 你是西瓜吗 嗯 此时零十八面对陌生人 展现出了苏白周从来没有见过人 盘土文雅 举止成竹 很容易让人产生好榜 不过 这也难怪 毕竟 顾明轩的弟弟 又怎么会在面对大场面的时候怯场 哦 你好 我是苏白周 落叶归根的女朋友 哦 学姐怎么知道我是落叶归根的 啥时候掉马甲了 酿仔 落叶老师 虽然尿素战神 已经排在了榜单的第一名 但这毕竟是你的第一本书 而且还没有完结 这里大多数人都是你的前辈 切记不可骄傲 我知道了 谢谢西瓜老师的叮嘱 零十八这张桌子上 全部都是新人做的 大家都无比惊艳地看着苏白周 没想到 这里竟然还有一位如此漂亮的女作者 各位都是新人作者 我叫严田不一 你们呢 严田 久仰大名 我叫李仙 李仙老弟 久仰大名 一位是玄幻文作者 另一位是林一文作者 都是最近声名确起的新人作者 我是落叶归根 要知道 尿素战神 这本书实在是太火了 作为新书 就已经被漫画改编 而且似乎已经有了出版的征兆 这位是我的女朋友 明花有主 可惜了 学姐 你怎么知道我是落叶归根呢 你以为我是你 你的游戏名 学姐 你这么了解我 那我送你一个礼物好了 最新的华为 Mate60 Pro 我领的 今天刚送的 领的 可我之前去左下角看 都说没库存 学姐 你肯定不是从我们左下角下载的 当然领不到了 都是左下角有什么区别吗 最近有很多厂商恶意剪辑我们的视频 把左下角换成其他不靠谱的链接 果然 是我下错了 一定要认准这条视频左下角的鲜魔剂哦 都是有官方资质认证的 苹果15 Pro Mark和华为Mate60 Pro 都是不限量配套送的 真的耶 我一上线就弹出领取界面了 没错 就去左下角链接下载注册 做任务升升级 苹果华为轻松领到手 以仙女学姐聪明的小脑袋瓜儿 肯定早就猜出来了 实体书哎 没想到能在这里看到落叶大大的实体书 落叶大大 亲耳听到还真是有些羞耻啊 你害羞了吗 那倒霉 作品能被人喜欢 他内省其实还是挺高兴的 十八大大 我也是你的粉丝 落叶 那边有个心得讲座 一起去吗 好 落叶老师 如果那是落叶老师的话 旁边那个看起来很漂亮的女生 是了 一定是了 那个女孩子就是落叶大大的女朋友 落叶大大 我们是你的粉丝 十八你看 我领的华为这么快就给我发货了 左下角我可是亲自验证过的 保证靠谱 零十八记得他们 但他们应该不记得零十八了 毕竟当初社团招星 他们只有一面之缘而来 两人当即后退一步 有些紧张了起来 即便如今苏白舟已经不是学生会长了 但他们还是本能地感觉到害怕 苏学姐 你怎么在这里啊 参加书展 学姐 你们好好望 我们先走了 科幻文学的两大泰山北斗之一 老王 他的书早就在三十年前就火了 并且在国际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 如今很少有人能欣赏纯粹的科幻文学 但没有人能撼动他的地位 这位年迈老者正用强劲有力的言语 讲述着自己的创作心得 但后面的观众大多数都在玩手机 基本都是出于好奇坐在这里 时代变了 上一个时代的文学魅力很少有人能够欣赏 有人知道小说是什么吗 王老师 我觉得小说是现实的镜子 年轻人 你很有想法 你为何觉得它是现实的镜子 因为幻想来源于人心中的渴望 人们渴望什么 就会幻想什么 人们幻想什么 就意味着这个社会缺少什么 林一文的读者渴望刺激 玄幻文的读者渴望能力 而恋爱文的读者渴望获得一份真诚的爱情 每一个时代的小说都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社会的样子 说的不错 那你说说如何写好一个故事 视线交汇的那一刻 答案已经在不言而喻之中 你还年轻 现在答不出来很正常 等你到我这个年纪 就知道如何写出一个好故事了 那真的是苏学姐 陆一叶大大的女朋友 我第一个乖乖 要不是亲眼所见 我是真的不敢相信啊 整个江大都没有人知道苏白舟已经谈恋爱了 但是他们知道了 不过两人还没有意识到零十八是江大的学生 落叶老师 王老师在讲座的时候 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话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西瓜老师 我明白王老师的意思 说说看 读者决定故事的好坏 所以一个故事 只有在他成为好故事的时候 才能确定他是好是坏 没想到 小学弟认真的时候还挺帅的 虽然他在计算机上马马虎虎的 但在小说领域确实很有天赋 能陪着他来到这次的书展 看到他不一样的样子 苏白舟觉得这次并没有来来 他对自己亲自挑选的男孩子 又多了一分了解 对了 落叶老师 有个事情要跟你们说一声 聚会可能晚上八九点钟才结束 你们订好回去的高铁了吗 如果没有的话 主办方会给你们准备酒店 只是 因为受邀人是落叶老师 而苏小姐只是陪同 所以主办方只准备了一个房间 想必两位是情侣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宴会结束后 零十八得到了一张房卡 这是宴会厅所在酒店的房间 两千八百多米 先生 小姐 我是酒店私人管家 两位的房间在二十八楼 请随我来 那个 我想再定一个房间 不好意思啊 先生 目前没有故意的房间呢 走吧 好的苏小姐 地华酒店坐落于枫叶会展附近 自然是五星级大酒店 每一个房间都很豪华 服务也是无可挑剔 二十八楼的窗户 是一个落地窗 透过窗户 能够看到一座宏伟的枫叶状建筑 不愧是五星级酒店 房间中啥都有 两人低头看着手机 仿佛刚认识一样 看起来有些生疏 不过也难怪 小情侣第一次晚上共处一室 难免有些不适应 学姐 你干嘛去 洗澡 虽然在家属楼的时候 也经常听到学姐洗澡的动静 但此时的环境不一样 这里可是酒店啊 只有一张床啊 仔细想想 跟仙女学姐已经在一起整整一周了 曾经能跟仙女学姐见一面 她都能兴奋一整天 对方同意了她绿泡泡好友的那个时候 她甚至能高兴地跳起来 不知不觉间 这一周的时间 她跟仙女学姐也不见 但每一次看到仙女学姐的样子 她都会忍不住心动乱分 心动是一时的喜欢 喜欢是长久的心动 水给你热好了 里面的水清澈无比 而刚刚仙女学姐就躺在里面 一个变态 学姐 你睡着了吗 没有 麻烦零十八学弟关一下灯 好 学姐 仙女学姐只占了床上一半的位置 另一半显然是给她留的 两人躺在床上 谁也没有说话 因为用了同一种沐浴露 同一种洗发水 所以零十八现在的味道 跟苏白粥是一样的 香味混杂在半空中 随着两人不安分的心跳声 一起纠缠在一起 苏白粥原本以为自己会很紧张 但不知道为什么 零十八躺到旁边的那一刻 她突然感觉到一股困意涌起 待在你的身边 真的很让人安心呢 零十八学弟 哦 学姐睡着了 听着仙女学姐的呼吸声 零十八原本躁动的心 也逐渐平静了下去 晚安 苏白粥 苏白粥睁开了眼睛 发现自己竟然像八爪鱼一样的抱着一个东西 不 不是个东西 是零十八 小学弟 眼睛还挺好看的 鼻子长得也不错 嘴巴也 谈恋爱的时候 并不是只有男生会缠女生 女生也会缠 活了二十一年 苏白粥也不知道接吻是什么感觉 原来男生的嘴巴也是软的 不过除了这一点 再加上心跳会加速以外 好像就没什么感觉了 难道是时间太短了吗 学姐 你要我头发了 零十八学弟 我发现 我可能比你想象中的更喜欢你 简单吃了个早饭后 两人坐上了回城的地铁 魔渡跟江城并不远 如果是高铁的话 只需要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 虽然只去了魔渡一天 但是长途跋涉真的快要 走进家属楼的那一刻 家的气息扑面来 一身的疲惫 早会得到了适合 去哪里 学姐 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 在你眼里 我就只会睡觉吗 当然不是 学姐能文能武 上在厅堂下的厨房 勤劳能干 学姐 我定制了一件衣服 我去看看 什么衣服 秘密 我的汉服材料到了吗 根据您提供的思路 上周我们就拟定了图纸 如今布料已经到了 等我们专门的裁缝制作 快的话三天就能做好 不过 零十八并不准备让对方做 而是想要自己做 距离学姐的生日 还有一周多的时间 我准备自己做 可以是可以 不过你定制了五份同样的布料 你真的对自己有自信吗 可以请师傅在旁边指导我吗 可以 得加钱 没问题 亮灾 周六 李娜家 零十八将五百一十五寝室的人都给喊了过来 帮秦玉文搬家 他求了李娜半天 才让对方同意做个菜的单间 当时 众人有些拘束地坐在李娜的家里 你怎么回事 在寝室里天天喊着美女 怎么来女孩子家里变成了这个样子 用你管 很明显 她是第一次来到女生家里做客 最重要的是 她现在很尴尬 无论是李娜还是秦玉文 她都直接或者间接地要过绿泡泡 而他们此时就在自己的面前 她真的是羞愧到难以切齿 学弟学妹们 你们是零十八的室友 我问一下 她平时在寝室里是什么样子的 嘿嘿嘿 仙女学姐 十八兄在寝室里 天天只知道苏学姐 对 野娃的那样子 真的是气杀我也 谈恋啊 了不起啊 一提到零十八 王大锤更是就精神了起 仿佛有源源不断的换了 今天的晚饭 有零十八最喜欢的红烧肉 也有秦玉文想吃的鱼香肉丝 苏白舟一边在李娜家的厨房做饭 一边让零十八去自己家里的厨房 看着正在炖的红烧肉 学姐 咱们这算是一滴恋吗 算 一滴恋 好辛苦啊 顿好了 学姐过来了 最后一道菜 就是零十八端过来的红烧肉了 五百一十五寝室的人 早就听说苏白舟的厨艺了 而今天终于能再一次品尝到 上一次还是七天长假的最后 零十八给他们打捞的大餐 嗯 习惯 周周去哪里了 苏学姐在厨房切水果呢 这小姑娘也太贤惠了点吧 呵呵呵 娜姐 这你就不懂了 因我对周周的了解 她第一次见到零十八的室友 肯定也想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 毕竟 即便苏白舟是高冷笑花 终究也是一个普通的男孩子 她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也有自己在乎的东西 比如零十八 去洗碗 别来骗乱 啊 自己最喜欢的就是洗碗了 学姐 我来 这粗活怎么能让仙女来做呢 我小时候就开始做家务了 那是因为以前你没有我 现在不一样了 仔细看看 学姐的手虽然很漂亮 但却跟秦学姐的手有一些不一样 这是一双长时间做家务的手 学姐 以后我们就是两个人了 嗯 浮方中能清楚地听到外面的声音 但在幽闭的空间中 两人都没有选择出去 学姐 我想牵手 你已经在牵了 我还想更进一步 这就是传说中的 壁咚 然后该做什么 在厨房的灯光下 苏白舟的美貌完美地展现在零十八的眼中 这就是她的女朋友 美得像仙女一样 不可方 学姐 太美了 学姐 不愿意的话 可以拒绝 依次跟异性接触到这种程度 苏白舟的心跳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仿佛要跳出来一样 舟舟 洗完了吗 怎么还没出来 你们干嘛呢 舟舟 你躲小学弟后面做什么 没什么 她的神色有些奇怪 具体是哪里奇怪 秦玉文也说不出来 小学弟也很奇怪 她在脸红什么 将这套房子打扫干净后 众人在客厅里一边吃水果 一边聊着天 从每一个人的感情开始讲起 三分钟后 这个话题就结束了 五百一十五全军覆没 零十八不用多说 沈桥不想多说 剩下两个更不必多说 徐小家啥也不懂 秦玉文有十几个老公 全是纸片人 对于李娜 她大学倒是谈过恋爱 只不过分手 八个人 竟然能冷场 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苏学姐 你脖子上有一个草莓纹身吗 这哪 这是什么 苏白舟微微一愣 看着秦玉文伸过来的手 她突然意识到 对方想摸的地方 是刚刚小学的 被蚊子咬了 蚊子都十一月了 十八弟弟 你刚刚 我刚刚在厨房看到一只蚊子 在学姐的脖子上 然后我就 走了 娘子 今天 是苏白舟生日 她打算照例不过 她回到了自己家里 看到了正在沙发上 躺着的零十八 对于女孩子来说 看着自己喜欢的男生 躺在自己的腿上 摸着她的头发 心中真的会产生 一股满足的情绪 学姐 你的腿好软 你在耍流氓 对啊 我在耍流氓 学姐 我来做晚饭 好 虽然零十八做饭不好吃 但苏白舟 还是答应了她 过生日 吃一顿学弟的饭 其实也不错 零十八冲进厨房 就做了三个菜 将盘子摆在桌子上后 零十八又从冰箱中 拿出了一个 很漂亮很精致的蛋糕 你怎么知道 去桃园镇 我要了你的身份证 谢谢你 不用谢 学姐 学姐 听说你最喜欢吃这个 这一次不知道有没有进步 我喜欢吃的什么 不是由味道来决定 而是游人 她喜欢吃妈妈做的鸡汤 是因为那是妈妈做的 她喜欢吃零十八做的饭 是因为做饭的人是零十八 要许个愿望吗 向谁许愿呢 比起向天许愿 我更愿意向你许愿 她知道 她的愿望能不能实现 看的不是运气 更不是什么老天爷的安排 既然如此 何必还要向天祈祷呢 天不会心软 但零十八会 那位属于她的心软的神 就坐在她的面前 既然是愿望 那自私一些 也没问题吧 我希望零十八学弟 能够一直一直的喜欢苏白舟 这是送给我的礼物 没错 我们前几天领的手机都到了 你看 这么多 都是我们粉丝领到的吗 对 厂商都又到我这里来了 让我给大家发货呢 你看这是发货名单 咦 怎么还有人领到的两台 可能是她升级比较快吧 把苹果华为都领 我们左下角有这么多库存吗 左下角这次又更新了 准备了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Mate60 Pro 各两千台 而且还给了我一个升级密集 那你教教我 还是点左下角链接 下载注册 上线手冲一元 领上六百四十八神钟大礼包 一天飙升两百集 双手机轻松拿到手 学姐 你许了什么愿望啊 说出来就不灵了 说出来就不灵了 零十八过生日的时候 仙女学姐也这样对她说过 谁啊 我妈妈的视频通话 范范啊 今天是你生日 晚上吃的 话还没说完 范馨雅就看到了身体做的直挺挺的零十八 阿姨好 哟 小玲啊 你在陪范范过生日呢 是的阿姨 臭小子 我老范家就这么一个女娃娃 跟仙女学姐的妈妈聊了一阵子后 零十八感觉自己没有命了 电话挂断后 零十八有些不好意思了起来 所以 你小时候在商场走丢 你小姨提着喇叭满商场吆喝 快看 这次我把两台手机都领到手了 现在上线还有888红包能力 别忘了 你高中毕业 你小姨把亲戚朋友全都搞过来炫耀 还当场给你相亲 不不不不 听说你小时候 你小姨喜欢让你穿裙子上幼儿园啊 万乐的小姨 因为已经生了顾明轩 她又觉得生孩子太痛 所以后面就没有再怀 但她又想要个女儿 所以零十八幼儿园期间 被她当成女儿养着 我也想看你女装 不 学姐你不想 我想 你不想 那公平起见 我男装 你女装 这不公平啊 哪里不公平 学姐 女装的事情咱们日后再谈 我先去洗碗吧 祝苏白舟学姐十八岁生日快乐 里面应该是放了什么香叙 一股香味扑面来 白色的衣服 苏白舟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好看 是的 这个图案属实是谈不上图案 但看得出来 这是纯手工 想到之前小学弟手上贴满了各种窗口贴的样子 苏白舟突然明白那个时候 她在干什么 收到礼物的第一件事情 当然就是拍照记录 仔细想想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发过朋友圈了 之前是因为工作 她每天转发各种无聊的信息 而现在 二十一岁 索性有你 至于她身穿汉服的照片 她并没有拉到朋友圈上 苏白舟打开了跟零十八的聊天界 将这张陈一无二的照片 单独发给她 学姐看到礼物 会是什么样子的心情吗 学姐不会嫌弃 我做的汉服很丑吧 看到自己喜欢的人 穿上自己做的衣服 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看到那句索性有你 零十八知道 自己今天晚上又要兴奋到睡不着了 苏白舟发朋友圈了 而且还是相当暧昧的朋友圈 索性有你 谁 她说的是谁 没多久 消息在短时间内发酵 很快就传递到了个大院系 被所有人议论 却没有人注意到 前半句的二十一岁 没有人在乎 昨天是不是高冷笑花的生日 他们只在乎高冷笑花 有没有谈恋爱 加上前阵子 关于一些高冷笑花的绯闻 苏白舟恋爱的真实性 已经越来越高了 这周末 他们搬要去露营 第二天中午 苏白舟开着剁骄鱼头 跟在大巴车的后面 装着这一字的石 露营的地点是一座森林中 这是附近很有名的露营森林 娜娜姐 你怎么在这里 哪里有热闹 哪里就有礼呢 舟舟说的没错 学校里面那么无聊 这里有露营 我当然要来玩啊 学姐做饭的样子真美啊 苏白舟能来 对于整个计算机专业一般来说 都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 即便是辅导的成兄剑的 都觉得神奇 我说零十八同学 你跟咱们计算机系的这位才女士 她是我女朋友啊 你不要骗我 你小子竟然能让她当你的女朋友 嘿嘿嘿 零十八 过来 学姐 怎么了 羊肉串 你来考 毕竟主食是羊肉串 这是零十八提出来的 我来考 那这还能吃吗 不对 班上不是还有两个北方人吗 想到这里 零十八直接将这两个人给叫了过来 很快 天色渐晚 篝火逐渐燃了起来 在这荒郊野岭的地方 显得格外危险 抱歉啊 学姐 本来只想让你来玩的 没想到咱们全程都在吗 嗯 好好了 尝尝吧 难道接下来就到了间接接吻的时候了吗 那真的是苏白舟吗 那还能有假 学姐 教练要跟徐小佳表白了 我去准备一下 表白吗 曾经他听到这两个字会忍不住退缩 但现在 他却觉得这两个字很美好 十月桃花的表白 让灰色变成了粉色 也让他不会羡慕任何人 饭后 大家准备完真心话大冒险 你们想干嘛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真心话 为了以防万一 早在来露营之前 我们的附黑桥 就已经给自己的三个石油准备了一击毕命的问题 你觉得新生笑话唐安琪漂亮吗 好看啊 除了野娃子的女朋友 我觉得咱们学校最好看的人 就是新生笑话了吧 学前都只是猜测 但王大锤的这句话 无疑是证明了零十八跟苏白舟确实已经在一起了 真的吗 学姐 你跟零十八在一起了 啊 我的女神啊 真的 王大锤 这女孩是你叫过来的 我们都不了解 让我猜猜 你喜欢她 什么 污蔑啊老师 我跟于秋雨那是铁哥们 对啊 铁哥们儿 行 那这个问题你来问吧 我们也不了解她 你完颜什么 完 没想到 连这个兴趣他们都是一样的 你小子 少跟我批 下次问点有含金量的问题 大冒险 苏学姐 你说你喜欢零十八 你不亲零十八一口 我们大家是不会相信的 对对对 亲一个 你仙女学姐薄薄的脸皮 让她在大庭广众之下做这个 那不是为难她吗 不然 零十八感觉自己的脸上 似乎贴上了什么软软的东西 她就像是被按了定身穴位一样 愣在原地一动不动 啊 他们抱在一起 失声痛哭 仿佛信仰消失了一般 亲眼看到高冷笑花 亲了他们同班同学的脸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看着苏白周面 无表情地用手轻轻扶一下自己的发病 掩饰他微红的脸颊 众男生开始在心中疯狂咆哮 终于这一次指向了徐小家 真心话 我从来就没有秘密 随便问 四周的气氛突然变得安静了起来 你们怎么不说话了 没人问吗 那我问吧 徐小家同学 老师听说你是从京城来的 哈哈哈哈 不知道哪里传来的声音 让陈雄健一脸猛逼 直接打断了他的问题 那声音有点像你啊 那明明是沈桥在模仿他 但看到男明星附黑的表情 王大锤明白 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否认 是我 你吃饱了撑的吗 你打断我做什么 徐小家 那个 也好 奇奇怪怪的声音响起 众人又看向了王大锤 老师 这个问题还是我来问吧 不得不说 玫瑰马大 徐小家抱着他 上半身都被遮住 只露出了一半的脑袋 徐 徐小家 我的问题是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吗 如果不是因为零十八提前告诉他 徐小家也喜欢他 估计他还要鼓起很大的勇气 才敢了白 但如今两人都知道对方的心意 他们需要跨越的东西 就只有一层窗户尺而已 答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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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我也我也喜欢 好好好 这次活动并不是露营 而是单身狗眼红大会 屏幕前的单身狗们 别乐了 快点赞 接下来更是重头戏的活动 故事会 当然 讲的是鬼故事 你们刚才一起就站这么近 凭什么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座森林 森林中 有一群学生来到这里露营 超养我怕 真无语 我还没开始讲呢 别怕 有我在 森林中 众人围在篝火前讲故事 突然 一个女生想要去厕所 她的男朋友陪她去 第一个灵异事件 终于出现了 学姐 学姐 你去哪里 厕所 我陪你学姐 你很怕吗 开玩笑 我怎么可能会害怕 林十八坐在厕所门口 鬼鬼祟祟地望着四周 仿佛做贼一样 这里不会有什么脏东西吧 林十八感觉身后似乎有个影子在接近 她回头一看 发现什么都没 奇怪 刚刚确实有动静来着 我是妖怪 在月光的照射下 苏白周那如同仙女下凡一样的美貌 展现在了林十八的面前 她脸色微红 下意识一开目光的样子 被林十八看得一清二楚 学姐 为什么不怕 学姐 你是不是对自己的颜值有些误解啊 你就算真的是妖怪 我又怎么可能判你 林十八一个没忍住 竟然在仙女学姐的脸上捏了一半 依旧是那副软软糯糯 Q弹Q弹的感觉 头发乱了 一会儿我帮你说 学姐 这座森林叫做萤火之森 你看过一部同名动漫吗 没有 那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故事 这是一个注定没有结果 注定会以悲剧收场的故事 男孩没办法拥抱自己深爱的女孩 但故事的结尾 他宁愿抛弃自己的生命 宁愿让自己消失 也要和女孩拥抱那短短的刹那 相识十年 却只能触碰十年 他不想让女孩觉得是他害死的自己 所以去触碰了别人来完成跟女孩的拥抱 也许吧 谁又知道这是男孩犹豫了多少年 下定了多大的决心 才鼓起勇气去做的事情吗 林十八就像那个女孩子一样 闯进了苏白舟的世界 没有后者一次次的陪伴 她永远也没有这样的勇气去爱 能让人变勇敢的是被爱 四下无人 唯有月光让两人能看到彼此 学姐 萤火之森的故事是遗憾 但我们的故事还没有结局 结局如何 就看我们接下来要怎么走了 嗯 学姐 我们转正吧 即便林十八没有经验 但依旧无法压制她疯狂暴动的心情 因为她知道 从现在开始 她就是苏白舟活真架实的男孩 学姐 这还是我的初吻呢 不是 天地良心啊 学姐 我真的是初吻 这也不是我的初吻 我的意思是 这不是我们的初吻 什么叫不是我们的初吻 我们 等等 难道我们早就有过了 如果她没有印象的话 那么唯一的一种可能 就是学姐趁她意识不清醒的时候 把她给飞里 学姐 什么时候的事啊 不告诉你 那再轻一口 想得美 森林公厕西边五百米左右的地方 有一个后勤站 不过此时的人并不多 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人在这里买东西 梳头这种小事 苏白舟自然是可以一个人完成的 但是零十八给她梳的感觉不一样 被梳一次后 她就想让对方梳第二次 回去吧 笨 就像是在打情骂俏一样 两人回到了露营地 此时 众人三两成队 蜷缩在一起 只有沈桥在说话 看样子 她的恐怖故事 把众人吓得不轻 燕娃子 上个厕所你俩上了一个小时 你不要乱说 那你们怎么去了一个小时 得 这下解释不清了 零十八躺在帐篷中 双手跌在脑后 出神的望着美丽的夜空 帐篷顶端有一块是透明的 所以她躺在里面也没看 你小的怎么还在这里看星星 你觉得苏学姐一个人最安全吗 确实有点不安全 学姐 送上门的男朋友要不要 我没点外卖 帐篷中传来了苏白舟亲吻的声音 仿佛与世隔绝的仙子 那我放门口了 送进来 咋了学姐 怎么这样看着我 坏男人 你来干嘛 学姐 你有双重人格吗 听到这声乱风 零十八的心都快融化了 傲娇起来的学姐也太可爱了吧 两人就像起了什么化学反应一样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彼此在身边躺下 就会涌起一只困难 帐篷中只有她一个人 仙女学姐已经不在了 等所有人都吃完早饭后 就要回学校了 来到这里露营 大家们也算有了一次难忘的经历 未来的某一天回想起自己的大学生活 至少不会是那么的枯燥 零十八上完课回到教室公寓 听着厨房中炒菜的声音 美滋滋地躺在沙发上 这样的生活虽然平淡 但属世是零十八一直向往的 你急我 学姐 下次要说贴贴 在这之后 就是零十八熟悉的流程了 洗碗 老爹 擦桌子 最后是背书 这么多天的时间 零十八几乎将这本 计算机基础理论 从头到尾背了一遍 学姐 这本书我都背完了 我是不是可以出师了 初级 你背了基础 还有初级 初级上面还有终级 高级 人生无望 死了算了 背完一本 我给你一个奖励 那这本已经被完了 我是不是可以要奖励了 说吧 你想要什么 轻轻 抱抱 举高高 你就这点追求吗 难道还可以更进一步 只能选一个 那就轻轻吧 看到江大的高冷笑花 在自己面前闭上眼睛的样子 零十八的心跳开始加速 就像是当初第一次看到仙女学姐一样 心动的感觉 每天都在刷新 初次恋爱的感觉 在两个声色的人心中 逐渐融入了爱美的范围 听着浴室中传来的水声 零十八坐在桌子前 开了一局游戏冷静一下 好久没有玩吃鸡了 现在的她 就像一个菜鸡一样 走着人机步伐 仙女学姐的一颦一笑 甚至一个细微的举动 都能让她深深沉迷 难以自拔 难道这个就是爱情吗 她感觉学姐在她的眼中 有女神滤镜 有天使光环 哦不 学姐就是天使 六 好歹她也是多个赛季的淘汰榜榜一 一两个月没有玩 怎么会猜到这种地步 单挑 这可是关乎男人尊严的事情 这种枪战游戏 零十八是不可能会输给仙女学姐的 零十八的角色发出了气坦的叫声 当场就嘎了 我要认真了 双方的第一个照面 零十八原地趴下 一个拜佛枪法 拜佛失败 嘎了 给苏白舟磕了一个 学姐 咱们绑定个关系吗 绑定关系 王者里面有情侣关系 世纪里有猎人关系 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 算了 想不出来 不想了 她游戏技术再怎么猜 也不可能真的打破仙女学姐 毕竟 心爱的女孩子想赢 就让她赢哦 反正他人都是自己的 吃鸡要绑定 王者也要绑定 得了便宜还卖官 爱吃火锅 向你发来了一条亲密关系申请 零十八一愣 她终于意识到刚刚的不对劲是什么了 苏白舟此时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学姐 你登秦学姐的账号干什么 在小学弟的眼中 自己的游戏账号叫做我熊大你随意 而那个游戏技术很厉害的人是秦玉文 不过如今他们已经在一起了 这种事情其实瞒不瞒着都没有意义了 要是被小学弟知道 自己从一开始就在用另一个声散跟他聊天 那多尴尬呀 学弟 有一件事情 我欺骗了你 什么事情 爱吃火锅 从一开始就是我 并不是秦玉文 什么 什么意思 零十八级的当时他问秦学姐 认不认识苏白舟 对方的回答是 认识 还很熟 现在看到 确实很熟 甚至是全世界最了解仙女学姐的人 对不起 当初的事情也许只是玩笑 但对于零十八来说 他确实是欺骗了这个单纯的小学弟 学姐 我没有觉得你在骗我 相反 我更喜欢你了 为什么 学姐 因为 我突然发现 你比我想象中的更喜欢我 苏白舟那冷冰冰的脸上 浮现出了两团红蕴 眼前小学弟说出来的情话 令他的心止不住心动 你不怪我 就好 不 我当然怪你 学姐 你想要什么样的惩罚 既然你是我的男朋友 那应该会心甘情愿地替我接受惩罚吧 我送你的键盘呢 在屋里头 贵 好嘞 以后不会要天天跪键盘吧 那样在 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 零十八约了苏白舟一起复习 当然 是帮他复习 说起来 苏白舟已经很久没有来图书馆了 上一次 还是新生开学的第一天 也就是在这里 他第一次遇到了小学弟 仙女学姐来了后 零十八就把自己的书本 放在了旁边的桌子上 跟学姐享受二人世界 这时 王大锤的面前坐着一对情侣 他身后的桌子 坐着另一对情侣 他忧愿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虽然盯着客户 但是根本就看不起个东西 他趴在桌子上 开始幻想自己未来女朋友的样子 可恶 现在连想象都变得如此困难了吗 打球吗 锤子 不许 不打 不许 这才哪跟哪 现在就不许 你是准备考研吗 七中考试 哈哈哈哈 七中考试 我平等地嘲笑 每一个有七中考试的专业 打球吗 锤子 打球 学习什么的 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 哈哈哈哈 这许小佳人不大点 不许是真疼啊 两人来回互动 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斗 沈桥说的没错 他们两个人谈恋爱 只有一开始会在一起 过不了多久 就会到了老近 违规原本的相处方式 如果再进一步 他们就快要亲手了 两人瞪大了眼睛 看着对方 静也不是 胃也不是 这两个人在图书馆 玩什么奇奇怪怪的游戏呢 学姐 给他们一点独处的时间 咱们学了这么久了 出去走走呗 嗯 零十八跟苏白舟 离开图书馆后 走着走着 来到了小树林的入口 虽然现在的气温不高 但太阳很大 正在头顶高高挂起 这种天气 最适合晒太阳了 这并不是零十八 第一次来小树林 前段时间 他们寝室四个人 一起来过这里探索 当时有一对情侣 来来回回路过了七八次 似乎是在等他们一看 当然 那对情侣在心里 已经把他们四个人 祖宗十八代 都给问回 四个男的来小树林 抱着他 快上车 是是人才 两人走到了草坪上 附近有很多对情侣 就像 过了一个电影 坐在这里 边聊天边晒太阳 此时 还有人在那里拍照 一个女孩子站在桥上 摆出了各种各样的姿势 让面前的摄像师记录下自己每一个漂亮的瞬间 学姐 我听说大四完全没有课 你们是要出去实习吗 正常毕业的话 是要实习 我保言 不用 那学姐大四的时候 要做什么 什么都不用做 放了一年的假 一年的假 这是什么概念 自从零十八上幼儿园后 最长的假期 就是高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 放了三个月 学姐真幸福啊 我都有点心动啊 当然 她自己有几经几俩 自己还是清楚 别说保言了 无论是保言还是考验 她估计都过不了 零十八大部分的时间 都放在了写作上 这才是她的主要职业 毕竟 大多数人上大学 是为了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但她已经有最适合自己的工作了 没有必要跟莫道志 学习不是唯一的出路 但学习是任何出路的下限和基础 即便是零十八 如果没有上大学 就不会遇到仙女学姐 这位她故事中的女主角 学姐 既然大四 什么都不需要做的话 你想去做什么 我想出去看看 自由 嗯 我支持你 世界那么大 总是要去看看 但我不想一个人去看 可明年我才大二 我没说明年去 等你毕业 我们一起 等你毕业 我们一起 零十八知道 从跟仙女学姐在一起的那一刻 她的世界 就不再只有她自己了 无论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她的身边永远会有人陪着她 学姐 等我 我等你 谁在食堂 好兄弟 一份鸡腿饭 两份牛肉面 送到图书馆 谢谢 一份黄焖鸡 一份青椒盖饭 送到小树林 可以骂锤哥 真的无语啊 锤子 是家里出什么事情了吗 你怎么看起来有些难过 对 家里出事了 三个不孝子啊 但他们寝室向来是谁距离食堂近 谁就带饭 他当然不可能例外 帮个忙为鱼子送小树林去 离开食堂后 于秋雨静止朝着小树林的方向走去 王大锤说这是零十八跟苏学姐的饭 苏学姐就是江大的高冷笑话吗 每一次看到这个漂亮的姐姐 她都忍不住有些紧张和害怕 她长得不漂亮 所以看到漂亮的女生 心里会不自觉地产生一丝丝自卑的情绪 来到小树林后 于秋雨四处寻找着零十八的位置 于学妹 你怎么在这里 我 总不能说自己是在帮人送饭吧 社长 你跟学姐终于在一起了啊 是啊 小于啊 你上次跟我说你有喜欢的人了 你也要像我一样勇敢 不然怎么会抱得美人归呢 这个女孩是田径社的经理 社长孟超喜欢她很久了 哈哈 社长 学姐 祝你们幸福 孟超在社长 在社团里一直都很照顾她 从来没有因为她不漂亮 更没有因为她是女生 就区别对待 渐渐的 她就喜欢上这个热心肠的社长了 但她知道 对方只是在照顾社团里 为数不多的女运动员而已 我失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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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于同学 有空我们请示请你吃饭 不用谢 完蛋 气哭了 最不得走在路上 锤哥 咱们请示的事情 你怎么能麻烦女孩子呢 三个地方 你要累死老子 我只是让于子帮个忙而已 人家被气哭了 什么 于子会哭 哈哈哈哈 这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笑话 真哭了 林十八不太会撒谎 这一点王大锤是知道的 哭了 可伤心呢 妈操 于子哭了 哈哈哈哈 这么希望的事 那我可要见识见识 能不能醒啊锤哥 下次我做便当 不用让别人带饭 别客气学姐 这一次是意外 都是互相的 只是这次锤哥 竟然叫别人带 515的爱恨请仇 只有寝室内部可以参与 最多算上家属 一会儿回去就召开 515第十三届批斗大会 好好地批评一下王大锤 学姐 咱们回去吧 眼前仙女学姐体贴的样子 零十八脸色微红 心跳也逐渐变快了 我们好像一对恩爱爱的夫妻啊 那张美若天仙的脸上 没什么表情 却在用最远的举动照顾她 因为拍的是风景 所以照片中的情侣在角落里 看不太清楚了 但正因为看不清 才显得更加真实 明明是拥吻 但却没有掺杂着一丝丝的杂质 青色似乎要从照片中溢出来 阳光逐渐洒在了 小树林的鹅卵实路上 也让这一对情侣沐浴在了温满之下 拍照要争取对方的同意 要尊重自己的伙特 这是他们在摄影中学到的第一课 两位 是摄影专业的学长吗 请问有事吗 这位学弟 我刚刚在拍毕业设计 两位在我的镜头里 我来问一下 如果你们介意的话 这么好看的照片 他真的不想错误 但任何职业 道德永远比职业本身更重要 你们介意的话 我就删了 学姐 你介意吗 不介意 谈恋爱 就大大方方的谈 什么介意不介意的 能出现在学长的镜头里 也是我们的幸运 希望学长的毕业设计 能取得一个好成绩 谢谢学弟 谢谢这位学妹 谢谢你们 真好啊 看得我都想谈恋爱了 李浩阳跟徐小家已经不见了 这两个人 就算是出去决斗了 零十八都会毫不犹豫地想想 毕竟 每个人谈恋爱的方式不一样 今天就是其中谈事了 所以昨天他们寝室学到了很晚 尤其是沈桥 嘴上说着不在乎 自己竟然在寝室中偷偷学习 这种内卷行为 当场都差点把王大槌和零十八给气死 而此时 李浩阳已经不在自己的窗户上了 起了没兄弟们 八点半了 该起了 九点要考试 现在八点四十五了 兄弟们 起床考试 动作要快 姿势要帅 都怪你男明星 都是兄弟 你玩什么内卷 我只是热爱学习我有什么错 两人边跑边吵 在江大的路上 形成一道游米风地线 别人都是大三大四 才放飞自我 零十八三人直接跳跃到这个过程 三人顶着鸡窝头 邋遢的样子 侵吓到每一位路里 终于 零十八三人重新的老场 坐在讲台上的 竟然是李浩阳 唯一变作 因为是期中考试 所以老师并不在乎 至于让李浩阳当了监考老师 如此一来 那他们之前努力学习 岂不是像小丑一样 不 学习在什么时候都是光荣的 受益人永远是自己 李娜老师 我来替李平教授监考 你下去吧 好 坐在讲台上 李娜掏出手机 一直在打游戏 每期名曰 又混一天 零十八 跟姐吃饭去 娜娜姐 不必了 我去学姐家里吃 哦 学姐家里吃 学姐家里吃 仙女学姐知道她今天要考试 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午饭 美好的一天 又开始了 学姐大一的时候 有没有期中考试 大一没有 大二有 期中考试 可有可无 不用放在心上 他们也是第一次 在大学参加期中考试 没有经验 这才被虚晃一枪 李娜的手机没电了 她全程打游戏 手机当然会没电 零十八来得很早 班上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李娜正趴在讲台上睡觉 不知道的 还以为李娜才是这里的学生呢 娜娜姐 一会就要考试了 奇怪 我怎么在这里 说起来 我最近都要气死了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把我的就手机给卖了 就的 你放爱回收回收啊 啊 靠谱吗 靠谱啊 上市公司 全国有近两千家门店呢 方便得很 下单就有人上门回收 面对面直接打款 你们要回收数码产品 都放爱回收就对了 小十八 你表哥什么时候回来啊 不知道 不过应该要一两年吧 林十八在家里听到过小姨父 和顾明轩讨论过这件事情 家里的公司会在顾明轩 三十岁的时候交给他 如今的顾明轩已经二十八岁了 最多两年 他就要回国 一两年啊 李娜撅着嘴巴 像一个私生妻的小女孩一样 哪还有一个老师的样子 林十八很好奇他俩是怎么认识的 真的只是因为后者是父亲的学生 所以就认识了吗 娜娜姐 你为什么会喜欢我表哥 小十八 这件事情可就说来话长了 顾明轩是我以前最讨厌的人 他是我大学的学长 我大一的时候 他大三 而且那个时候 他是学校里知名的校草 没有女生能拒绝这样完美的男人 所以娜娜姐也喜欢他了 没有 我最讨厌他 当时爸爸每天嘴上挂着的人 就是那个顾明轩 就像他才是亲生儿子一样 林十八能理解 明明是自己的父亲 却天天提别人的孩子的那种感觉 我就在学校里 找顾明轩的麻烦 但我越是找他的麻烦 我就越是了解他 就越是喜欢他 他就像一个永远不会生气的温柔美男子一样 永远不会生气 顾明轩确实是一个出了名的好脾气 他们两个是一起玩到大的 他上幼儿园的时候 顾明轩已经在上初中了 那个时候 顾明轩是集团董事长的独生子 肩膀上的压力很大 从小就被要求要比任何人都优秀 某个夏天 那是林十八住进顾明轩家里后 后者过的第一个生日 因为年幼 所以他对死亡并没有什么概念 他只知道 自己的爸爸妈妈不要他了 来到新家后 他每天都在观察着别人的眼神 即便小姨给了他让人羡慕的宠爱 但林十八依旧有些惶恐 小孩子心里想的不多 他们只会想什么时候吃饭 什么时候睡觉 以及谁爱他 他一无所有 给不了表个任何礼 所以 当林十八出现在高档酒店 手中拿着又丑又破的小迷人的时候 那位不可遗失的高冷美少年 第一次在生日宴会上伸出手 接过了这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一天的考试结束后 林十八就像是完成了什么重要任务一样 长长地松了口气 终于考完了 小十八 你要去找周周吗 是啊 行 那你把你们计算机考试的试卷给他 啊 学姐判卷 不然呢 我爸爸好歹是教授 除了上课以外 其他事情让他做不是浪费时间吗 好 好有道理 外面下了小雨 虽然不大 但也可以将衣服淋湿 野娃子 放心 我给你送伞 林十八只能待在原地等王大锤回来送伞 毕竟 他关乎着这一次期中考试试卷的安危 南方的天气预报并不准确 这场雨来得突如其来 班上没有几个带伞的 徐小佳 一起回去吧 他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唐恩奇的声音了 他的声音似乎跟以前变得不太一样了 有些疲惫 又带着一丝丝的亲了 好 两个被孤立的人走在一起 真是有点好笑 对啊 一个大小姐 一个心生笑话 为什么被孤立 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笑死我了 还真是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不受待见的人最终会抱团取暖 你们说的对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对吧 他跟唐恩奇高中相识 算得上是整个江大最了解后者的人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唐恩奇不属于柳冰心的圈子 就像凤凰蛋掉落在了鸡棚 他注定不会被这些事情束缚 他的目标从来都是更加耀眼广阔的舞台 不远处 一个身影撑着油纸伞一步一步的走来 他知道 他会来的 你傻吗 嘿嘿 他知道仙女学姐来到楼里面接她 但看到学姐朝着自己走来 她又怎么可能会留在原地 不管什么时候 她都愿意朝着学姐的方向表现 这见苏白舟从第一道题开始 满脸认真地盯着她写上的答案 要不要这么认真啊 弄得我怪紧张的 完蛋了 要被骂了 苏白舟在最上面打出了分数 满分一百分 他扛了九十二 不错 继续加油 我还以为你会骂我 为什么会骂你 六十分及格 八十分优秀 你高出优秀十二分 这么可爱的小学弟 我又怎么可能会批评呢 林十八看着手中的书 不知道为什么 学习的动力又多了 回到寝室后 林十八发现三个室友都不在 这就是锤哥平时生活的环境嘛 空无一人的寝室 严寒的气温 昏暗的天色 太孤独了 哟 哥儿几个鬼混回来了 你小子有什么 似的说我们鬼混 吃的啥 牛肉面 黄门鸡 鸡腿饭 怎么感觉这三个东西 似乎出现了很多次 这个世界上 没有其他的食物了吗 哦对了 锤哥 上次于秋雨不是哭了吗 后来呢 你不会真的去看笑话了吧 哦 那走 被猫抓了 鱼子抓了 他那天确实是去看笑话了 鱼腿鱼哭得越大声 他就笑得越开心 不许笑 妈操 你们真的不同情一下我吗 我被揍了 不同情 直男不值得同情 你才是直男 我王大锤 可是江城小燕祖 哈哈哈哈 就你 中午的时候 成绩就已经被准备了出来 唐恩奇排在第一位 拉开第二名 独足三十分 有天赋不可怕 可怕的事 还比任何人都要努力 第三名沈桥 天赋型选手 没办法 第九名李浩阳 第十三名王大锤 第十九名 林十八 我这么厉害的吗 十八兄 这几天 辅导员可能会找你 啊 为啥啊 你的语文成绩太吓人了 满分一百分 林十八考了九十九分 这一分扣在了林十八的字迹太差上了 可以啊 你愿意参加 在他眼中 林十八应该对学校里的任何活动 都无所谓才对 林十八始终记得新生晚会的时候 仙女学姐站在舞台上 那如同璀璨星辰一般耀眼的身影 她不仅是江大笑花 还是众所周知的才女 想要跟这样的仙女学姐并肩前行 她也不能太差 下午的课程结束后 林十八来到了学校附近的电瓶车出售店 每天步行太不方便了 她打算买一辆电瓶车 提车 你被我的车有什么不满吗 那当然没有了 只是电瓶车更方便 你喜欢粉色吗 喜欢 一辆粉色的电瓶车 因为不需要去太远的地方 所以车子也不大 但后电很软 足够坐两个人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你头盔呢 头盔 刚买的车 还没买头盔 骑电瓶车要戴头盔知道吗 知道了 行了 第一次口头批评 记得下次戴头盔 好的 麻烦叔叔了 兄弟姐妹们 骑车记得戴头盔哦 要不然就跟我一样被抓了呜呜呜呜呜 学姐 我可能要参加个什么辩论赛 这个小学弟 怎么也不像是会跟别人争吵的样子 参加将大的辩论赛 能行吗 学姐 你不相信我吗 先把我辩论赢 来吧 是我更爱你 还是你更爱我 那当然是我更爱学姐了 哦 你的意思是 我不爱你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学姐肯定是爱我的 自恋 不对 跟学姐辩论 我怎么可能赢 全世界谁她都敢去理论一番 唯独仙女学姐 她可能永远都辩论不赢 那学姐 到底谁更爱谁呢 谁更爱谁 她不知道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在零十八爱她的时候 她会更爱零十八 毕竟 能让爱意增长的唯一办法 就是对方的爱 对于这个青年 黎夏已经不陌生了 她每周末 都会来看望自己的女朋友 沈乔 又来看小雷了吗 是啊 黎夏姐 小雷还好吗 一切正常 继续保持下去的话 其实已经可以出院了 在家里也可以照顾好她 嗯 我知道的 从高中毕业开始 一直到现在 她的女朋友 已经躺在病床上快半年了 小雷 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哪 每一件事 她都分享给了她 仿佛这样 她的生活 就有她的参与一样 小雷 等你醒来 要把亲爱的陪伴 全部还给我哦 古教生的助教啊 下班了 才大三 哪来的助教 学姐竟然对保安撒谎呢 嗯 这是我们班的学生 苏老师 你什么时候当助教了 我教你英语和计算机 不算你的助教吗 算 苏老师 那苏老师 一会午饭咱们吃什么 辣椒炒肉 明师八同学 觉得可以吗 可以 那就谢谢苏老师的热情款待了 老虎的屁股果然摸不得 你午饭就吃白粥吧 小学弟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 不给他点颜色看看 以后还会更加得寸进尺的 所以就给他喝点白色的粥吧 学姐 没有榨菜吗 冰箱里 即便是没什么味道的白粥 零食八 还是就着榨菜 连喝三大碗 阻打的 就是一个不挑食 学姐 你怎么不吃啊 零食八同学 怎么不吃 是老师的饭不好吃吗 我 我吃饱了 报应啊 一切都是报应啊 虽然但是 下次还来 你在想什么 想坏事 你要是在做坏事 你就只能天天吃白粥 啊 这是惩罚 还是奖励 不过看了看时间 零食八该去练习辩论赛的内容了 每天中午和晚上 在李浩阳的带领下 他们会找一个空教室练习 学姐 我要去模拟辩论赛了 去吧 学姐 我的白粥 怎么还有一口没吃 吃完了 空的 最后一口吃到了 学姐 拜拜 房门被关上后 苏白粥的表情都是呆愣的 她摸了摸自己被亲到的脸 那原本平淡无聊的日常 自从小学弟出现后 变得风速多彩了起来 就像是一束光穿过了乌云 罩在了废墟中 嗯 住在我心里的人是你 我很幸运 陈雄健根据综合表现 初步选拔了四个人 零十八 唐恩琪 徐小佳 沈桥 零十八跟唐恩琪 都是靠实力出圈的 而徐小佳 听说这小姑娘伶牙利齿 斗嘴从来没输过 至于沈桥是陈雄健的压箱底战术 到时候要真说不过对方 他们既有男色又有女色 色又战术 百战百胜 零十八是最后一个来到空教室的 其他人已经在练习辩论赛的内容了 正在有气无力地讨论着 就像是在念稿子一样 每一句话都没有灵魂 沈桥满脸都不敢兴趣 每次轮到他发言 他都会一句话谈过 徐小佳虽然能说会道的 但那是他吵架的时候 现在就跟一个哑巴一样 至于唐恩奇 因为其他人都这个样子 所以他也表现得十分随意 零十八兄 咋办 大家都进入不了状态 你问我 我问谁啊 等等 零十八想到了一个人 也许只要他在 就可以调动在场所有人的积极性 锤哥来一下二脚二零一 有妹子 等我 你来干什么 关你屁事 零十八兄 你把大锤叫过来 是想到我们的假想敌吗 没错 他就是最合适的假想敌 咱们四个他说的过谁 男明星 我看你是屁股养人了 什么 你说什么 恩奇妹子 你还是单身吗 既不介意多一个男朋友 好了 大家的积极性都已经被调动起来了 各位 我和王大锤就是你们辩论赛的对手 从现在开始 咱们好好练习一下辩论赛的事情 王大锤只觉得一股莫大的压力 聚集在了自己的身上 眼前的那四个人仿佛恶魔一样 正在虎视眈眈的盯着他 其他人就算了 为什么野娃子也这样看我 你小子情绪转化的挺快啊 大一计算机辩论他们的能力 终于在这一刻爆发了出来 两人被说的哑口无言 连缓嘴的能力都没有 尤其是王大锤 此时竟然有些怀疑人 今天的辩论练习终于结束了 野娃子 教练 今天又周五了 咱们起事好久没有聚餐了吧 对 怎么了 为什么突然点五根教练 你们都找到了女朋友 不应该请全景师吃饭吗 零十八想到了自己还没有跟学姐在一起的时候 菲哥应该是整个寝室中最大的月老 当然 沈桥对他的帮助也不小 如今修成正果 确实应该请大家吃一顿饭 李浩阳就更不用多说了 零十八是他跟徐小家最大的好手 行 今晚聚餐 我跟零十八请哥几个吃饭 这一次聚餐 当然是要带上各自的家属了 学姐 晚上请示聚餐跟我一起去呗 请示聚餐 我去做什么 带家属啊 我又不是你的家属 那学姐是什么 美女 美女小姐 我们请示聚餐要一起吗 时间 地点 滚了 众所周知 大学生聚餐 不是火锅就是烤肉 这一次大家选择了火锅 吃完后 目送着请示几人 和徐小家坐上出租车 零十八也带着仙女学姐来到了小店驴的旁边 我来吧 你喝酒了 我来汽车 啊 那好吧 虽然她没醉 但她确实是喝酒了 哪怕是骑电瓶车 喝酒也不太好 呦呦呦 这不是江大的高冷笑花苏白舟吗 学姐 你认识吗 不认识 你是不认识我 我只不过是被你拒绝过的那么多人之一而已 看她的样子 应该是隔壁江城体院的 这所大学男多女少 自然有很多人会关注江大的女孩 更何况对方是苏白舟 什么高冷笑花 说什么不谈恋爱 最难的谁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 学弟 咱们走吧 她并不认识这些人 对方还是酒鬼 所以想赶紧跟零十八一起离开 别走啊 哥几个在那边吃烤肉 过来陪哥几个喝一杯啊 我不喜欢男人 话音刚落 她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随后就看到了天风 发生了什么 刚刚零十八竟然一记过肩 摔给她放榜了 你还会这些 被吓到了吗 没有 对不起 学姐 漂亮不是你的错 你 真厉害啊 还小癌的 两个男生被吓得后退一步 酒都清醒了不少 好也是的 学姐的头发被风吹动 全飞我脸上了 学姐 我小时候的第一个梦想 就是成为警察 所以学了一些武术 你那体力还会打架呀 苏白舟还记得零十八 阿姨开始在江大跟她跑圈 都要上气不接下气的 只是一些借力而已 再加上他们喝了酒不清醒 后来呢 为什么不想当警察了 想当警察 是因为听小姨说 我父母是优秀的警察 后来开始写小说 是因为我喜欢这个职业 回去的路上 苏白舟被交警叔叔给拦下了 这一次 小店驴载人 再加上都没有带头盔 数罪并罚 两个人都要发朋友圈 高冷笑花哪里受到过这种委屈 她已经能想象到 这个朋友圈发出去后 秦玉文会笑成什么样子 最离谱的是 她还要举拍拍照 哪怕是被罚 苏白舟的颜值也能扛能打 路过的行人都纷纷驻足观看 小伙子 女朋友这么漂亮 记得戴头盔啊 否则万一出什么事情 你哭都没地方哭去 我知道了 扒完后 沈桥第一个点赞评论 好好好 回去的路上 俩人沉默了一路 好像都在装作这件事没有发生过 我的宝 这急水了点 万分抱歉 但是莫慌 我在憋大招 本来想请两天假的 因为有些孩儿 一天不听靓仔 哦 贝贝就难受 大家别嫌弃 精彩很快回来 向我四十万美女学姐 和两千小光头致敬 靓仔 这一个周末 对于零十八来说 并没有什么休息的事情 学姐 你去哪里啊 李平教授 让我以助理的身份 跟他参加一个讲座 这样啊 加油学姐 空教室中 零十八是第一个来的 毕竟大学生的周末 谁会去这么走 你小子是神仙吗 现在才上五十点啊 都十点了 早就该起床了 他跟仙女学姐 与你相同的作息时间 七点半起床 八点半之前 洗漱 晨跑 吃饭 而八点半后 就是他们工作的时间了 没有工作的话 就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作息是正常的 但是放在一个大学生身上 那也太紧了 高中的零十八 每一次看到那个少年 都仿佛一个小太阳一样 有他在的地方 到处都是欢声笑语的 不记得了 啊 好可惜啊 好好骑他高中时候的样子 今天的遍体名字 叫做爱情之美 在于瞬间还是永恒 这是什么意思啊 爱情中 你觉得永恒的陪伴 更让你向往 还是另一半对你做过的那些 能够感动你的瞬间 四个人里面 只有唐恩琪 没有经历过所谓的爱情 爱情的每一个瞬间 都是我通往永恒的底气 拥有众多瞬间 所以他才更美 我并不这么认为 问题是爱情之美 而你口中的永恒 没有走到最后 你怎么知道它美不美 但我可以确定 心动的每一个瞬间都很美 你觉得永恒最美的地方 是永恒吗 不 是当你回头望去 所有的回忆都在脑海中 这些回忆永远都在 当你回忆到这些的时候 留在你回忆中的人 还在你身边 可是没有一个个的瞬间 你怎么能支撑爱情走向永恒 就像烟花绽放 转瞬即逝 所以烟花很美 烟花很美 如果烟花天天绽放 你还觉得它美吗 不会 可是烟花并没有变 所以你觉得烟花美 是因为烟花稀有 而不是因为你喜欢烟花 你举的例子 只是在混淆视听 跟本次论题无关 挖草 这才对嘛 去年计算机专业的辩论团 跟四条咸鱼一样 竟然在辩论赛现场 被对方给说服了 上午的练习结束后 零十八看了看手机 发现仙女学姐 给她发了很多消息 学姐 下棋吗 吴子棋 苏白舟蹲在角落里 一遍又一遍地 将小学弟虐得五体投地 李平教授这次带他来 主要是让他多参与一些 这类的活动 方便他以后的发展 苏同学啊 怎么了老师 叫我苏哥就行了 你我都姓苏 还是李教授的助理 别这么生疏 我跟你不熟 早就听说江大的高冷 笑话美若天仙 却不尽难色 今天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人都是从不熟到熟的 苏同学 我也算是有点小帅了 还是研究生 不愧是高冷笑话 这种女孩 估计不会有男生 能搭讪成功吧 那个谁 教授 我叫苏启 哦 那个谁 你一会讲座开始的时候 帮我照张相 好的教授 教授 我在台上怎么照相 哦 你不在 台上有周周就行了 到时候 你在台下给我们拍照 哦 好的 教授 不过他也不看看四周的人都是谁 这场讲座 来的都是江城计算机行业的知名人物 苏白周能上去 是因为他拿了上一届全国大赛的冠军 这是实打实的能力 跟学历没有关系 零十八开着仙女学姐的剁椒鱼头 准备去学姐讲座的地方接她 她将车停在了酒店里 然后坐在车里望着酒店大门 仙女学姐已经不回我消息了 应该是上台了 学姐上台了 哎 学姐真厉害 零十八来到了酒店的大厅中 掏出手机 开始码字 哪来的野猫 先生 本店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 什么人道不人道的 这野猫这么丧 我现在怀疑你们酒店不干净 这是我的猫 你的猫 能在这家酒店 估计是什么有钱人的儿子 小学弟竟然来接我了 教授 我不跟你们回去了 喝喝喝 去吧 教授 那位是 哪位啊 那是周周的男朋友 男 男朋友 教授 到底是什么人能成为苏白周的男朋友 你觉得苏白周怎么样 江大才女美若天仙 若是只能看到一个人的外表 那是永远也没有办法获得一个人的真心 外表或许是一块敲明砖 但这道门会不会为你而开 决定性应付度并不是忘了 在苏白周所有的追求者中 零十八绝对不是最优秀的女人 但她却成为了唯一一个将门敲开的女人 不过龙就像是 那样在 这是什么 听说三花是猫戒女神 所以她是小仙女 学姐不喜欢吗 显然 有些小家伙就是天赋一比 能够看出人类是否喜欢自己 即便苏白周的面色冰冷 但她依旧觉得对方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确认过眼神 是一只乖巧的小猫咪 不错 带回家 好嘞 走吧学姐 我送你回去 零十八带着仙女学姐来到了停车场 摘上了剁椒鱼头 开这小破车真的不会丢人吗 这小车还挺好看的 给娜娜也买一个 车子本来就是代步工具 剁椒鱼头又走了 多可爱啊 可爱极症 零十八抱着纸箱子 准备去附近的宠物医院 给这只小三花做一个基础体检 以后这小家伙就是我跟学姐的第一个孩子了 两位有预约吗 没有 捡了只猫 来体检一下 好 宝贝有名字吗 名字 小仙女会不会太俗了 那叫什么 一提到起名字 零十八满脑子 都是仙女学姐这四个字 恋爱脑真的不会起名字 叫有才 叫落有才 这么搞笑的名字 从仙女一样的女孩子口中说出 属实是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反差萌 好 就叫有才 零十八心中一动 并没有将落有才这三个字写上去 而是改了一个字 苏有才 小宝贝刚出生两个多月 身体健康 疫苗的话 要等宝贝熟悉新家后 再过来打哦 好的 谢谢了 回去的路上 苏有才一直喵喵的叫个不停 似乎是意识到自己的家了 不要可怜这些流浪猫 它们肥得像球一样 一到饭点就去将大随便转悠一下 大普学生 这种语气 威 搞不好又要跪键盘 无视献殷勤 虽然她不知道为什么要献殷勤 但献就对了 知道自己哪里错了吗 学姐 有才这个名字真不错啊 只有配上你优雅的姓氏 才能彰显她的美貌 有嘴滑舌 一会要去练习吗 嗯 辩论赛的练习 学姐要陪我吗 求我 我就去 求你了 给自己女朋友低头有什么丢人的 反正下午也没事情做 去看看小学弟练习也不错 临时巴骑着小电驴 载着仙女学姐来到了练习辩论赛的工作室 苏白舟坐在了教室的最后排 并没有参与他们的练习 而是就这样坐在那里观看 明明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 她却看得出声 临时巴 竟然能让那位高冷笑花如此喜欢你 不愧是你啊 下午的练习结束后 临时巴告别了众人 跟学姐一起离开了 这个时候 她才注意到自己连午饭都没有吃 去一次那个地方吗 哪里啊 烤肉 那家店 学姐似乎经常去 名字叫做周姐烤肉 那也是她跟学姐第一次吃饭的时候 去过的店 哦 学姐好久没去了 嗯 大概三个月没有去了 在没有遇到小学弟之前 她几乎每周都要去一次 因为是周末 所以将大校门口的人平时多得多 也有不少人认出了苏白舟 哇 那就是传闻中笑花老师的弟弟 他们要去哪里 我的天 他们真的只是学姐学弟的关系吗 我怎么越看他们感觉越般配啊 胡说 那可是苏白舟啊 我女神怎么可能喜欢上男生 你也是女生 女生才更喜欢苏学姐这样的高龙女神啊 周围人议论的声音 临时巴虽然听不到 但大概也能猜到在说些什么 不错嘛 胆子比以前大了 卧槽 牵手了 食指相控 我弟妈 他他他他 苏学姐没有反抗 卧槽 今天大新闻 感觉怎么样 什么感觉 有一个仙女女朋友的感觉 我感觉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不过学姐 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宣誓主权 你不会生气吗 为什么要生气 我本来就是你的女朋友 临时巴的心 仿佛被什么东西给击中了 情话不仅仅只是用来聊妹 男生也同样是女 学姐 我很幸运 能在这样的社会中 遇到一个这样的女 遇到并不是幸运 得到才是 她说的并不只是临时巴 还有她自己 遇到一阵子 遇到一阵子 呦 希克啊 有一阵子没来了吧 嗯 周姐 最近生意还好吗 不太好 过阵子 我们这里就要关门了 关门 关门之前 能再看到你一次 周姐已经很满意了 有些面熟 想起来了 上一次周周来的时候 也有这个男生 周周 你们 上一次我们刚认识 这一次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好好好 今天你们随便吃 我给你们免单 上一次临时巴 还不怎么会口诺 而这一次 已经相当熟悉了 周姐还贴心地送来了 几盆青梅酒 临时巴记得 学姐唯独对青梅酒 很是喜欢 学弟 你知道我 为什么喜欢这家店吗 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喝醉了 学姐也会喝醉吗 大一的时候 我刚来到江城 就成为了别人口中所谓的校欢 我没有做错什么 但总是会被莫须有的关注和针对 学姐 我离开了学校 在这座城市漫无目的地走着 最后路过了这家店 人多的店 我不敢去 这家店没什么人 我才赶进来 离开这家店的时候 又有人来到了我的面前 说要送我回家 我说我不认识他们 都是就是了 几个大男人 竟然在骂一个小姑娘 这我哪能忍啊 与周姐我偷出去就够了那些男生 把他们全都打跑了 零十八也知道 为什么学姐不喜欢这家店了 在陌生的地方 遇到了第一个愿意保护自己的人 很难不爱吧 所以我只敢在这里喝酒 不过现在又多了一个地方 哪里 笨蛋 当然是你身边了 学弟 我在 学姐 学弟 怎么了学姐 我就想叫叫你 学弟 嗯 你每次叫我 我都会在 周姐烤肉虽然不在了 但是周周已经有你了 学姐 我会一直在 店铺都要转让了 这些旧的可怎么办 旧的你妨碍回收回收啊 啊 靠谱吗 靠谱啊 上市公司 全国有近两千家门店哪 方便得很 下单就有人上门回收 面对面直接打款 你们要回收数码产品 都放爱回收就对了 离开周节烤肉后 两人并没有第一时间打车回去 而是在附近散步 苏白周一直处于一个半清醒半不清醒的状态 走起路来飘飘的 林十八正在夸学姐 把苏白周给夸得骄傲得不得了 说的没错 我就是高冷女神 苏白周扬起了脑袋 恨不得将高冷这两个字都写在脸上 可爱 好玩 来者何人 竟然敢调戏本仙子 为仙子 我乃齐天大圣 婆侯 你敢骂我 我齐天大圣 连你们天天的十万天兵天将都不怕 还怕你一个小小的仙子不成 因为喝了青梅酒 仙女学姐的嘴巴上 有一股梅子的味道 很好玩 苏白周像一个生气的河豚一样 捂着嘴巴 在地上画圈圈 学姐怎么了 哭什么 我不干净了 我被非礼了 嗯 学姐 你看看 我是谁 学弟 是我 学弟是齐天大圣 对 我是 虽然不知道学姐在说些什么 但林十八一定要点头承认 在学姐喝醉的时候 她要是敢忤逆学姐 那后果就跟刚刚一样 那我就是紫霞仙子 你是至尊宝 好 说爱我 我爱你 你先亲我一下 不对 你应该推开我 我们再来一遍 你先亲我一下 不对 你应该推开我 我 不 苏白装猛然站了起来 原本悲伤的表情消失不见 仿佛又回到了高冷笑话的气质 你笑了 我没有 你听错了学姐 你就是笑了 嗯 因为学姐太可爱了 你笑了 怎么会逗你 爸 说实话 无痛不痒 但林十八还是十分配合的后配了两个 好厉害 你是何方神圣 我不是故意打你的 林十八抱住了自己这个可爱道 让她觉得心里甜甜的女朋友 学姐 我们该回家了 林十八将学姐抱到了她自己房间的床上 然后盖上了被子 就离开了房间 不知道明天 学姐还记不记得今天的事情 这要是记得 那明天也许就是我的死期了 第二天一早 仙女学姐果然什么都不记得了 因为昨晚喝了酒的缘故 苏白舟难得睡了个懒觉 林十八不在家 课厅里只有苏有才 小学弟不仅给苏有才的碗里放了凉 也给我放了 学姐 我去练习了 桌子上有饭 凉了就热一下 这个粥的味道有些不一样 有点难喝 而且粥里面还加了一些缓解疲劳 以及醒酒的食物 所以说 这是小学弟自己做的粥 难怪味道不怎么样 既然是周末 那就再睡一会儿吧 亮仔 大一计算机专业辩论赛 虽然是计算机专业的内战 但是依旧吸引了很多笔子的观看 原本是不会有这么多观众的 但陈雄健已经放出了消息 他们的队伍中也唐恩奇和沈桥 如此一来 第一就不一样了 从颜值上看 二班似乎已经被一班给引压了 板方一遍唐恩奇 二遍零十八 三遍沈桥 四遍徐小家 各位 对方只是花架子而已 我们训练了这么久 不应该倒在第一轮 没错 让大家看看 辩论赛是实力的争夺 而不是颜值 辩论赛 似乎已经开始了 很快 在主持人的宣告下 辩论赛正式开始 零十八和唐恩奇配合的天衣无缝 而沈桥和徐小家 也能及时不论 这并不是一个人的比赛 而是四个人的配合 唐恩奇抛出话题后 对方当场反驳 反驳过后 零十八队的对方哑口无言 但他并没有对死 而是给对方留了一个能够反驳的理 对方根据零十八留下来的缺口进攻 却进入了沈桥的陷阱 计算机二班全程被计算机一班亲着鼻子 一步一步地走入越来越深的陷阱 直到不能翻风了 这是计算机专业能够发挥出来的实力 那反方二遍 叫做零十八的选手 就像是全程运手帷幄的军师一样 让对方一步步地上头 而唐恩琪像一个女将军 每一句话都直入重点 变论赛是我的强项才对 为什么啊 叫花叫草都在对面 老天爷到底给他们关上了哪一扇窗 你们不用难过 我看出来你们很努力了 但他们四个更努力 怎么可能 我们每天中午都去训练了 饭都没有吃 他们每天中午 每天晚上 甚至周末的时候都在练习 能够完美地想出一个论题 所有可能出现的观点 再想出应对的办法 不花费很长的时间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 为什么 唐恩琪能那么优秀 对不起 他以唐恩琪为对手 但无论如何都不敢以苏白周为对手 毕竟 这个人只要站在自己面前 就产生了一股 无论如何都无法超越的感觉 他太完美了 零十八 你老婆找 这个辅导员还挺有趣的 学姐 我刚刚的表现怎么样 我刚到 啊 可是我一开始就看到你在门外啊 她站在门外的角落里 腿都累了 还特意把自己给藏了起来 一直都在外面偷看 一般来说 仙女学姐只要不说话 零十八就不会追问了 再追问 她可能就要跪键盘了 不过 逆反心里来了 挡也挡不住 学姐 怎么了 你一开始没在门外吗 难道是我看错了 我在 那学姐 我表现得怎么样 很好 回去奖励你 谢谢学姐 以她对学姐的了解 这个奖励 怕就是跪键盘了 唐安琪呢 不知道 应该先回去了吧 她先回去 不应该吧 这边的工作没有完成 她应该不会回去 你很了解她吗 我出去看看 刚刚辩论赛的时候 柳冰心也在观众席上 唐安琪呢 我怎么知道 你们什么时候 关系这么好了 关你屁事 柳冰心眉头一皱 身后的两个女生 上前一步 似乎是想要做些什么 你们还想打我 是你们 来啊 不打死我 我跟你们信 周国躲在后面 原本那份英姿萨爽的气质 老子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 深深的警察 他追着唐安琪去了厕所 却看到了 他正在对三个女生欺负 对富二代不感兴趣吗 你在这装什么清高呢 辩论赛挺风光啊 正装挺漂亮啊 唐安琪 你在里面吗 里面传来了淡淡的抽气声 徐小佳很急 但又没什么办法 我们先走了 唐安琪是一个要强的人 我们在的话 他不可能出来的 他们都走了 这里只有我 你开门啊 走 我带你去报警 不用 不报警 你疯了吗 嗯 不报警 唐安琪脸上的泪水 都还没有干 但她的眼神之中 并没有什么难过和痛苦 有的只是无尽的冰冷 甚至让徐小佳都觉得害怕 谢谢你 说什么呢 都是女孩子 我肯定要帮你啊 就算你是陌生人 我也会帮你的 校园暴力 没想过自己有一天 会经历这种事情 极度我 我偏要爬到他们这辈子 都抵达不了的位置 然后将他们所有人 踩在脚下 而且就算报警 他们也不会受到 什么太大的惩罚 太便宜他们了 不知不觉间 零十八来到江大 已经快要一学七的时间了 五百一十五的四个人 关系很好 基本上一周一小季 一月一大季 一盘又一盘的荤菜素菜 摆满了桌子 不仅火锅是辣的 就连碟子都巨辣无比 回到寝室 个人一晚上 都在五个季 排队上 第二天一早 李浩阳醒了过来 准备去晨跑 你咋了 头疼 肚子疼 浑身没劲 小兔 去医院吗 我给你请假 我应该是发烧了 给我两粒退烧药 一会儿我还是一条好汉 行吧 要是发烧的话 你就把桌子上的药吃了 上午的课别去了 我给你请假 好 学姐 我身体不舒服 晨跑就不去了 怎么了 头疼 肚子疼 浑身没劲 想吐 发烧呢 38.2度 下来 去医护室 我有退烧药啊 去医护室 好 我来了 南请楼下 苏白舟已经在这里等着了 怎么弄的 不知道 可能是昨天吃的太重口味了吧 草率了 以后再也不吃了 在医生的诊断下 018的报告出来了 肠胃炎 早知道 昨天就不吃那特辣火锅了 谁提出来吃这玩意 你这种情况 不是突然形成的 积少成多 才变成了这个肠胃炎 去吃个早饭 然后留下来输液吧 好的 谢谢医生了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吃坏肚子了吧 在这里躺着 我去给你买早饭 想吃什么 牛肉包子 那东西是辣包子 你不长记性吗 两个白面馒头 一碗白粥 就这样 因为是早晨 所以医护是静悄悄的 一个人都没有 没过多久 苏白舟提着早饭回到了这里 看着学姐气喘吁吁的样子 零食巴心中很不适滋味 甚至有一股想哭的冲突 学姐对我这么好 以后再也不生病了 把早饭吃了 我回家属楼 给你带点热水 小伙子 我在江大当了这么久的医生 见过很多对情侣 但你这女朋友 属实还是令人羡慕啊 能让她做我的女朋友 应该是我这辈子 最大的幸运了吧 哎 好久没见过 为了男朋友 忙前忙后的女孩子了 见得少 不代表没有 还有很多女孩子 愿意为了男生奔波的 之前的徐小佳 为了李浩阳 每天早起去操场上 偷偷观察 还有李娜 等了顾明轩那么久 这些跟性别没有关系 每个人表达爱的方法不一样 就像仙女学姐 平时冷冰冰的 但却比任何人都要关心她 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 零食巴都在医护室中输意 没死就行 野娃子 不能吃辣就认输 都是熊殿 没必要硬撑着 锤子 你装什么大尾巴狼 听到十八兄说夜 就是最着急的那个 还后悔了一个上午 说昨天不该吃特辣火锅 我没有 不过野娃子有美女相伴 咱们几个担心什么 野娃子 你这是生病的 还是在享受我 笑话为伴 你让我得学着我都愿意啊 滚滚滚 有能耐自己找个女朋友去 嘿嘿 那哥几个先走了 苏学姐 野娃子就拜托你照顾了 嗯 没想到零食巴的几个室友意外的靠谱 每次都觉得他们挺不正经的 但关键时刻却不会掉链子 学姐 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 你看 我这次得了肠胃炎 是不是说明我的肠胃不好 嗯 那我是不是只能吃软饭 嗯 学姐 你叫白周 你就是软饭啊 命中注定 咱俩是一对儿 生病了还这么不正经 明天吃了早饭再来 这段时间别吃辣的 也别吃油腻的 别喝凉水 知道了 医生 李浩阳给零食巴请了三天假 这段时间 零食巴直接就住在家属楼了 学姐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不用担心我 我还是管得住嘴的 你还知道你不是小孩子 谁将大人比赛 谁更能吃了 嗯 冰箱里有水果 吃完饭把药吃了 然后再吃点水果 好 这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的日子 再继续下去的话 恐怕要被学姐给养成废人了 第二天 今天零食巴的精神面貌 明显好了很多 最起码已经不需要素白周掺 但她还是靠在了仙女学姐的身上 装出了一副狗若无果的样 学姐 我还没好 再让我靠一会儿 你在生病 我给你面子 书业真的是一件又漫长又煎熬的事情 如果仙女学姐不在身边的话 我一个人肯定会无聊死 屏幕前的大老爷们 你们书业不会还没人陪吧 那样在 对了 元大晚会我们启示要不要表演个什么节目 表演什么 唱歌跳舞 别了 这两个太普遍了 到时候估计全是唱歌跳舞的 呃 对了 野娃子不是天天对着电脑敲子吗 你写个剧本 我们表演话剧呗 好主意 剧本 感觉还不错 不过原创剧本没什么知名度 到时候也不会有人看 咱们可以表演一些有名气的 比如 小红帽与大灰狼 狼 外婆 小红帽 再来个变人 刚好四个人 十八兄可以魔改一些剧情 这样效果更好 八丑 男明星你他娘真的是个天才 这东西简直完美 那么问题来了 谁演什么角色 来 抽签 抽 笑死我了 你是小红帽 谁能吃你啊 沈桥是猎人 而王大锤是外婆 感觉不错 教练当小红帽的话 其实挺反差的 说不定让剧情更精彩 行 那就这样了 咱们应该是第一个报名节目的 不知道能不能通过 那就要看十八兄的剧本 写的好不好 包在我身上 要是连小红帽的剧本都不会写 他这个小说作者干脆不干了 在全校面前演剧本 想想就刺激 十二月 在江南地区似乎见不到雪 而京城那边已经下起了第一场雪了 要是去看演唱会的时候 能看到雪就好了 周周你没有去过北方吗 没有 我从小在航城长大 然后就来到了江城上大雪 你平时就吃这些 我又不会做饭 我妈说外卖不健康 我就只能吃零食楼 你是懂得怎么钻牛角尖的 找个男朋友照顾你 周周 你怎么跟小学弟一样 你自己又照顾不好 你自己 找个男朋友也没什么不好的 啊对对对 你有男朋友 你就劝我也谈恋爱 我遇不到小学弟那种人 你以为人人都有你信仰 你自豪哥泡泡茶壶 很快 零食八来到了这里 他背着小书包 像个小学生一样 从茶几上拿了一包薯片 然后自顾自地坐在了桌前 一边学习一边吃 周周 你跟这小子谈恋爱 有没有一股养成系的快感 养成系 哎呀 养成系就是 是有一些 周周 元旦放假之前 有个元旦晚会吧 要不要报名个节目啊 不参加 学姐 我们寝室要参加 哦 你们要表演什么 小红帽 大灰狼 你演小红帽 我演大灰狼 就你 小红帽是谁 李浩雅 这五一五寝室的四个人 是来搞笑的吗 我在江大待了这么久 这节目要是能上 我就找男朋友去 听到了吗 听到了 学姐 我必定让这节目 微露选上 文艺中心 元旦晚会第二轮选发现场 在这里 能够听到上一位竞选者的表演 是王大锤最喜欢的那首歌 毫无疑问 这个节目虽然看得一众学生 会评委细皮笑脸 但依旧被刷下去 只因一点 坐在最中间的评委 是刘江来 她是真爱的 受不了任何人挪黑她的歌 锤哥 报名社团那一天 你条翟武怎么那么大胆 这不一样啊 那一次又不会被淘汰 下一个 改编小红帽与大灰狼 第二天 林十八得到了学生会的消息 他们的节目 已经正式被校元旦晚会的录用 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子 林十八寝室的节目已经被录用了 秦玉文心中一凸 觉得手中的水果都不香了 他答应好的 要找男朋友 问题是 去哪里找 找谁 怎么办 对人类没有感觉 超级真弹 江湖救急 什么事 能不能倾用一下你的身份 跟我假扮情侣 反正我们也不会见面 就在网络上假扮一下 我来应付一下我的朋友 真心话大冒险书了 我没有 真的是江湖救急 好 随你吧 你脱单 我扰 这么快就脱单了 一看就是假的 这个文文啊 话说回来 小学弟真的是越来越努力了 要知道 学校的元旦晚会 可是会现场直播的 这几天 515四人都在考试的复习 以及童话剧的练习中度 终于 今天晚上元旦晚会将正式举行 这一次元旦晚会的主持人 是心生笑话 唐恩琪 今天的唐恩琪站在舞台上的样子 是他从未有过的耀眼 零十八同学和高中比 我有没有一些变化 没有变化吧 为什么只有你会说我没有变化 这个嘛 我觉得我们变的是关系 而不是我们 不管以后经历了什么 但我们还是我们 说得对 关系会变 但我们始终是我们 学姐 你来得这么早 正式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呢 我来看看你 看起来强壮无比的小红帽 帅气逼人的猎人 猥琐至极的外婆 还有零十八这个人处无害的大灰狼 还没有开始 这节目就已经让人产生了无穷无尽的期待感 准备的怎么样 放心吧 学姐 这个节目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那个张牙舞爪 看起来就没什么威慑力的大灰狼 在苏白舟的眼中越看越可爱 此刻看到这个女孩站在舞台上 那耀眼的样子越来越令人充满好感 苏白舟收回一开始对于唐恩琪的看法 这个女孩确实充满了欲望 想要争夺一切荣誉 但她取之有度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会果断放弃 敢爱敢恨 勇于放手 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子 这样的人 能让自己不在的时候 被小学弟喜欢三年并不奇怪 她值得被人认真对待 到了龙十八表演的时候 我是小红帽 今天的任务是去看我外婆 你确定一只是小红帽 别说一只大灰狼了 这家伙看上去单挑两个成年人都不在话下 江大元旦晚会的直播间 有一个等级很高的人一直在观看 名字叫做美少女战士 头像是极品少罗 而大灰狼出现的那一刻 江大直播间中大驴一刻小鹿 价值三千块的嘉年华 覆盖住了半个 谁啊 有病吗 给江大官方刷这么大的礼物 刘主席 你怎么换手机了 之前的手机呢 那不我放爱 回收回收了 爱回收 靠谱吗 靠谱啊 上市公司 全国有近两千家门店呢 方便得很 下单就有人上门回收 面对面直接打款 你们要回收数码产品 都放爱回收就对了 连续十个嘉年华刷完后 总算是停了下来 美少女战士 十八岁 京城人 主业没有作品 难道是零十八的朋友 还是个女的 不知道这个美少女战士是谁 但不管这是谁 我才是零十八的正牌女友 爱吃火锅赠送了一个嘉年华 这个爱吃火锅 怎么跟苏学姐的网名这么像 不会是苏学姐在跟人家志气吧 等元旦网会结束后 她会以学校官方的名义 向直播平台申请 把收到的礼物全额退款 这个爱吃火锅是谁 没事干给学校刷礼物 这一看就是把你当成了十八岁小姑娘 跟你吃醋呢 跟我吃醋 这丫头不会是喜欢十八八 我觉得八九不离十 不过 这个小姑娘应该也是学生 能送出三千块的礼物 应该很优秀 学生就送三千 不懂得节俭 宫然成 你懂个屁 你没看到 她在刷礼物之前 直播间等级是零级吗 这说明 她牙根就没刷过礼物 这是第一次 什么不节俭 这是对我们十八的爱 反正我觉得 你觉得有什么用 做饭去 美少女真是饿了 好 我这就去 什么情况 大灰狼鬼鬼祟祟的跟在小红帽的身后 生怕被小红帽给杀死 小红帽的一个回头 吓得大灰狼差点炸毛 没过多久 外婆出现了 比起大灰狼的危险 大家更觉得这个外婆更加令人担心 直到帅气逼人的猎人出现 让全场的女生爆发出了一阵尖锐的暴鸣 直到死的那一刻 观众还在为大灰狼感到可惜 大灰狼好可怜 最后谁都没有吃掉 还被猎人给击毙了 唐恩奇重新走上台 面对直播镜头和现场观众 她庄重无比 游刃有余 大大啰啰啰 越是美丽的东西 把她毁掉的快感 就越是令人沉迷 没有人在乎 你是不是正在被造谣 但有很多人想看到你跌落神坛时候的狼狈 快关了直播间 好 不用关 可是不关的话 这些话 刘学长 日指谣言的办法不是让人闭嘴 而是找到造谣的人 这些跟风的人都是网友 可能明天就忘了自己今天说过了什么 舞蹈社团的表演刚已结束 又有一个小白号出现 牵头带动造谣唐恩奇 怎么会有人如此恶心 哪里都有这种人 学姐 你能帮帮她吗 给我一台电脑 去校园网那里搜一下这个账号 就能知道是谁在使用这个账号了 学姐 你刚刚好帅啊 像个女黑客一样 黑钱 那 美少女战士是谁 美少女战士是 什么美少女战士 你的风流史 直播的时候给你刷了三万的京城老乡 看着美少女战士这个名字 以及几股少罗的大眼睛又太脸头像 已经能够为了她刷三万块的白痴行人 此人的身份 输之欲出 学姐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 应该是顾明轩 我傻吗 这是顾明轩 弟妈妈 学姐 你之前说赔钱 我没刷钱 这说宝道账 这个留将来 早不退晚不退 怎么现在退 这是我赚的 原来高冷笑花 也可以这么可爱啊 为了增加班级凝聚力 陈雄健在笑元旦晚会之后 特意举办了戏里的连环晚会 咱弟妹呢 你没带过来 学姐在家属楼 他们专业自己的元旦晚会 到时候会有很多互动 苏白舟在的话 会显得格格不入 第一个游戏 击鼓长火 有冰心 也算是班上的烫手山芋了 昨天他造谣唐恩奇的事情被曝光后 直接被全校批评了 今天上午警察来 也给予他的口头教育 他现在在江大的名气 已经跟新生笑花差不多了 只不过是负面的 击鼓传花的游戏继续进行 这一次 停在了零十八的手中 虽然班上没什么人跟他说过话 但计算机专业一般的人 都知道他是笑花的名 以至于教室中一半人欢呼了起来 高喊着真心话三个字 还想从零十八口中得知一些 他跟校花谈恋爱的八卦事呢 既然是大冒险 那你给苏学姐打电话表白 记得开免提 这个提议好 致时给校花打电话 哈哈哈哈 这个男明星 总能想到不一样的方法 折磨大家 死鬼 起来做动画了 好巧啊 学姐 有事吗 我觉得你应该有事找我 是啊 学姐 我有事找你 我喜欢你 真心话大冒险书了 学姐 这都能猜到啊 是啊 学姐 那就正式介绍一下 我是苏白舟 是零十八学弟的女朋友 请多关照 此话一出 众人憋了很久的那一口气 终于吞了吞了 接近百人的教室中 所有人都大声呐 让整个教室都乱成语 大一计算机专业 元旦晚会的隔壁教室 在这里 可以听到隔壁教室欢庆的声音 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巧合 一切都是蓄谋已久 鸡鼓传花的第三轮 塑料花停在了辅导员的手中 我不会表演节目啊 那就真心话 陈哥 你长得也不差 谈过几次恋爱啊 陈雄健是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的 刚刚来到江大任职 大家年龄相差不大 所以都称呼他为陈哥 真是难以切齿啊 长这么大 我还没谈过恋爱 我去 看到惊讶的人是李浩阳 陈雄健更惭愧了 毕竟 李浩阳大一上学期就脱单了 还谈了两次恋爱 陈哥 我们给你介绍女朋友啊 你看上哪个年轻漂亮的小老师 跟我们说啊 我们帮你要绿泡泡去 要什么要啊 今年过年回家我就去相亲了 不过 刚刚说的那句年轻漂亮的小老师 让陈雄健的心中赏过了一个人 只是 我怎么配得上呢 哎 还是回家相亲嘛 毕竟 我跟他 只有上一次露营的时候 有过一次简单的交流而已 没过多久 元旦晚会的表演就结束了 其实有王大锤表演的机里太美 不过你们不喜欢 就不给你们看了 接下来是最后的环节 有请辅导员发言 陈哥 这就没意思了 大家说的都是心里话 行 那我也说说心里话 同学们 我第一次当老师 其实在见到大家之前 我挺紧张的 开学的第一次班会 我连怎么选班长都不知道 随便挑了两个 好在两位班长 确实尽心尽力 让大家幸福 谢谢我的两位班长 没有你们一直帮衬 恐怕我在同学们的心中 早就失去了老师的微信了 知道就好 第一次带的专业 能出两位优秀的班长 还有像唐同学这样成绩很好的人才 是我的荣幸 我一直认为 在大学生活中 辅导员的作用是辅导学生 所以 这个班级的主人 永远都是大家 而不是我 我的任务是 看着大家成长 顺利毕业 在大家人生的旅途中 这四年的时间十分短暂 我想用我自己的人生经验 为大家创造一个更好的大学环境 同学们 四年很短 我们有幸相识 为了这段经历 大家举杯 同学们 元旦快乐 干杯 干杯 元旦晚会结束后 打扫战场的工作 同样是各大班围 一拉罐收拾一下 可以卖钱 把花生瓜子皮打扫干净 大家辛苦一下 把外面 咱们搬出去的桌子搬回来 将教室恢复原状 结束了 李娜老师 你怎么来了 凑热闹啊 这栋楼有八个专业办活动 就你们班最吵 我过来看看 结果竟然结束了 你怎么还在这里呢 咋了 我上楼的时候 看见周周在楼下 我是在等你吗 啥 这不缺你一个 但学姐缺 谢谢 这小子真爱啊 李娜老师 喝瓶可乐吗 谢谢你啊 陈 陈老师 我叫陈雄健 好的 陈雄健老师 那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先走了 李娜老师 怎么了 元旦快乐 哦 元旦快乐 李娜喜欢顾明轩 在江大都不是秘密 教师圈子里都传开了 他之所以每天都很无聊 到处凑热闹 不过是因为喜欢的人不在身边而已 像他这样的女孩 值得比我优秀的 开完连环晚会 三天小长假就来了 李浩阳准备带着徐小家回家吃顿饭 王大锤打算回家小住几日 沈桥依旧在医院照顾小泪 只有零十八在寝室独守空房 过上了平时王大锤的生活 哦不对 我还有学姐 嘿嘿 大伯 二伯 爸 三伯 你们别把我同学给吓着了 抱歉啊 什么情况啊 你奶奶生了四个一模一样的人 是啊 一胎四个男婴 当时我爷爷奶奶差点破产 然后就发誓 再也不想看到男娃娃了 可是看到我三个伯伯 家里只有女儿的时候 我爷爷奶奶又急了 好在我妈妈怀了我 所以 你有一堆姐姐 是啊 真是一个神奇的家庭啊 此时徐小家像一个小手伴一样 坐在客厅中坐立南安 一听到李浩阳带了女孩回家 一大家子人火速赶来 就连爷爷奶奶都来了 结果刚进门就听说只是女同学 一大家子人都失望了起来 你还别说 这一家子的情商都跟李浩阳差不多 王大锤正在内卷 每一个假期都是超越同学的转弯点 当然 他之所以学习 是因为太无聊了 不学习的话 还要被他妈给臭骂一顿 说他什么都不做 除了吃就是睡 在家的时候想学校 在学校的时候想家 野娃子 野娃子呢 还有教练 怎么是你啊 有内鬼 我在他家呢 他亲戚太多了 他们都在厨房做饭呢 我太无聊了就接电话了 新年快乐啊 几位 你小子怎么不开视频 学姐不会在旁边吧 八丑 你真该死啊 不是 我还没醒 昨天爬山太累了 现在腰酸背痛 那我放心了 你小子这个时候 把新年快乐说了 过年的时候说啥 再说一遍呗 我去 火蝶降师 义父 小锤来演 价值六毛五的义父 沈桥抢到了八十 零十八抢到了十块 剩下的九块 多被徐小家抢到了 一百块四个红猫 我为什么只有六毛钱 是六毛五 锤哥 男明星 你混蛋 我们三个抢到的 加起来还不到你的一半 运气罢了 切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 煞连熊 下一次红包 我一定能抢到大头 我去 红包消炎 今天是新年第一天 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 三月不见 如何三秋啊 你说笑了锤哥 我可没有想 去你的 老子好不容易 煽情了一下 你小子一点面子 都不给我 马上期末了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复习 那是不可能的 谁复习 谁就被开除五百一十五 这里不允许内卷 谁内卷就嘲笑谁 所以今天晚上 他们四排吃鸡 晚上十点的时候 王大锤困了 李浩阳也盖上被子 闷头睡了过去 只有沈桥跟林十八两人 一个正在看小说 另一个在跟仙女学姐聊天 只有十八兄是老师人 而李浩阳跟王大锤 竟然真的敢在寝室中内卷 既然如此 别怪我不客气了 对不起了十八兄 我也再卷 当然 林十八也没有那么简单 他一边跟仙女学姐聊天 一边低头看着隐藏在床上的课本 复习怕被人发现 不复习又怕挂科 期末考试 赶快结束啊 大三期末考试 苏白舟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 很快 考试开始 不到十分钟 苏白舟就全都写完了 然后第一个离开了考场 咦 学姐 你迟到了吗 把死他都想不到 他从寝室来到考场的这段路程 仙女学姐就考完了 没有 我已经考完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啥 他知道学姐很厉害 但是没想到竟然这么厉害 学姐 你明天就放寒假了吧 嗯 那学姐什么时候回航城啊 怎么 舍不得 他跟零十八的放假时间隔了一周 正常来说 他后天就可以一笑了 舍不得啊 不过我也不能让学姐因为我晚回家一周吧 所以学姐要是想家的话 就早点回去吧 反正在开学我们还能见面 没想到小学弟看得还挺开的 一个月不在身边 谁也不知道再一次见面 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主角 最考验感情的就是距离 因为你无法在对方需要你的时候 及时地陪在对方的身边 学弟 艾文君的演唱会 我会去京城找你的 我会好好地迎接学姐的 学弟 怎么了学姐 我会想你的 我也会想你 要是你那边有什么高中时候的老情人 绝对没有 哦对了 我应该会跟许小佳 还有唐恩奇一起回家 他们两个 我都放心 那就好 还有一件事 我表哥过年应该会回来 学姐有什么想要转达的吗 没有 等等 让他不要再逃了 正面回应一下李娜老师的感情 哦 怎么了 学姐 我也算是了解我表哥的了 还应该 顾明轩 多半是不喜欢李娜 我知道了 学姐 我会让我表哥正面回应李娜老师的 好 我陪你考完试再走 哦 可是 一周啊 学姐 你这样为了我留校一周 我 如果是我晚一周考试 你会怎么做 我肯定也会等学姐考完 嗯 一切尽在不言中 她会做的 学姐也会做 学姐对她的感情 不输她分毫 这一周里 零十八一直都在跟学姐腻弯 作为九年义务教育的受益者 她当然不会乖乖的复习 考完试后 学校有一股人走楼空的感觉 再加上冬日里的严寒 让这里格外荒凉 零十八跟苏白舟来到了高铁站 她考完试 学姐就要回家了 学姐 我还在呢 学姐 下次见 就是明年了 艾文君的演唱会在年后 新年的第五天 回去后 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是 跟学姐说早安 睡前会跟学姐说晚安 不高兴的时候 要告诉学姐 学姐 你也是 不高兴的时候 要告诉我 遇到任何问题 都要跟我说 我知道 学姐 离别前的吻呢 小色狼 我只对学姐色 满足了吗 不满足 开学我还要 一次性亲个够 学姐 要迟到了 你进去吧 嗯 直到仙女学姐的身影 彻底消失在视线中 零十八依旧还愣在眼里 学姐回家了 野娃子 哥走了 别想哥哦 她还留在这里 就是为了等零十八回来 然后亲口道别 去 我不会想你 真绝情啊 野娃子 咦 怎么感觉你变高冷了一些 听说情侣异地的时候 会因为过度思念对方 从而下意识地 模仿对方的习惯 产生一股对方 还在身边的感觉 十八兄 苏学姐回家了 不愧是你 小妙刚走你小子 就得了相思病 咋咋咋 你小子 女朋友奴啊 不行了 太想学姐了 心里空落落的 我知道你会打给我 学姐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也想打给你 行了 野娃子 我走了 下学期见 下学期见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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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明星 开学老子 再跟你算账 再见了 垂哥 这一学期 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 明明很长 但真到结束的时候 却又觉得太快了 学姐 我好想你 咱们分开 还不到一个小时呢 十八兄 我先去医院了 好 明年见 男明星 明年见 到家了 他还发了几张店铺的照片 是他妈妈 用离婚分道的财产 在航城开了一家服装店 据说学姐的表哥 也会在服装店上班 学姐的表哥 也就是舅舅范间的儿子 真好啊 我也想去学姐家的服装店上班 我的三个室友 不会在下一瞬间 突然面色惨白地出现在寝室中吧 一会儿去上个厕所 寝室不会突然穿越到了什么灵异空间吧 学姐不会变成女鬼 这个可以接受 学姐变成鬼 那肯定是貌美如花的仙女鬼 呸呸喷 这不是在咒学姐吗 学姐 想我了 你们寝室 就剩你了 对 我一点都不害怕 既然不害怕 那我就挂了 No 我怕 我啥都怕 学姐保护我 深夜 不知不觉间 零十八就睡了一觉 兄弟们 工程完坏了 这集不是故意水的 能修复的话 明天一集会长一些 抱歉了我四十万学姐 和两千小光头们 亮子大爱 零十八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在一个修仙世界 今天是修仙界最紧急的七百年之一 将云中的新弟弟 选到大会 零十八之所以来到这家宗门 是因为他要走后门 他的表哥是这家宗门的长老 那可是化神器的大能修士 等等 这是什么情况 穿越了 不疼 所以在做梦 你听说了吗 这修仙界第一美人 可是浙江云中的大师姐 修仙界第一美人 冰冷仙子苏白舟 这梦好生奇怪 我喜欢 修仙界年轻一代 除了七大宗门的顶级天才以外 还有神秘莫测的四大 瑞亚公子 炼丹师 伟名落叶 采花公子 却没有采到一朵花 为之名讳 风流公子 修仙界第一帅笔 为之名讳 磐石公子 传闻中肉身硬抗妖兽 同样不知道名字 等等 这不就是五百一十五吗 这是做梦了 这是哪里 片刻后 苏白舟明白了一切 她是江云宗的大师姐 就在刚刚 她的师父顾明轩 让她照顾一下 即将败入宗门的地 然后就去游历修仙界了 既然是梦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小学弟 你们看天上 我去 好美啊 那是谁 正好 昨晚真是做了个很神奇的梦啊 今天下午就要回家了 学姐 你的小学弟到机场了 注意安全 学姐 飞机怎么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好的 我要走了 开学还会再见的 记得给我打电话 会的会的 陈助理接你去了 那小姨你在干嘛 美容 小十八 陈全是故事的董事长助理 我们送你吧 她跟唐恩琪 能在同一所高中上学 自然也是因为住的地方的 谢谢 记得董事长夫人说过 接十八的时候 去看看十八身边 有没有什么女生 她怀疑十八这小子 有意中人了 高中的时候 十八就经常说 她们班上有个女孩子特别漂亮 还说她们考上了同一所大学 没想到小少爷的眼光这么好 这位小姐 要不要先来吃个饭再回去呢 不了 我妈妈给我做了饭 等着我回去呢 这样 那欢迎经常来找十八玩了 嗯 不过这种情况 她也只能先答应 糊弄过去再说 这个助理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林十八家里有三位阿姨 轮流负责做饭 打扫 上二休一 三天一轮 今天在家里的是刘阿姨和李阿姨 刘阿姨已经在这里当了八年阿姨了 是老员工 李阿姨听说是上个月才来 林十八并不是认识 这位就是十八少爷吧 第一次见面 我叫李慧 李你好 叫我十八就好了 要说少爷 他表哥顾明轩才是正牌少爷 而他顶多算个皇亲国妻 而顾明轩是皇太子 又是一个不认识的人 这是我女儿欧阳明月 今年初三了 放假没地方去 夫人听说后 就允许他过来帮帮忙 也让这里热闹一些 不过少爷放心 他也会做家务 并没有白带在这里 刘姨 好歹也算是认识了八年的阿姨 林十八已经把他当成亲人了 十八回来了 夫人点明今晚要做一些你爱吃的菜 那就小小的期待一下吧 不过说起他爱吃的东西 他的味蕾已经变成学姐的形状了 学姐 我到家了 学姐 我给你的备注改了 改成什么了 林先生 为啥改成这个 好听 确实更好听 显得成熟了很多 更有男人味了 更像仙女学姐的男朋友了 哦不 我就是仙女学姐的男朋友 林先生 是不是刚到家 就忘记自己的女朋友了 那哪能啊 我想学姐想了一路了 学姐亲亲 不亲 我先去忙了 晚上再打给你 好呀学姐 晚上我会跟家人好好介绍一下你 支付宝道账 一亿元 我怎么没见过你这么开心的样子 刚刚在跟谁打电话呢 一个男生 啊 男生 范范 你也确实到了该找对象的年龄了 但是啊 找男朋友要擦亮眼睛 别找到姑姑那种人 我知道的 表哥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 林师八 出来给小姨请安 小姨 你回来了 你给我下来 哦 行 不错 没缺胳膊 小腿的 我是去上学 又不是去打扎 林师八的小姨很漂亮 平时保养得很好 看起来就像三十多岁的人一样 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出来 小姨已经五十岁了 臭小子 想死小姨了 自从林师八来到他们家后 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她 这一次一走就是好几个月 一开始的时候 陈少曼每天都担惊受怕的 林师八在那边吃得好不好 有没有交到朋友 有没有被欺负 来 跟小姨说说 在那边都经历了些什么 也没经历什么 你有秘密了 你以前可是什么都跟小姨说的 是不是遇到了 比小姨更重要的女孩 所以不愿意跟小姨分享了 说啥呢小姨 对我来说 你就跟我妈妈一样 没有人比你重要 那她呢 她跟你一样重要 哦 真有啊 我有女朋友了 哈哈哈哈 不愧是我外甥 刚上大学就谈恋爱了 年纪大了 就喜欢看一些小年轻谈恋爱 但是最近的电视剧都没有意思 还是外甥的恋爱经历 更有趣一些 行了 我不问了 等你以后把那女孩带到家里 我自己去问她 对了 刘姐跟李阿姨呢 她们去买菜了 好想吃雪姐做的饭啊 熬断了十八 明月是李阿姨的孩子 李阿姨家里 有点特殊情况 我就让她女儿过来站住了 我知道的 小姨 李阿姨有一儿一女 她跟丈夫离婚后 女儿分给了她 一开始跟着她没少吃苦 直到被刘姨介绍过来当阿姨 情况这才好一些 这欧阳明月的情况 似乎跟仙女学姐差不多呢 小姨 你好 你们男人真奇怪啊 几个月不见 就跟陌生人一样 吓死我了 开饭楼 可可 吃饭 今天只是回家的第一天而已 怎么感觉度过了一个世纪啊 毕业就跟学姐结婚 一天也不拖 某人啊 心不在焉啊 小姨 哪有 学姐 你那边好黑啊 我要睡觉了 那学姐好好休息 我明天打给你 不许挂 学姐不休息了吗 不许挂电话 好 学姐 我不挂 最后 她将今天发生的事情 分享给了仙女学姐 初中生 女孩 是啊 我家阿姨的孩子 小姨喜欢女孩 就让她住在这里了 以她这个情况 再加上你的性格 你就不怕她说什么 长大以后 嫁给你的话吗 学姐 我怎么隔着一千多公里 闻到了一股酸味 哼 我会吃初中生的醋 学姐当然不会了 我们学姐天下第一美 没有人可以让我们学姐吃醋 学姐 我这么笨 万一 娇不会初中生怎么办 我娇 我聪明 好呀 学姐 怎么感觉 学姐变呆萌了一些 好可爱啊 欧阳明月缺少的 并不是他人的帮助和关爱 原生家庭出了问题的子女 需要的爱是一个无底洞 或许没有人能够买 唯一的姐 是让她自己成长 变得比任何人都要坚强 这么早 你怎么不在自己的房间学习 这里暖和 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温控 而客厅是公共的 她觉得客厅暖和 多半是因为她不好意思 打开房间的温控 觉得浪费电 那个 哥 我有一道题不会写 我也不会 好了 不逗你了 你想不想认识一个聪明 漂亮 美丽 像仙女一样的姐姐 仙女姐姐 对 仙女姐姐 她什么都知道 无所不能 真的有仙女吗 我想 好 加我绿泡泡 我推给你 有不会的你可以问她 对了 你可是这里除了我以外 第一个加到仙女姐姐 绿泡泡的人 哇 我是第一个 下午 零十八要出门了 她高中的同桌 约她一起吃饭 零十八 你小子怎么看到我就好 纯爱战士看不了这个 他们只是坐在我旁边 我又没有做什么 我最爱的还是你啊 零十八 哇 你上的大学变成男童了 给你小子装起来了 你跟唐恩琪没在一起的时候 你也不跟其他女生接触啊 现在在一起了 总算是给你一个正当理由了 是吧 你们怎么都觉得我跟唐恩琪在一起了 啊 她不是弟妹啊 发生了很多事情 对了 牛子呢 牛天一 是他们另一个朋友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闷骚啊 过奖 三人并没有唱歌 而是聊了聊各自大学发生的事情 牛天一去了青北 与启航高考落榜 去了新加坡 国外的生活真是不好受啊 幼儿园 小初高 大学全在京城 好想出去玩啊 怎么了 继续说啊 所以说弟妹是谁啊 好看嘛 哪里人 好看嘛 是网恋的还是学校里的 好看嘛 你就知道好看好看 你不好奇吗 零十八的女朋友长什么样子 好奇 好看吧 我女朋友 嘿嘿 头续你配吗 零十八 同学聚会你要来吗 再说吧 哪去了 怎么我一醒就没看到人 跟同学玩去了 哦 同学 是跟你一起回来的那个女孩子吗 这才是我的女朋友 哟 挺好看啊 跟小姨我年轻的时候 有的一听 嘿嘿嘿 你得一个泡泡茶壶 人家能看上你 是你八辈子修不来的福粉 零十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看对学姐的事 哪样在 学姐怎么盲线 这还是她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哼 哦 怎么了 仙女姐姐在你这里吗 在呀 明月很聪明 嘿嘿 完了 女朋友被抢了 哥 你进来吗 我能进去 这本来就是你家呀 也对 哥 你跟姐姐一起叫我吗 行 这是什么感觉 跟养女儿一样 明月 你管仙女姐姐叫一声嫂子听听 嫂 嫂子 恶趣味 明月 你喊我姐姐 所以她是姐夫 姐 姐夫 妹妹摇身一变 成为小姨子了 假期的日子 一天天都过去了 很快 就到了同学聚会的时间 唐恩琪 你怎么也会参加同学聚会 很意外吗 还以为你对这种活动没兴趣 确实没兴趣 不过我不来的话 你应该会有麻烦吧 你们两个人一起来的呀 不愧是班上的神仙眷侣 你们果然在一起了 我没有跟唐恩琪在一起 此话一出 包厢中的声音戛然而止 众人的目光看向了唐恩琪 后者的脸上也并没有什么尴尬 是的 我们没有在一起 先坐先坐 零十八你坐我旁边 琪琪 你们真的没有在一起啊 嗯 我错过了他 而他遇到了更好的人 琪琪 现在的我 还有他 过得都很好 我们是朋友 以后会是好朋友 未来 说不定 我还会是伴娘 范范啊 零十八那孩子过年来不来咱们家吃饭啊 人家才大一 太早了 早啥早 早点把婚定了 毕业就结婚 争取早点让我报上 妈 就算不考研 我毕业他才大三 咦 你们大学生生孩子不是家学分吗 他们真的没有在一起过吗 他们就像朋友一样 哪有暧昧的感觉 起脚 走 零十八刚回到家 就听到了自己房间的门外 有一丝丝的动静 你咋了 哥 那个 明天能陪我去一趟学校吗 可以是可以 你还没放假吗 棒 棒了 但是期末考试的成绩出了 要去学校开家长会 这样啊 仔细一想 明天确实是李阿姨上班 好 好爷 明月这丫头 可真乖啊 要真是我女儿就好了 可惜 生顾明轩的时候 她痛得简直生不如死 自那以后她就发誓 这辈子再也不生孩子了 姐姐也不争气 既然生了个男孩 十八要是女孩子就好了 顾明轩是指望不上了 唯一能指望的就是 呵呵 十八呀十八 不给我生出一个小女孩 你就让你老婆一直生吧 走 这还是林十八第一次开家长会 仙女学姐不在身边 她甚至失去了大学生眼中的那一份清澈的愚蠢 林十八站在镜子前 看着自己帅气的样子 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然后对着镜子拍了一张照片 发表仙女学姐 这一刻 她的骨子愚蠢心又回来了 不是跟你交换照片啊 学姐 我是想让你夸我帅 你帅 夫人可真是夫人啊 夫人 什么夫人 学姐 你看错了 欧阳明月每天都起得很早 现在已经背上小书包 准备启程了 林少爷 明月小姐 不用叫我少爷 小姐什么的 我不行的 陈叔 做这个开家长会 有点张扬了吧 张扬 董事长特意让我低调点 我才从车库选的这辆车 那个 陈叔啊 你先去忙吧 我自己送明月去 去学校就好了 这 那好吧 这栋别墅的专属地下车库中 一共停了六辆 三台超跑 全是小姨的 竟然是一辆蓝色的剁椒鱼头 臭小子 超跑你随便开 别动我的宝宝巴士 林十八听到了小姨的声音 但是没听到她说什么 还以为是在跟自己告别 小姨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陈总 林十八少爷不知道这辆车背后的故事 狗屁 等她回来 看我怎么教训她 京城某处中门 下车后 欧阳明月的小脸就红了起来 不是害羞 是被冻的 天气太冷了 很容易就被冻成了红苹果 谢谢哥 十八哥哥这么会照顾女孩子啊 这一切 一定是那位仙女姐姐的功劳吧 十八哥哥好幸福 如果他们分手了 仙女姐姐交给哥哥的这些事情 哥哥都会对另一个女生 不行 绝对不行 哥哥只能是仙女姐姐的 今天哥哥穿得这么帅 可不要被哪家的女孩子给看上了 欧阳明月轻车熟路地带着林十八 来到了他们班级的门口 而这所初衷的隔壁就是同名高中 欧阳明月的亲哥哥就在这所高中上学 如今是高三 请问您是谁的家长 欧阳明月 原来是明月的家长 请进 如果是以前 她张口就同意了 毕竟身后这个女生自称是她最好的朋友 但这条围巾是林十八哥哥的 所以她不能见 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她知道 欧阳明月就吃这汤 因为自卑 所以很难拒绝别人 甚至觉得别人找她帮忙 她会觉得自己有用 产生一种被需要着的感觉 这个 不是我的 真扫兴 你不是喜欢她吗 什么时候表白 男生是班上有名的恶把 可能是热血高校看多了 幻想自己可以用拳头争霸中学 天天牛逼轰轰的 看谁不顺眼就够谁 她是年级第一 谁感动这个老实眼中的乖乖女 我可是她最好的朋友 我帮你表白呗 我可以撮合你们 她不是京城人 下学期一结束 她可就要出去上高中了 到时候你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行 你帮我把她约到后操场 我去表白 好嘞 到时候成了 你可要谢谢我 没问题 谁欺负你 你听我名 来这里做什么啊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你 你去哪里 明月同学 我有事情要告诉你 我 我 我不知道 她知道这个人是笑爸 也知道笑爸喜欢自己 他们有什么好事情说 你回来 你帮开我 欧阳 你来初中这边干什么啊 嘿嘿 过来看看呗 听说他们初中后操场会有情侣过来优惠 那都是小孩子过家家 你不会是来看你妹的吧 谁 谁要看她 她非要跟着我妈 她 她活该 你就是个妹控 还不承认 这个哭声好像是妹妹的 你听敢欺负我妹 你 你怎么在 路过 她想起了一部特色剧的经典语录 我只是一个路过的来打罢了 叫你跟着她 现在没有我 你还欺负了活该 放开我 你是谁啊 放开我 明月 就是她把你带到这里的事吧 零十八的语气不容置疑 家长会结束后 她没有找到欧阳明月 都快急患了 好在有同学看到是这个女生 跟欧阳明月一起离开 是不是她 是 行 好 才初中就这样玩心机了 这位是 我认识 听到自己的孩子 做出了如此难以切齿的事情 两位家长羞愧难当 连忙按着自己孩子的脑袋低头认错 保证再也不犯 整个办公室都是这个男孩的哭声 和被七皮狼撞下去时候的清脆响声 好了 别打了 再打下去 她都晕过去了 哎 家门不幸了 老爹啊 我回之后一定会好好教育她 你看这事 别再有下次了 她要是再追究的话 反倒是有些得理不饶人了 明月 小朋友要擦亮眼睛 你成绩这么好 长得又这么可爱 以后会有很多人抱着不好的目的接近你 漂亮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同样也会招风引蝶 稍微一个不注意 可能就会失去一切 甚至坠入深渊 我知道了 可以 可说我可爱 回到家后 零十八果不其然地 对小朋友一顿成了 零十八难以想象 小姨竟然对这辆剁骄于头 哦不 是宝宝巴士 如此在意 明明这辆宝宝巴士 连旁边超跑的轮胎都买不起 很快 就到了除夕夜的前一天 因为放了年假 欧阳明月跟着李慧回老家了 少了这个可可爱爱的小姑娘 别墅中似乎变得空旷了不少 说起来 明天我那便宜表哥就回来了吧 亮仔 今天 顾明轩回国了 零十八开着导导巴士 一路前往机场接人 这个男人气势高了 看起来很是冷落 整个人仿佛言情小说中的霸道反开眼 低格很高 让周围人都忍不住恣目看了 零十八看都不用看 就知道这位是自己的表哥 表哥 这边 老弟 但是零十八已经上大学了 他不是小孩子 两个大男人拥抱什么 想想就由你 你 对 没错 我亲爱的弟弟变成这个样子 都是苏白舟弄的 真富了 好心让他照顾弟弟 他竟然把弟弟给泡了 嗨嗨 老弟 咱们走吧 好 表哥 这位是 这是我留学认识的朋友 是国际上有名的医生 医生 你生病了 没有 是朱迪医生要来京城的医院 跟这边的医生交流学习 就顺便跟我一起回来了 朱迪 你先去吧 我跟我表弟回去了 好的 故 表哥 这外国妹子喜欢你吧 人家32岁了 你叫人家妹子 是啊 喜欢我 外国人表达感情的方法太热情了 我不喜欢 那你喜欢李娜老师吗 你要听实话吗 老弟 我知道答案了 要是喜欢 刚刚就已经回答了 这样拐弯抹角的那就是不喜欢 表哥 不喜欢人家 就要拒绝人家 你以为我没有拒绝啊 我一直都在拒绝 但是他怎么也不愿意放弃 我就只能用了出国名额 让他冷静一段时间 怎么感觉你对我冷漠了不少 你以前不是最喜欢哥哥的吗 那是小学时候的事情 你不能对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小时候 还是小时候好啊 交女朋友 对哥哥的爱就会被瓜分了 苏白舟那个坏学生 学姐不是坏学生 还有你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你能不能正常点 老弟 在你眼里 我一直都不是个正常人吗 你看你是吗 你难道是个地控 儿媳呢 儿媳呢 我问你 你多大了 在有一年 你就三十岁了 我什么时候 才能抱孙子 我今年二十八 后天过年 你就二十九了 呦 穿这么帅 零十八都有女朋友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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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连追问 让顾明轩将这一切的责任都算在了苏白舟的身上 对 都怪他 是他让零十八脱单了 然后跟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让我此时此刻被骂 十八啊 今年还回去吗 回去 他的父母虽然牺牲了 但是爷爷奶奶还在 他们住在京城的城中村 父亲在一次次任务中 跟母亲产生了感情 确定了恋爱关系 后来父亲被分配去了其他的部门 一个更危险的部门 零十八出生后没过多久 他们就回归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在那之前 零十八一直生活在爷爷奶奶家里 每年都在期盼着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直到有一天 爸爸妈妈一起回来了 被战友带回来的 父亲牺牲了 母亲在将整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的时候 被按枪击中 身受重伤 无知身亡 终有一天 他会将父亲和母亲从相识到相爱的故事 记录在小说中 让爸爸妈妈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十八 你几号去找爷爷奶奶 初六吧 初六 是不是太晚了 是有点晚 不过 我女朋友初五会来 你不早说 不行 我得让刘姐回来做饭 妈 她来了的话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没有女朋友的人不配说话 除夕夜 大年三十的这一顿饭 在一家人的年度总结中结束了 明轩 后天公司跟富士集团有个交流会 你要不要去 行 家里把她当成公司继承人 培养了接近三十年的时间 她自然也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说起来 不知不觉间 她已经快三十岁了 当初那个小心翼翼地来家里 在我生日上送一人的小孩子 已经上大学了 她的青春 都去哪里了呢 她的青春 应该早就在不知不觉间 在她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结束了吧 学姐 服装店的生意怎么样啊 还不错 并没有赔钱 这大半个月的时间 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视频通话 京城的新年 多半不会有烟花吧 学姐 你那里会放烟花吗 应该会吧 我在村子里 虽然也不让放 但是没人管 大家都偷偷放 真好啊 你等我一下 学姐 你要出门吗 嗯 去哪啊 你猜 学弟 苏白周将手机举了起来 站在一片空旷的地方 光镜头对着听音 那一刻 绚丽的烟雾 冲上了烟风 在夜空中 绽放出了薄米 新年快乐 我的林先生 新年快乐 我的周夫人 明明窗外毫无烟花 但零十八的房间 却充斥着烟火 明明外面一片安静 飞夜寂静无声 但零十八却在了一幅烟花上 一大早 零十八就开着蓝色的宝宝巴士 前往了机场 她还记得 这是仙女学姐第一次来到京城 我上飞机了 现在只有九点多而已 她至少要等两个多小时 但是一想到学姐会来 她在家里根本就待不下去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飞机滑行 苏白舟提着行李箱 从里面出来后 就吸引了外面一大群人的目光 她的气质和颜值 依旧是人群中最惹人注目的 但她有一股生人无尽的气质 整个人都弥漫着高冷的感觉 让人难以接近 学姐 听到这个饱含着思念的声音 哪怕苏白舟刚刚有多么高冷 也在这一瞬间瓦解 我这不是来了吗 这么多人看着呢 小学弟想任性 那就让他任性一下吧 毕竟这么久没见了 而且 我也想多靠在他的身上一段时间 许久未见的情侣 再一次见面最想做的是情侍什么 是贴贴 所以零十八只要一松开苏白舟的水 最感觉是什么 这是 这是小姨的车 借给我开了 演唱会的时间是晚上六点半到九点 咱们现在去什么地方 去我家吃饭 小姨等了很久了 对了学姐 你几号回去啊 还没定 那多在这里待几天再回去吧 嗯 学姐 你不会是在紧张吧 没有 没有 苏白舟刚刚一开口就咬到舌头了 学姐果然是紧张了呢 放心 学姐 我在呢 我的家人都很好的 说实话 她这一路都在给自己心里暗示 让自己不紧张 但没想到来到这里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紧张了起来 哪怕是冰山女神 在这一刻也是一个普通的小女 仙女学姐在车上足足待了十分钟 然后才身体僵硬地打开了车门 欢迎光 欢迎我们小十八的女朋友 小姨 顾老师 哎呀 好漂亮的女孩子啊 我们女孩子 有话要说 你先在客厅待着 没想到 她竟然真的来了 你很怕学姐吗 不怕 但如果被她看到我在家里的样子 我这老师的形象可就不保了 这跟学姐有什么关系 两人坐在沙发上 顾明轩一边喝茶一边看书 而林十八时不时的目光 看向二楼的房间 思考着小姨会跟学姐说些什么 直到苏白州要来 顾明成一大脑就去理派了 她最拿手的红烧肉 更是从上午就开始烧了起来 老婆 下楼吃饭了 小姨跟她聊了很多 比如顾明成的性格 别看她沉默寡言的 其实很好相处 顾明轩也是一样 告诉了她在这里不要紧张 就刚在自己家里一样 小学弟这么可爱的男生 他的家人怎么可能不好相处啊 周周啊 多吃点 老顾的手艺很不错的 学姐 这个狮子头好吃 苏同学 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弟弟的 我 喜欢藏在了每一个细节中 让她这个时候给出答案 她一时间还有些想你出来 宁生 萧天犬还没吃饭呢 喂狗去 妈 我可是孙同学的老师 在学生面前 能不能与我点面子 呦 你是中说的老师 可以啊 你小子总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把这么好的女孩子留在了咱们家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 让你去喂狗啊 你咋还在这 哦 周周啊 你跟我家小十八 打算什么时候生 结婚啊 她才大一 可是你已经大三了 明年你就毕业了 年龄不是问题 只要你想结婚 我们可以把婚礼先 可可 走 你干嘛呀 我还不是怕这么好的女孩子跑了 想早点让她成为咱们的家人吗 陈阿姨 虽然我跟零十八认识的时间只有半年 但是我们有自信 有道 说到这里 她语气一顿 有些不知道接下来的话该说出口 行 小姨听你们的 你们才认识半年而已 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 嗯 谢谢小姨 不愧是能把我们小十八迷的神魂颠倒的女孩子 这顿饭吃完后 零十八就要和苏白舟去演唱会的地方 这一次的演唱会 在整个华国的热度极高 仅次于前几天的春晚 毕竟 这可是爱文君 国际巨星 零十八见过爱文君 但真正接近她的时候 她只会觉得压力山大 毕竟 那个女人太高冷了 仙女学姐的高冷 有一大部分是个人精力所致 而爱文君的高冷 是天生的 在她的目光下 很少有人能够直视她的眼睛 娘在 马上就到晚高峰了 他们要抓紧去演唱会 零十八少爷 你不高兴吗 上一次接机的时候 陈全就以为唐恩奇是她的女朋友 而这一次 她也没有什么眼力见 这家伙 是怎么成为董事长助理的 走后门了吧 陈叔 你跟小一是什么关系 没关系啊 只是姓氏一样 零十八 你陈叔叔 只是情商低了点 他可是货真价实的退伍特种兵 先不说伸手 就这车技 已经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了 来 陈全 愣一手 好嘞 堵车 堵车 演唱会附近 这里已经是人杀人了 这个爱文君 开个演唱会 怎么来这么多人 陈阿姨 咱们时间还早 不急的 周周 我还是喜欢你叫小姨的样子 小姨 这就对了 我滴个乖乖 这车牌号 不是故事的吗 故事 那个有名的游戏公司 就是说啊 而且听说 故事的夫人 跟哀婷后认识 她看起来越赛 而且身材质 即便如今都不通 而苏白舟那张 过国殃名的人名 令人一眼沉沦 学姐 外边冷 这是零十八 第一次看演唱会 华国第一天后的演唱会 演唱会还没开始 走廊上就到处都是 爱文君的海报照片 以及播放着他 曾经唱过的歌曲 第三排是留给 那部票的座位 随便坐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 谢谢你 学姐 我去领几个应援牌 那个你旁边有人吗 有 好的 小姑娘 你是不是坐错位置了 没有 这一排是内部票的座位 内部票都是爱 爱天后送的 送给了谁我都知道 爸爸 这个姐姐这么漂亮 你就让他坐吗 乖女儿 内部票是不能出差错的 想起来了 上次顾明轩带着我 见爱文君的时候 叶明杰也在 没错 叶明杰就是爱文君的老公 而旁边的那个小女孩 就是他们的女儿 小叶子 叶子哥哥 叶子妹妹 好久不见了 因为零十八的名字 也有这个谐音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就这样称呼 听到女儿的话 叶明杰也看向了零十八 不过他并不记得 这个青年是谁了 叶叔 我是顾明轩的表弟 零十八 这位是我的女朋友 苏白舟 零十八 你都这么大了 是啊 上次见面我才高一 叶子妹妹才这么高 现在我已经大学了 我长高了呢 是啊 叶子妹妹长高了 说起来 叶子妹妹快上初中了吧 怎么头发留得这么短 六年级了 她像她妈妈 越来越漂亮了 所以就把头发剪短了 原来如此 不过叶子妹妹短发 也是个小帅哥啊 伴随着一阵幽默的动作 艾文君也在万众鼓务之中 从舞台的最别人 而失去面具的艾文君 也露出了自己之意 那冷漠无情的双眸 仿佛人间角色 又仿佛真的不属太阶 原来这就是娱乐圈 及天后的实力 学姐像一个莫得感情的举牌机器 爸爸 妈妈的衣服好漂亮啊 官员 当然了 目前的娱乐圈 没有拥有跟你妈妈相提并论的人 没有人 能跟妈妈在舞台上相提并论 爸爸 妈妈是不是不喜欢我 若是没有丰满的语意 是会成为别人的猎物 在小叶子自己能够保护好自己之前 艾文君会用最严厉的方式 育养自己的女孩 欢女儿 你妈妈一直在等待一个人 能跟她一起在舞台上 真的有这种人吗 以后会有的 清雨 你妈妈在等你长大 演唱会结束后 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去 临时巴掌了起来 准备带着仙女学姐回去 学姐真的很喜欢爱天后呢 叶叔叔 我们能去找爱天后要张合影吗 那一步票都是我们自家人 走 一起去吃个饭 我这是追星成功了 怎么了学姐 咱们走吧 带我逛逛京城 爸 不合影了吗 从她今天中午抵达京城的那一刻开始 她就看得出来 小学弟一直想跟她独处 她怎么可能要为了一个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人 牺牲掉跟小学弟的独处时间呢 能够跟自己喜欢的人 一起看到自己的偶像 她已经足够了 爱文君 哪有你重要啊 学姐 你不准亲 在她那平淡的神情之中 隐藏着的思念 可是不输给零时巴粉好 老顾 明天小十八 去拜年的礼物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他们两家人的关系并不好 零时巴的爷爷奶奶一直在抱怨陈绍曼 没有让零时巴成为警察 从军出身的老一辈人 国家利益永远是最优先的事情 但陈绍曼竟然趁着他们不注意 将零时巴给接走了 并且散养到现在 这是思想上的代沟 没有办法通过沟通来解决 今年 咱们也去吧 好 我们将十八以普通人的身份养大 他们一直觉得我们错了 错什么错 谁不是普通人 小十八就是普通人 我姐姐的儿子 我肯定会照顾好的 小十八不仅是他们的孙子 还是我姐姐的孩子 姐姐那么努力的工作 就是为了让家人过得更好 凭什么让他的儿子也置于危险之中 想到这里 陈绍曼心中生出了一肥 从小到大都那么高 那么优秀的姐姐 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留下来的痕迹 就只剩下这十八了 话虽如此 但那两位可不是这么好说话的 第二天一早 窗外银装素果 白雪挨挨 让冬天的气息充斥在眼前的每一个角落 拜托 你醒了 嗯 古老师 没想到你在家里这么没有地位 千言万语 最终只是化作为一声叹息 今天要去零十八的爷爷奶奶家里 零十八的爷爷奶奶住在京城的某个村子中 因为下了雪 所以零十八开得小心翼翼的 生怕一个不留神 车子就打滑了 很快 他们来到了一座村子中 怎 怎么办啊 我怎么脑袋一热 就来到了这里 老顾 明轩 我不会被那个老头打死吧 妈 你昨天的硬气呢 不知道啊 我一到这里就怕得不行 来了啊 零十八 春雷哥 雪姐 这位是我爸妈战友的儿子 春雷哥 是个警察 春雷哥 你好 我是零十八的女朋友 你好 等等 女朋友 女朋友 零十八来了 雪姐 这是我奶奶 快不来到零奶奶面前 零十八能够感觉到 雪姐被握着的那只手越来越热了 见零十八的爷爷奶奶 远远要比见小姨和小姨非要紧张 毕竟 零爷爷是从军队里出来的 那股气势 想想就很吓人 只是 为什么出来的老人是零奶奶 零爷爷呢 奶奶 小姨八啊 你来了 这位是 我 我女朋友 她是我的学姐 她叫苏白舟 奶奶 叫我范范就好了 范范 好名的 范范 喝喝喝 让那几个也进来吧 什么时候的事情 两个月前 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 老头子摔了一跤 痴呆了 爷爷 我是零十八啊 战军回来了 战军回来了 战军是小十八父亲的名字 林战军 陈绍厅 这是零十八父母的名字 小十八出息了 找到了这么好的女孩子 这是 曼儿啊 你不用害怕了 老头子不记得你了 可能也活不了多久了 曾经那个身体硬朗的老头 就在这间屋子里 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 把他赶了出去 可如今 岁月如痕 那位陈绍曼最害怕的老人 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他其实不讨厌老爷子 甚至心中还有一些愧疚 没能让零十八长时间陪着他们 曼儿 其实老头子自己也知道 你没有错 只是他生气 你什么都不说就把小十八带走了 老头子这辈子对谁都不服输 所以气了你很久 可是你知道吗 他看着你发来的小十八 一点点长大的照片 有多高兴 尤其是考上大学后 老头子脸上的笑容就没有停过 他早就不气你了 就是端着长辈架子 低不下头 多大人了 还这么幼稚 战金啊 这一次回来待多久啊 小十八长大了 还考上大学了呢 阿姨 要不要来城里住 或者我给你们找个保姆 不用了 你们有心了 那阿姨 有事情记得给我们打电话 小十八啊 你也出去 啊 哦 这个 是小十八妈妈留下来的 丫头 小十八妈妈 平时把这个当成宝贝一样 现在 你又是小十八重要的人 以后 这个东西就交给你保管吧 这个 会不会太贵重了 我想 就算是平儿还在 他也会给你的 我知道了 奶奶 我会认真保管的 爷爷奶奶 再见 灵爷爷趴在窗户上 眼睛盯着已经空空如也的院子 一阵失神 这么大的院子 这么多的屋子 从刚刚那么热闹的场景 到现在 就只剩下了他们两个老人了 老头子 别看了 他们走了 岁数大了 每一次离别 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 希望每一次的见面 都能够好好道别 曼儿 小十八被你肯养成 一个优秀的孩子了 回到别墅后 零十八跟苏白舟已经在看机票了 仙女学姐 要回家了 两天的时间 一眨眼就过去了 明月 仙女姐姐 你怎么来了 过来待了两天 姐姐 你看 我之前画的你 哦 画本上的图案 勉强能看出来是个女生 真不错 真的吗 真的吗 姐姐 我会继续努力的 这是 随便画的 明月 你其实 很喜欢你哥的吧 当然了 零十八哥哥 长得帅 性格又好 温柔 我说的是你的亲哥哥 看到他这个样子 苏白舟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越是亲近的人 说出伤人的话的时候 就越是令人痛心 曾经的那些造谣 只是让苏白舟困扰而已 唯有父亲的不信任 才让他开始动摇 如果你的哥哥 并没有做什么 伤害你的事情 我希望明月 你也能勇敢一些 不要因为父母的事情 影响到了你们两个人 这并不是你们的错 我知道了 姐姐 你放心 有我在 没有女人能靠近我哥 而另一边 零十八正在跟顾明轩下棋 顾明成在旁边满脸认真人 如果没记错的话 零十八的奇异 似乎很差来着 明月 我教你画画吧 好呀 只是简单的素描而已 对于苏白舟来说 花不了多长的时间 没想到仙女姐姐不仅聪明 还会画画呀 姐姐 好厉害 再对比一下自己的 欧阳明月 觉得她画得像狗巴巴一样 好了 要吃午饭了 今天是她来到零十八家的 第三天了 明天她就要走了 如果不录一手的话 那就可惜了 哦 我去帮学姐 老弟 你别走啊 还没下完呢 我马上就赢了 我能翻盘 苏白舟系上了围裙 她还没开口 零十八就开始消土豆皮了 两人的默契 自然不必多说 在厨房中 零十八就像是苏白舟的左右手一样 这就是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吧 不就是会做饭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话说这个不争气的弟弟 竟然会被女人抓住 只是没志气啊 会做饭的人 未来有救了 家里除了我跟三位阿姨 终于又出现了会做饭的人了 零十八啊零十八 这个媳妇要是被你放跑了 小姨夫可要生气了 一直对苏白舟没什么看法的顾名成 终于在这一刻彻底认可了对方 仙女姐姐什么都会 好厉害 学姐 我这个土豆皮削得也太完美了吧 自立 哪有 你看这个平整度 不过都是学姐教得好 嘿嘿 有嘴滑舌 小情侣的对话 听不得呀 你就知道 和你那泼咖啡 喝咖啡 能找到女朋友吗 我干啥了 就像大学生放假回家一样 啥也没干 但被妈妈看到 就是觉得不顺眼 大厨先吃 好吃 这个外甥媳妇 我彻底认可了 零十八 我们也算是你的家长了 既然带女朋友 见了家长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明白 我一定会对学姐好 跟学姐好好在一起 见了家长 就意味着 你在向我们介绍 你选择的家人 如果你们没有走到最后 我们也会失望的 我知道的 小姓夫 吃饭呢 你讲这么严肃的事情 干什么 我这 萧天犬还没吃饭呢 去喂萧天犬 哦 你像什么 去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晾了 零十八根苏白粥 以及欧阳明月低着头 默默地吃饭 生怕下一个就是自己 周周啊 我平常脾气很好的 哈哈 嗯 小姨 不过话说回来 周周做饭比老姑还好吃 快 趁他们两个人不在 把好吃的全吃了 小姨就像个百变魔女一样 她突然变成什么性格 零十八度不觉得奇怪 只要别把学姐吓到就好 果然 学姐还是被吓到了 又是熟悉的一幕 开学见了 开学见 别笑了 人都走了 学姐又走了 这该死的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很快就到了元宵节的这一天 元宵节被称作过年的最后一天 今天一过 这个传统的新年也就结束了 后天 她就要出发 前往江城了 元宵节结束后 大学的第一个寒假也接近了尾声 零十八来到了机场口 这一次 轮到别人送她了 在回学校之前 零十八还要先带朱迪医生 去江城一科大学那边 看看沈桥和小类 老顾 明轩这孩子 会不会太辛苦了一些 生活在我们这样的家庭中 她又是独子 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选择 也不是她能选择的 也不是她能选择的 这么大的公司也不可能拱手让人 是李娜老师啊 只见李娜踩着高跟鞋 英姿飒爽 走路带风的走了过来 好啊 顾明轩 躲了我半年了 终于舍得露面了 顾先生 这位是谁 你又是谁 我是顾先生的朋友 谁还不是个朋友啊 表哥不愧是优秀人才 竟然如此强受啊 外国人当然吵不过李娜 而且李娜还是英语老师 一嘴流利的英文 甚至直接用朱棣的母语 把朱棣说得哑口无言 就哭了出来 零十八 一边去 没问题 我爸让我来机场接你 我得先陪我表弟去趟医院 然后才去学校 去医院 你怎么了 你生病了 没有 是带朱棣医生去医院 看一个病人 你让零十八带着就行了 你跟我先回家 不行 朱棣是跟我一起来到华国的 我有义务陪同 那行 我也去 我爸让我来接你 接不到你 我就被骂了 我也有义务 那 那一起去呗 你可真是个坑地狂魔啊 车子停在了医院门口 朱棣和李娜都还在用眼神吵架 互相看不顺眼 请问是朱棣医生吗 是我 请随我来 谭医生等候多时了 沈桥还在做寒假兼职 所以此时并不在 这个病人出了车祸 大脑严重损伤 虽然经过了手术 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至今都醒不过来 是的 这种情况 我们只能通过疗养 利用一些外部刺激 促使他醒过来 但是他没有什么亲人 唯一一个天天来看他的男朋友 只是一个大学生 所以直到今天都没有什么效果 大概情况我了解了 谭医生最新的CT出来了 咱们去看看吧 零十八坐在病床旁边 看着依旧在熟睡的这个女生 也在期盼着她什么时候能够醒来 因为长期无法动难 只能靠营养液维持生命 小泪早就已经失去了 曾经青春活力的样子 如今看起来骨瘦如柴的 琳娜老师 我表哥呢 他说去买水 以我对表哥的了解 他又跑了 说起来 下飞机后还没有吃东西 先找个地方吃饭吧 顾明轩准备走楼梯下去 这样保险一些 他担心走电梯会被李娜带到 在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拐角处 他听到了动静 整个人也变得一身一鬼了起来 不是李娜和朱迪就好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女医生认真的样子 她不忍心打扰 所以这个女医生 为什么要坐在安全通道的楼梯上吃饭呢 这是精神科的声音 谢谢 那双眼睛疲惫中掺杂着坚韧 顾明轩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眼神 新年快乐呀 新年快乐 对了男明星 怎么没看到李夏姐啊 李夏是谭医生手底下的实习医生 之前一直跟着谭医生的 哦 李夏医生啊 谭医生说他进步很快 但是缺少很多经验就让他去急诊科实习几个月 这样啊 死鬼 起来做动画了 有事吗表哥 什么 没事我不能给你打电话了 有事吗表哥 你是机器人吗 行了 李平教授要留我吃饭 你也一起来呗 不去 哎呦 你小子 翅膀硬了 我 自己的风流寨 自己去解决啊 臭表哥 终于到了学姐回江城的时候 这几天零十八每天都在被顾明轩当挡箭牌 觉得自己都快被李娜老师的眼神刀给戳烂了 学姐 马上就要和仙女学姐一起回到熟悉的学校 零十八直觉得恍如格式 我们走吧 学姐 嗯 江大家鼠楼 这个名字似乎好久没有听到过了 我回来了 江大 第二天一早 零十八就来到了寝室中 男明星 教练人呢 应该是去机场接你朋友了吧 他把行李放过来就走了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怎么了胡汉三 你小子改名了 去去去 咬的 你小子竟然在朋友圈官宣了 怎么回事 怎么没有苏学姐的照片 学姐这么漂亮 哪能随便给人看啊 呦呦呦 你还持上毒食了 对了十八兄 咱们刚开学 就有苏学姐的通讯录好友 曝光了他寒假时候的朋友圈 如今他疑似脱单的事情 几乎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疑似 学姐朋友圈几乎都明示了 怎么还是疑似脱单 呵呵 因为有人难以相信这个事实 死活不愿意相信 高冷笑花 已经有男朋友这件事情 震惊 笑花苏白州朋友圈疑似官宣 冰山女神竟有男友 将大百万男生痛哭流涕 看样子 新学期注定不会太平了 对了 你们看新课表了吗 新课表 如果不是没有早自习和晚自习 我真的怀疑我回到了高中 啊 这么恐怖 三天满课 这不是逼着我旷课吗 此言有底 时间这么紧 看来不得不使用哪一招了 哪一招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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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了 垂兄 以后靠你帮我点到了 不然 你懂的 男明星 你不是人 你真该死 野娃子鼻拦着我 我要打死他 嗯 怎么现在被子都没了 不知道 你这是脆血了 没有 我还寝室了 寒假的时候 他没有一天是安心度过的 每天 他都在害怕开学 自从上次警察过来批评了他 他只觉得班上的每一个人都在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 什么寝室呢 这个唐恩奇又是这个样子 从唐恩奇让他在全校身败名列后 他的名声就臭了 而唐恩奇依旧那么优秀 在其他人眼中发光 以至于唐恩奇无论对他做了什么 都不会有人相信他 大家都觉得是他在诬陷唐恩奇 最终 他选择远离这个人 他斗不过 楼下的 不行 楼下的人 我不认识 你连我换什么警示都要管 当然啦 以前我的事情 你不是也什么都要插一手吗 这样吧 你去跟于秋雨换 谁啊 我不认识 不认识 你不会去问吗 如果不是跟于秋雨 你别想成功地换寝室哦 毕竟 我相信导员更听我的话 你看刚刚柳冰心的表情 真是笑死我了 哈哈 徐小佳你还出得来吗 快了快了 催傻啊 你对你的小宝贝连这点耐心都没有吗 我的小宝贝 说话还怪好听呢 你什么时候跟他这么熟了 啊 你以前不是很讨厌他吗 你傻吗 我怎么可能会讨厌美女 两人的对话声音虽然小 但唐恩齐一个字不落地全听到了 除了零十八 他在江大 总算是有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朋友 班上 辅导员陈雄建满脸喜色地站在讲台上 眼中充斥着对新学期的期待 陈哥 听说寒假你去相亲了 看你这么高兴 相亲成功了 去去去 大人的事情你操心什么 行 逗不过你们 成功了 女方是镇子上的中学老师 家里商量好了 明年订婚 相亲啊 相亲会有爱情吗 陈老师高兴 可能是因为人生大事解决了 陈老师 可能也有自己的遗憾吧 同学们 新学期新气象 上一个学期 咱们相处得很融洽 我也认识了咱们在座各位的大部分人 我不认识的 我也希望你们能努努力 让我认识一下 别惹祸让我认识 其他的事情 关于恋爱 我也要提一嘴 虽然谈恋爱的人有很多 但大一计算机专业中 没有人比零十八更出名了 各位 遇到心仪的女孩子 要勇敢努力地去追求 出了学校 咱们步入社会 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很难谈一场恋爱 一个寒假没有打篮球 四人手都不要 于死哥 我怎么感觉你变白了 有吗 无所谓 打球 欧豆豆悠 想我了 竟然给我打电话 没有 就问一下 你还在不在江城 后天的飞机 你这一走 估计又是半年 这两天 有没有时间过来吃饭 这两天 我都在讲的 吃饭了 你们打 我先走了 干嘛去 女朋友喊我回家 顾老师要来 明天晚上可以来吃饭 不过 既然顾老师这么闲 那就让他去把苏有才接过来吧 对哦 我怎么没想到 如果是其他人的请求 顾明轩多半会拒绝 可若是零十八的 只要不是过于离谱 他都会答应 如此一来 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秦雪姐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啊 小学弟 新年快乐 周周 好久不见啊 你来做什么 让我抱一下 让我抱一下嘛 秦玉文拼命地想要去抱苏白周 但都被苏白周给拒绝了 无奈之下 气得秦玉文干了三碗白米饭 文文 你是不是胖了 什么 肥死病中惊作气 屌丝竟是我自己 对对对 我上学期吃了太多零食了 又因为搬到了你隔壁 每天都吃的很多 我肯定是胖了 完了完了 怎么 啊啊 我要变成小猪了 嗯 文文的肉都长到了该长的地方 虽然个头不是很高 但身材比例很好 显得腰细腿长 前秃后翘 还有一点点的小肚子 这样的女孩子 摸起来应该是软乎乎的 苏白周来到了卫生间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能够看清楚腰肢的纤细 可是明明没有坠肉啊 为什么会有一百一十斤 难道是这半年懒惰了 被小学弟养肺了 一米六七 一百一十斤 不胖不瘦刚刚好 一个非常合适的体重 但是 对于女孩子来说 一百斤是一个难以跨越的能感 学姐 你多重啊 不知道 你干嘛 想知道学姐的体重 放下我 放下我 放开 我不要称体重 学弟 零十八 什么情况 一个寒假不见 这两个人发生了什么 怎么相处起来 连人设都不要了 仙女学姐的高冷人设 对于现在的零十八来说 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打 当然 最好还是不要 因为 她会贵贱吧 你的胆子 越来越大了 她们就像一对正常的小情侣一样 嬉笑打扰 每天充满恶情 而仙女学姐的高冷 从层面的充满威压 到现在 越贪越可爱 知道错了吗 知道了 错哪了 哪都错了 学姐 你应该是一百一十斤左右吧 不是 我猜错了 那学姐多重了 我 九十九斤 九十九斤 学姐 你这也太瘦了吧 此时的零十八并不知道 一米五五的徐小家 只有八十斤出头 只能说不会是豪门千斤 竟然坐拥一座飞机场 学姐 你太瘦了 以后吃饭多吃点 嗯 学姐 我能站起来了吗 还有十分钟 哦 十分钟后 零十八站了起来 深深地吐了口气 哦 女生们注意了 减肥并不是绝食 而是控制饮食 是少吃而不是不吃 健康减肥 是减肥的前提 零十八没有说话 他也没有说话 一般来说 苏白周发现自己怎么解释都没有用的话 就会闭口顾言 企图蒙混过关 学姐 莫非你觉得自己很胖 学姐 你一点也不胖 你现在的身材 可是好多女孩子都羡慕的了 可是 没有可是 学姐 你就算胖了 我也喜欢 你们男生 不是都喜欢漂亮的女生吗 我不否认 男生确实很容易喜欢漂亮的女生 但喜欢是喜欢 爱是爱 当爱产生的时候 颜值已经不重要了 突然 零十八愣住了 被他双手捧住的仙女学姐的这张俏脸 也太太太美了吧 这长长的睫毛 大大的眼睛 柔软的脸 以及看起来就想尝一尝的双唇 人类的偏性 看到过于可爱的东西 就会忍不住弱 所以 你把我当成小猫小狗了 不是哦学姐 因为学姐可爱 所以我想念脸 这小学弟 又来了 不过 被小学弟揉脸的感觉 竟有一丝丝舒服 嗯 只有一丝丝 两人坐在沙发上 面对彼此 在玩一种狠心的东西 这个时候 苏白舟睁开了眼睛 眼神之中 似乎有一丝丝的迷离 你该回去了 可是 我不想回去怎么办 那就住在你自己的房间里 学姐 让我亲一口 我就回去 那学姐 我先走了 明天见 嗯 这辈子 多半是已经离不开这个笨蛋了 我先走了 便宜